第934章 清除队 麒麟猛的一刀砍断了一个弑神手中的武士刀 最后一刀将一个弑神的脖子砍断 围着麒麟的那些弑神 健壮冷声吼道 一起上 杀了他 只要把他弄死我们后半辈子 就不用愁了 巴嘎 杀 十几个弑神握着武士刀 对着麒麟冲了过去 林天花能感觉到麒麟的实力很强 体内充满了澎湃的力量 论肉身实力 林天花都不是麒麟的对手 而且麒麟擅长刀法 他的刀法高深莫测 就听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传来 并伴随着惨叫声 仅仅一个照面 那十几个弑神就死了一半 林天花低声说道 他的肉身实力这么强 如果他没有被练妖塔束缚 那他的真实实力要有多强 林天花本来没想出手 这个时他看到一个弑神鬼鬼祟祟的 向后退了几步 随后那个弑神 竟然从身后掏出了一把手枪 不是说好不让用枪吗 看来这些弑神是铁了心的 想要杀了他 碰 一声巨大的枪声响起 麒麟和围着他的那些弑神 纷纷停手 回头看去 只见刚才想要偷袭麟的 那个弑神倒在地上 他的半个脑袋都被轰掉了 场面十分恐怖 当麒麟看到那个弑神手里的手枪后 顿时猜到 那个弑神是想要偷袭他 想到这 麒麟扭头向大街上看去 只见林天花手里 握着一把五连发裂枪 枪口还冒着白烟 本来就以多打扫 还想偷偷使用火器 这就有点不讲规矩了 林天花说完后 将五连发裂枪收起来 剩下的那些弑神剑状冷声说道 妖族清除计划清楚的规定 不允许使用枪 你竟然敢违背规则 你找死 林天花听后不屑地笑了 尼玛的 这是谁定的规则 再说我 为什么要遵循你们的规则 既然要杀就杀得痛快一点 什么特么规则不规则的 老子生来就是打破规则的人 还我找死 今天就看看谁先死 林天花说完后一回事 阿龙和阿虎握着砍刀冲了出去 麒麟看到阿龙和阿虎后 低声说了一句 竟然是十二生肖中的青龙和白虎 他们为什么要听那个年轻人的话 那个年轻人是谁 以前好像没见过这好人物 那些弑神 根本就不是阿龙和阿虎的对手 再加上麒麟 他们三个没用十秒钟 就把剩下的弑神全部解决 这时麒麟突然对林天花说道 快跟我走 麒麟说完后 打开一辆豪华越野车的车门坐了上去 阿龙和阿虎看向林天花 林天花轻轻点点头 随后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所有人都上车以后 麒麟猛的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两分钟后 几个带着白色面具 身穿黑西装的人来到这里 他们看着被打爆脑袋的世神 冷声说道 竟然有人不守规矩用枪 找到开枪的人 把他杀了掉在广场上 那些带着白色面具 身穿黑西装的人是 第七区清除队的人 他们存在的目的 一是为了保护第七区 有钱有势的世神 二是防止有人破坏清除日的规则 麒麟开车来到一个湖边的别墅外面 他把车开进别墅的车库里后 对着林天花说道 下车吧 这里是我家 林天花刚才看到 别墅的门窗都被钢板封死 他打趣地说道 看来你也一早就知道了 妖族清理计划 麒麟听后眉头皱起 他沉声说道 我确实一早就知道清除计划 但我并不知道 这个清除计划的全称 是妖族清除计划 我虽然在第七区有些名望 但我只是一个商人 这个计划 我并没有参与 麒麟带着林天花他们 来到别墅的客厅 麒麟问道 你们喝酒还是茶 林天花也不客气 坐在沙发上对麒麟说道 这么热闹的时候 当然是要喝酒 麒麟听后 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酒 当他将酒盖打开后 一股香味 顿时钻进众人的鼻子里 这是我酒厂自己烧的酒 烧刀子 度数很高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喝得惯 麒麟说完后 我拿了四个酒杯过来 他把烧刀子倒进酒杯里 麒麟听花端起酒杯闻了一下 一股辛辣的味道 钻进他的鼻子里 麒麟听花眼睛顿时一亮 烧刀子原本是东北的一种小烧 纯粮食酿造 价格还不贵 以前麒麟听花和刀疤他们 出去撸串的时候 喝的就是烧刀子 麒麟听花一直记着烧刀子的味道 和麒麟拿出的那瓶酒的味道 非常相似 麒麟听花喝了一口烧刀子 一股暖流 直接从他的口腔 一直到胃里 就是这个感觉 和哈北市的烧刀子 简直一模一样 麒麟一脸享受地说道 与此同时 他的丹田慢慢运转起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他的丹田中释放出来 游走在他的四肢百骸 麒麟喝了一口烧刀子后 感觉浑身都热乎乎的 麒麟看着麒麟花享受的样子问道 你以前喝过烧刀子 麒麟花点点头说道 对 前几年在东北喝的 麒麟听后 眼睛突然瞪大 前几年 你刚进入炼妖塔 麒麟花点点头 麒麟疑惑地说道 是谁把你抓进来的 麒麟花一口将杯中的烧刀子 喝掉后说道 我自己进来的 麒麟脸上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麒麟花便把他的身份和来历 对麒麟说了一遍 怎样 麒麟兄 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 无论是妖族还是神兽 都需要修炼很长时间 才能化成人形 你们那么努力修炼 难道就是为了在这炼妖塔里面 灌一辈子吗 麒麟听后眉头微皱 麒麟花说的确实在里 无论是妖还是神兽 他们之所以想要炼成人形 就是为了可以和人类一样 游戏人间 虽然炼妖塔里的空间很大 但和外面的世界无法相比 很多妖族都向往着 可以离开炼妖塔 麒麟也是一样 你是准备把我收为你的堂上仙 麒麟问道 麒麟花毫不避讳地点点头 麒麟犹豫一下后 最终点头答应 这里我早就待够了 我同意成为你的堂上仙 第935章 一千万的人头 麒麟把名字写在堂单上以后 麒麟花看着她问道 我刚才听那些世神提到般若 她是第七区的管理者对吧 麒麟听到般若的名字后 眼睛里顿时闪过一道冷芒 麒麟花继续问道 你要做清除计划 就是那个般若弄出来的吧 麒麟点点头说道 肯定是 她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笑面虎 一旁的阿虎听到麒麟的话后 打了一个喷嚏 麒麟见状 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说道 我不是在说你 我就是打个比方 阿虎美好气的白了麒麟一眼 林天花看着麒麟问道 除了般若以外 还有谁策划了这次的清除计划 麒麟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般若手下有两个狗腿子 一个叫一木莲 一个叫妖情师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清除计划 应该就是他们三个策划的 般若掌控着整个第七区 一木莲掌控着第七区的治安局 妖情师则掌控着第七区的经济 我在第七区开了几个工厂 和他们也接触过很多次 平日里他们看着都很随和 但一个个都是笑里藏刀 原本打算可以给第七区的妖族人 一个稳定的生活 没想到 他们竟然弄出了一个妖族清除计划 还好我提前收到了消息 将许多妖族人都安置在了我的工厂里 本来我以为波瑞应该不会对我动手 但从那几个世神的话中来看 波瑞是没打算放过我 麒麟的越说越气 身上冒出一股杀气 林天花看着麒麟问道 那你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吗 麒麟听后看向林天花说道 老大 你不会是想要对他们动手吧 林天花拿出一根烟叼在嘴上 阿龙急忙拿出打火机 帮林天花把烟点燃 林天花抽了一口烟后说道 我这次来第七区 就是为了收服第七区的妖族 我当然不能看着妖族被弑神残杀 想要彻底停止清除计划 必须弄死提出计划的人才行 麒麟思索了一下后 觉得林天花说的有些道理 她看着林天花说道 老大 我知道他们的住处 不过他们住的地方 是第七区最出名的妖人区 那里戒备森严 听说还有治安局的人在外面守护 别人根本无法靠近 林天花不懈地笑了一下说道 看来他们也很怕死啊 妖族被欺压得太久了 有些妖族已经失去了血性 这次清除计划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这样可以激发妖族的血性 让妖族重新崛起 我天花会从来不养闲人 我也不是圣母 不会谁都收留 这样对天花会的兄弟们不公平 麒麟认同地点点头 她在第七区开的工厂也是一样 虽然她的本意是想收留 第七区的妖族人 可以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生活 但如果有人偷奸耍华 麒麟会毫不客气地 把对方踢出工厂 当然这也让许多人 对麒麟充满了怨恨 他们正说着 别墅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 麒麟听后急忙看向一旁的监控屏幕 只见别墅门前停了三辆面包车 从面包车上下来二十几个 带着面具手拿武器的人 正在用石头砸向麒麟家大门的钢板 阿龙看着那些人手里 拿着的武器沉声说道 看他们手里的武器 他们应该不像是世神 麒麟面容阴沉地说道 他们确实不是世神 而是被我开除的妖族人 林天花冷笑一下说道 还真是在哪都能遇到白眼狼 这时 一个带着狐狸面具的人 从面包车里下来 手里拎着一把斧子 他走到别墅门前 抬头看向别墅大门 一旁的监控摄像头 伸手把脸上的面具摘掉 露出了他原本的面貌 那个人长相尖嘴猴腮的 一看就不是本分人 他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对着监控摄像头挥了挥手 说道 麒麟先生 你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吧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我叫贝老五 就是被你开除的那个人 而我身边这些人 也都是被你开除的妖族人 你宁愿找一些 弑神来工厂做工 都不愿意用我们 你是不是被弑神童话了呀 不过没关系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只要钱给够 我也愿意当弑神的狗 就像这一次 波耳大人开价 一千万买你的脑袋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在这里 你看看你 你住在大别墅里 周围的环境这么好 不愁吃不愁穿 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而我们特么就要睡在下水道里 你特么还不给我们兄弟一条活络 那你就别怪我们了 贝老五说完以后 拿着斧子 对着别墅大门外面的钢板 用力地砸了好几下 一脸猙獰地说道 喂 七零 你应该听到我刚才的话了吧 怎么还想躲在别墅里装死 别以为你弄这些钢板 就能拦住我们 等我们进去以后 我会让你把欠我们的 都还给我们 贝老五说完以后 对他的手下摆摆手 他的手下 立刻拿着电焊机走上前 林天花他们 在监控里 看着别墅门口的那些人 他们拿着电焊机 在别墅门口的钢板上 焊了几个圆环 随后又拿铁链穿过圆环 挂在面包车后面 贝老五看着监控摄像头 冷笑着说道 这钢板确实很结实 就是不知道 固定钢板的螺丝 有没有那么结实了 麒麟听后 眉头皱起 这些钢板 都是在他的工厂里制作的 第七区那些有钱人 家里弄的防护钢板 也都是麒麟工厂生产的 这次清除计划 其实收益最大的是麒麟 这也是波热 想要弄死麒麟的一个原因 他想要让第七区的主要经济 都把控在世神手里 可麒麟工厂里生产的东西 占据了第七区30%的产业 所以 麒麟要死 当时波热让麒麟生产 防护钢板的时候 麒麟当时就发现了一个漏洞 那就是固定钢板的加固螺丝 第936章 麻烦解决 麒麟沉生说道 当时生产这些防护钢板的时候 贝老五还没有被开除 他肯定知道 这些防护钢板的缺陷 在固定螺丝 只要将着力点附着 在固定螺丝上 就可以将这些钢板拽出来 麒麟花看向麒麟说道 难道你当时只加装了钢板 没弄一点机关什么的吗 麒麟摇摇头说道 第七区的治安一直都很好 当时波热定这些钢板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些纳闷 没想到 原来他们早有计划 而我在知道 他们弄出的清除计划时 也已经晚了 根本来不及涉及其他机关 麒麟花听后 无所谓地说道 我就是随口问问 至于门外的那些人 杀了就好了 麒麟的别墅距离市区很远 她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当然这只是进入炼妖塔以后 主要因为炼妖塔里 实在没有什么 值得让她激动的东西 所以麒麟才把别墅盖得这么远 这周围只有麒麟家一栋别墅 麒麟并不知道麒麟花的实力 不过她知道阿龙和阿虎的实力 她搜索了一下后说道 凭借我们三个人对付他们 应该也不难 麟天花轻笑了一下 随后对阿龙点点头 阿龙将一旁的帆布包拿起来 放在桌子上打开 帆布包里放着两把白霸子冲锋枪 还有许多装满子弹的弹夹 阿龙和阿虎的长相和穿着 好像汉匪一样 十分凶悍 此时 贝老五正在让面包车拖拽铁链 别墅房门外的钢板 发出一阵吱嘎吱嘎的声音 阿龙拎着歪把子冲锋枪 向门口走去 他把别墅的门打开后 露出了别墅外面的钢板 他用枪托砸了砸钢板 发出一阵咚咚的声音 贝老五听后急忙伸手 那三辆面包车纷纷停下来 贝老五走到钢板前 脸上露出小人得知的笑容说道 怎么了 麒麟先生 是怕了吗 没关系再等一会儿 我们就会把钢板拽下来 到时候 我们进来好好陪陪你 贝老五刚说完 钢板上的一个巴掌大的小门 突然被拉开 那个小门 是麒麟专门设计 查看外面情况的探视口 贝老五还以为 麒麟是准备向他们求饶 他晃晃悠悠 好像小痞子一样 走到探视口前 他把眼睛贴在探视口上 一脸轻蔑地说道 怎么的 怕了 如果你害怕了 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大家都知道 我贝老五最好说话了 贝老五刚说完 就听到阿龙的骂声 在屋里传来 我弹你嘛 阿龙说完后 猛地将歪霸子 冲锋枪的枪口 从探视口筒的出去 歪霸子冲锋枪的枪口 直接捅在贝老五的眼睛上 啊 贝老五疼得大叫一声 身体急忙后退 他伸手捂着眼睛 鲜血从他的手指缝中流出 看样子 他的眼睛应该是保不住了 这时 阿龙对着外面扣动扳机 突突突 一阵枪声响起 贝老五的手下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死好几个 还好贝老五刚才弯腰捂着眼睛 要不然 他也会被子弹击中 贝老五急忙躲到一边 神色惊慌地喊道 麒麟 你竟然敢用枪 清除计划已经规定 不让使用火器 你这是找死 我现在就给清除队打电话 林天花看向麒麟问道 清除队是干什么的 麒麟面色凝重地说道 清除队是般若 为了这次清除计划 特别组织的一支队伍 清除队里的人都是高手 我曾经见过清除队出手 他们几乎都是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 麒麟说完后 面色凝重地看着监控画面 只见贝老五躲在钢板旁边 拿出电话正准备打电话 林天花冷笑一下对麒麟说道 把门打开 麒麟听后 神色掀视一顿 随后急忙点点头 按了一下遥控按钮 钢板缓缓升起 贝老五见状 急忙向后跑躲在一辆面包车后面 阿龙和阿虎拎着歪把子冲锋枪 从别墅里走出来 贝老五和他的手下 全部都躲在面包车后面 贝老五一脸焦急地看着手机 麒麟住的地方比较偏远 手机信号不是太好 贝老五拨通了号码后 半天都没有接通 TMD 这是什么破信号 快点接通啊 这时 林天花的声音 突然在贝老五身后传来 可能是你的手机不行吧 要不换我的试试 贝老五还以为是他的手下说的 他回头看向 林天花递过来的手机 刚要伸手去拿 林天花突然伸手 猛地给了贝老五一个大嘴巴 让你拿你 还真敢拿是不是 随后 他一把抢过贝老五的手机 将手机挂断后 扔在地上一脚踩碎 贝老五这脸 看向林天花 一脸愤怒地骂道 你TM谁啊 林天花冷笑一下说道 杀你的人 贝老五听后 脸色顿时一变 他急忙伸手摸向身后藏着的匕首 当他把匕首掏出来后 林天花突然抓住贝老五 握着匕首的手 将匕首对着贝老五的脖子 连捅了七八下 扑扑扑 鲜血顺着贝老五的下巴流出来 贝老五瞪着眼睛 看着林天花 身体靠着面包车慢慢滑下来 坐在地上没了动静 贝老五的手下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惊慌的表情 他们没想到 麒麟还有帮手 快跑 贝老五的手下 把手里的武器扔掉后 转身就跑 林天花对阿龙和阿虎使了个眼色 两人点点头 拿起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那些人一顿扫射 那些人很快便倒在地上 林天花拿出一根烟 掉在嘴上点燃后说道 全都弄死 别留活口 阿龙和阿虎将匕首拔出来 走到那些人身边挨个抹了脖子 一边的麒麟 看得心中一惊 他没想到林天花的手段 竟然如此狠了 林天花看着麒麟说道 如果你被他们抓到 下场应该更惨吧 麒麟听后 瞬间便释然了 刚才那些人的样子 他在监控摄像里都看到了 那样子 明显是奔着整死他来的 如果麒麟被贝老五他们抓住 他必死无疑 林天花抽了一口烟说道 擒贼仙擒王 既然清除计划是般若挑起来的 他肯定要加入进来才有意思 我们去找他 第937章 守卫森严的富人区 林天花一行人 开着车向富人区驶去 富人区在一个江星岛上 整个江星岛只有一条路口 那条路口上 有许多鹤枪实弹的人在守护 麒麟把车停在远处说道 我们如果要是硬闯 那些守卫肯定会攻击我们 而江星岛四周的水是从明河引过来的 只要沾到明河水 身体就会快速腐烂 所以想要进入江星岛 只有这一个路口 林天花听后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把江星岛的路口炸了 那江星岛上的那些富人 岂不是都要困在岛中 麒麟说道 进入江星岛的那条大桥 是般若钉着建造的 用了许多加固的建筑材料 即便是把桥下都铺上炸药 也不一定能把大桥炸它 林天花脸上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阿龙在一边说道 这江星岛上住的都是富人 那些参加清除计划的人 就没想过来这里干一票吗 如果他们一起冲进江星岛 江星岛上的那些守卫 应该拦不住吧 麒麟说道 不要小看这些世神的人性 你们看那脸 麒麟说完后 只向不远处 只见不远处停了一个香氏货车 那辆香氏货车用树枝挡着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着 林天花突然发现 香氏货车的车窗里有反光 望远镜 看来还是有人在盯着富人区的 麒麟说道 应该还不止一伙人 林天花仔细地看着四周 麒麟说得没错 四周有好几伙人都埋伏在树林中 冥河非常诡异 平时看着清澈见底 而且 冥河中还有人在游动 可只要世神或者妖族 沾了冥河水 身体就会快速腐烂 曾经有人想要在冥河上放船 奇怪的是 船可以浮在水面 但只要有人坐上船 船就会沉 富人区建在这江星岛上 可以说是一手难攻 除非可以突破大桥上的守卫 不然没有方法进入江星岛 大桥上有二十多个 鹤枪实弹的守卫 再来回巡逻 大桥的末端 还有两个楼望塔 楼望塔上也有人把手 那些人都拿着枪 想要进去 确实很难 这时 林天花突然看向一边说道 看来有人忍不住了 麒麟他们顺着林天花的目光看去 只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桥边的芦苇丛里 慢慢靠近大桥下面 他们应该接受过专业训练 由于距离太远 林天花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士神还是妖族 他们用专业工具绑在大桥下面 随后又在大桥下面安装锁锯滑轮 做好这一切后 一个人倒挂在大桥下面慢慢向大桥对面爬去 那个人一边安装锁锯一边安装滑轮 两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桥对面 那人从到了对岸以后 拿红外线激光笔对着对岸发了一个信号 很快 那个人的同伙也按照刚才那个人的方法 也爬到了桥对面 林天花看着那些人低声说道 看他们的手法 他们应该是老油条了 麒麟陈生说道 这里再平时也不会让人靠近 他们不仅知道利用明河边的芦苇 还知道大桥下面的构造 我觉得 林天花眼睛眯了一下 说道 坚守自盗 麒麟点点头 伸手指着最先过去的那个人说道 你们看那个人 他好像在找什么 我已经研究过江星岛的构造 那个人应该是在找下水口 江星岛的下水口 紧接着整个富人区的下水道 到时候 他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富人区了 不过富人区里 应该也会有守卫在巡逻 麒麟话音刚落 就看第一个过桥的人 在桥下找到了一个下水口 他将下水口打开后 对着其他人摆摆手 那些人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了富人区 阿龙看着林天花说道 老大 我们要不要也按照他们的方法 进入富人区 林天花嘴角微微上扬 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他说完后 直接拿出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大桥上的守卫扣动扳机 突突突 一道火蛇从枪口喷出 几个守卫被子弹击中倒在地上 剩下的守卫剑撞 急忙找东西掩体 随后拿出枪 对着林天花所在的地方扣动扳机 吐吐吐 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 林天花他们急忙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 埋伏在富人区周围的人 听到枪声后 全部躲藏起来 有几个人因为害怕开车想要离开 那些守卫见状不由分说 直接对着他们扣动扳机 哄 那辆车上的人还没来得及逃跑 汽车就炸了 阿龙看着大桥上密集的火光不解地说道 老大 你这个一弄 富人区的戒备肯定会更加森严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我要的是富人区打破自己定的规则 麒麟在一边说道 我明白老大的意思 现在参加清除计划的人都使用冷兵器 因为不惹说不让用枪 现在可是很多人都看到了富人区的守卫开枪 那规则自然不攻自破 林天花轻声说道 不过还要再推波助澜一下 他看向阿虎问道 都拍下来了吗 阿虎拿着一台电视台专用的摄像机说道 老大 都拍下来了 林天花对麒麟说道 现在电视台被我烧了 只能拥有你的几个商场了 麒麟点点头 一个小时后 十几个世神正站在一家商场门口 他们正想着 怎么才能把商场的钢板打开 突然商场的大屏幕亮起 那些世神疑惑地看着大屏幕 只见大屏幕上正在播放富人区的守卫 用枪攻击一辆面包车 我知道这里 这里是富人区 巴嘎 这也太不公平了 既然妖族清除计划 已经改成了全民清除计划 那他们也要遵守规则才行 他们挑起了全民杀戮 然后他们找一帮守卫 在别墅里吃着牛排喝着养酒 看着热闹 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啊 我早就说 我们不能盲目地杀戮 我们应该趁着这段时间 改变我们的生活 听说富人区的花园里 都镶嵌着宝石 巴嘎 去搞枪 抢了富人区 第938章 倒卖军火 林天花把富人区守卫开枪的视频 在麒麟的商场大屏幕中播放出去后 第7区参加清除计划的人彻底释放 完全抛开了规则 林天花几人站在麒麟商场的天台上 听到第7区越来越多的枪声 老大这招果然厉害 相信现在最害怕的 应该就是富人区的那些世神 麒麟打趣地说道 阿龙看着林天花问道 老大 那我们要不要打进富人区去 林天花抽了一根烟说道 不用那么着急 现在第8区的兄弟还等着吃饭呢 我们怎么也要捞一笔才行 麒麟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这时林天花的电话响起 电话是信义打来的 老大 货到了 林天花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让兄弟们高价把货散出去 阿龙看着林天花惊讶地说道 老大 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 林天花轻笑一下 他刚才问过麒麟 在第7区想弄到枪并不容易 枪都掌握在有钱的世神和治安局手里 普通人很难弄得到枪 林天花接手了孤货鸟的工厂 现在工厂正在加紧赶工制造冲锋枪和子弹 一批一批的冲锋枪和子弹 从太岁的地下通道运到了第7区 林天花让天花惊的兄弟去外面散货 在这个时候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花大价钱来买冲锋枪 太岁在第7区也有业务 他很快就把冲锋枪的消息散播了出去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就有人主动联系信义 正常一把冲锋枪外加一盒子弹 只需要三万块钱 现在信义直接狮子大开口 一颗宝石一把枪 即便这样信义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 信义带着天花惠的小弟来到一个废品回收站 过了没一会 一辆箱是货车开来 货车停下后 从里面走下来几个带着面具的世神 林天花对信义说过 无论是世神还是妖族 只要有给钱就把枪卖给对方 一个世神拿出一个黑绒袋子扔给信义 信义打开袋子后 看到里面装着十颗宝石 品质还不错 信义说完后 对着天花惠的小弟拜拜 两个天花惠的小弟 抬着一个木箱走出来 他们把木箱打开后 只见木箱里放着十把崭新的歪把子冲锋枪 外加十盒子弹 信义教会那些世神如何使用后 那些世神便开车离开了 马面叼着一根烟说道 真没劲 我还以为他们拿了枪 以后会黑吃黑呢 正好我们可以把他们全部干掉 信义说道 现在第七区到处充满了杀戮 黑吃黑的事肯定会出现 让兄弟们小心一点 老大说了 只要有人敢黑吃黑 就把他们的皮疤了挂起来 让人知道 敢和天花会黑吃黑的下场 马面听后 激动地点点头 妖族虽然朴素 但他们骨子里都流淌着好战的血液 这时 信义的电话再次响起 他接通电话后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阴沉的声音说道 我要二十把枪和四十盒子弹 信义和电话里的人商量好交易的地方后 他挂断电话对马面说道 来活了 随后 他们一帮人开着车 向交易地点驶去 天花会的手下 全部拿着枪 这次信义带了很多人过来 就是为了 防止别人黑吃黑 让他们的车 开到一条偏僻的公路上时 一阵灯光 在他们汽车后面亮起 信义坐在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 回头看去 只见十几辆摩托车 正在快速接近他们 马面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看向信义问道 看来是笨着我们来的 信义嘴角微微上扬 他看向车上的小弟说道 超家伙 天花会的小弟听后 脸上顿时露出争鸣的笑容 他们在后座拿一个帆布包 一个小弟把帆布包打开 里面装的有歪把子冲锋枪 还有五连发裂枪 马面一边开着车 一边向后伸手说道 我喜欢用五连发裂枪 给我拿一把过来 天花会的小弟 拿出一把五连发裂枪 上堂后交给马面 信义则拿了一把歪把子冲锋枪 当那些骑着摩托的人 靠近信义他们的面包车时 嘴里发出一阵兴奋的吼叫声 那些骑摩托车的人 把信义他们当成了猎物 殊不知真正的猎物 其实是他们 那些骑着摩托车的人 都是士神 一个士神骑着摩托车 靠近信义他们的面包车 随后他从摩托车后面 抽出了一根棒球棍 他轮起棒球棍 准备砸向面包车的车窗 就在这时 面包车的车窗突然落下 马面一脸冷笑地 看着那个士神 随后将五连发裂枪的枪口 只向那个士神说了一句 拜拜 那个士神脸上 顿时露出惊恐的表情 就听砰的一声枪响 一道火光从枪口中喷出 五连发裂枪里的钢珠 把那个士神身上 打出了十几个血窟窿 摩托车顿时失去控制 摔倒在地上 带着那个士神 拖行得很远 就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辆摩托车直接爆炸 其他骑着摩托车的士神 还没有反应过来 面包车的车窗全部打开 信一地握着一把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那些士神扣动扳机 天华会的小弟 也对着那些士神开枪 现在他们有自己造枪的工厂 根本不用担心子弹会打光 一阵枪声过后 那些骑摩托车的士神 全部倒在地上 摩托车也撞在一起 爆出一股火光 有吼 马面一脸兴奋地喊道 以前他们在第八区的时候 一直被士神压制 好似过街老鼠一般 直到跟了林天花 以后他们才挺着腰杆 这也让他们对林天花 无比地忠诚 他们把枪收起来后 向交易的地点驶去 第七区买枪的人很多 有的是为了自保 有的是为了打劫 还有一些平时心理压力太大 单纯想要享受杀戮的人 此时 第七区的掌控者 波瑶正在他的庄园中 举办宴会 参加宴会的人 都是波瑶的心腹 其中就有一幕帘和邀请师 第七区的天空上 有许多红点闪烁 那些红点 是波瑶弄出来的天网 说白了 就是一个个的高清摄像机 波瑶可以通过那些摄像机 看到第七区的情况 原本他们还一脸幸灾乐祸地 看着监控画面 直到他们看到 一帮士神拎着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一个士神开的商场扫射时 才感觉不对劲 第939章 鬼斩 八个 他们手里怎么有枪 快让清除队 把这些拿枪的人都给我杀掉 波瑶一脸愤怒地说道 波瑶的身高不高 只有一米七 是一个光头胖子 左侧脑袋上 还闻了一个佛字 看着好像帮派大哥一样 波瑶说完后 餐桌上的一个人 站起来沉声说道 我马上就给清除队打电话 那个人的身高和波瑶差不多 也留着一个光头 而他的眉心处 闻了一条天眼 他正是波瑶的心腹手下 宜牧连 宜牧连掌管着第七区的 治安局和清除队 他拿出电话打给清除队冷声说道 第七区有人违反了规则 去把他们处理掉 宜牧连说完后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宜牧君 不是我们不去处理 刚才我们调查到第七区 出现了大量的军火 现在很多人手里都有枪 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处理 宜牧连听后 眉头皱起 他急忙走到波瑶身边 雨了几句 波瑶听后 眼睛里闪过一道冷芒 第七区不是严格进枪吗 那些人手里怎么会有枪 邀请师在一边说道 会不会是从其他区弄过来的 我前段时间听说 第八区有一个工厂在制造枪 而且 傀儡社自己也在贩卖枪械 傀儡社的势力很大 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一目连陈生说道 应该不是傀儡社 清除队的队长刚才说 第七区出现了大量的枪械 傀儡社的枪械价价格非常高 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波瑶看向一目连陈生说道 把枪的事给我调查清楚 同时出动末日战车 一目连听后 眼睛猛地瞇了一下 随后点点头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 治安局外面的防护钢板突然升起 有一些在治安局外面 正在进行杀戮的士神 纷纷停手看向治安局 当治安局的防护钢板升起来后 四辆军用吉普车 从治安局里开了出来 那些军用吉普车后面 都安装着类似加特林一样的重机枪 重机枪后面 都站着一个清除队的人 一个清除队的人 突然将枪口对准旁边看热闹的士神 那些士神脸色顿时一变 这时 重机枪的枪口转动起来 一道火蛇从枪口中喷出 子弹打在那些士神身上 直接穿透了士神的身体 短短两三秒钟 那十几个士神全部被杀 这四辆吉普车 便是波尔说的末日战车 波尔在策划妖族清除计划的时候 已经想到 可能会出现混乱的情况 所以他从傀儡社那边 订了四辆末日战车 每一辆末日战车上 都配有重型机枪 甚至还有榴弹炮 而且末日战车上的清除队 队员手里 也都拿着最先进的冲锋枪 一个戴着鬼脸面具的士神 拿出电话 打给宜牧连说道 宜牧君 我是鬼斩 末日战车已经出动 宜牧连沉声说道 必须把那些破坏规则的人 全部斩杀 让他们知道 触犯了第七区的规则 下场有多惨 同时查一下那些枪的来源 鬼斩听后将电话挂断 他们有天网的帮助 很快便发现 有一个居民楼传来枪声 鬼斩对开车的司机沉声说道 去那里 十几分钟后 一辆末日战车 和两辆黑色越野车 停在一栋居民楼外面 那栋居民楼 差不多有十几层高 鬼斩从车上下来后 将他的大刀 从车里拽出来 他的那把大刀 足有一人高 有三个成年人的手掌那么宽 刀身外面 缠着一层白布 白布上可以看到干枯的血迹 鬼斩将刀扛在肩膀上 沉声说道 一会儿看到那些开枪的人 尽量抓活口 清除队的人听后 恭敬地喊道 是 鬼斩队长 随后 鬼斩带着清除队的人 走进居民楼中 那个居民楼 一共有十几层 每一层都有二十几个房间 当鬼斩走进那栋居民楼后 突然听到一阵枪声 在楼上响起 他立刻带着人 向楼上跑去 当他们来到二楼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直接二楼房间的门全部打开 有的房间里 还有鲜血流出 这帮疯子 现在已经开始了 无差别的杀戮 鬼斩说完后 继续带着人向楼上跑去 当他来到五楼的时候 听到一阵踹门声 鬼斩从楼梯口走出来 只见一个染着黄毛的士神 手里拿着一把歪巴子冲锋枪 正在踹一个房间的房门 那个黄毛士神脸上 露出争鸣的表情 他一脸兴奋地吼道 巴嘎 把门打开我 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 不然等我进去 我一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黄毛士神刚说完 鬼斩的声音突然传来 我们是清除队的 把你手里的枪放下 黄毛听后 扭头看向楼梯口 第七区的人都知道 只要第七区出动清除队 被清除的目标必死无疑 如果是以前 黄毛士神听到清除这三个字 都容易吓得腿肚子转睛 可他现在手里有枪 他一脸凝笑地 看着鬼斩和清除队的人 疯狂地吼道 巴嘎 清除队又能怎么样 给我死 黄毛士神握着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鬼斩和清除队的人 扣动扳机 一个清除队的队员急忙喊道 队长小心 最后两个清除队的队员走上前 打开防护盾 挡在鬼斩身前 防护盾 不知道是有什么材质制成的 子弹打在防护盾上 发出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但并没有打穿防护盾 咔咔咔 很快 一梭子子弹就被打光了 黄毛士神 健壮拿出弹夹准备换子弹 鬼斩眼神中 闪过一道冷芒 只见他的脚下猛的一用力 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鬼斩 出现在黄毛士神身前 黄毛士神 顿时紧张地抓着弹夹 插在冲锋枪上 而就在他准备拉枪栓的时候 两道寒光突然闪过 黄毛士神 突然感觉他的手 好像失去了知觉 他低头看去 只见他的两条手臂 从手肘处齐齐断开 掉在地上 啊 一阵剧痛感袭来 疼到黄毛嘴里 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鬼斩握着大刀 架在黄毛士神的脖子上 冷声问道 你手里的枪 是在哪里买的 第940章 埋伏 黄毛士神 把他从信仪那里买枪的事 对鬼斩交代了一遍 就在黄毛士神 准备求饶的时候 鬼斩一刀 砍掉了他的脑袋 随后 鬼斩握着刀 在走廊里 慢慢地走着 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 当他走到一户人 家门口的时候 突然停下脚步 只见那户人家的门上 贴了一个类似 名片大小的纸片 纸片上写着贩卖军火 官方备案 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最后 鬼斩要走到 下一户人家门口 那户人家的房门上 同样贴了一张小纸条 这个办法 是林天花想出来的 他总不能拿着广播喇叭 宣传他在卖军火 而这种办法是最有效 也是最直接的 信仪现在的电话响得不停 都是看到 纸条要买军火的人 巴尬 鬼斩愤怒地骂了一句 他伸手想要 把那张小广告抠下来 给他抠了半天 把小广告抠碎了 他也没把小广告抠下来 这种小广告沾上 容易想要抠下来 那可就难了 鬼斩拿出电话 把小广告的事 告诉波瑶 波瑶听后 愤怒地把酒杯摔在地上 陈生说道 一定要把那些 卖军火的人 给我找出来弄死 鬼斩听后挂断电话 随后拨通了纸条上的号码 但电话号码 一直在战线中 他一连打了十几分钟电话 才接通 信仪的声音 在电话里传来 有什么事 鬼斩沉声说道 买枪 信仪问道 买多少 鬼斩犹豫一下后说道 你那有多少 我买多少 钱不是问题 信仪听后 不懈地冷笑一下骂道 你二逼吧 随后 信仪将电话挂断 信仪贴小广告的时候 林天花对他说过 第七驱的人 肯定会想办法钓鱼 在第七驱 有钱人肯定不会参与 清除计划 除非是那些 想要找刺激的有钱人 而那些有钱人 也不会在他那里买枪 至于那些没钱的 顶多买个一两把 一些小帮派 可能会买个十几把 但也不会太多 像这种一次 要很多把枪的人 大多都是钓鱼的 鬼斩看着挂断的电话 脸色气得通红 巴嘎 竟然敢骂我 如果让我抓到你 把你们全都变成人棍 鬼斩说完后 看向清除队的人说道 你们挨个给他打电话 都聪明点 一定要把那些人找出来 清除队的人听后 急忙点头 几分钟后 一个清除队的队员 挂断电话后 一脸兴奋地对鬼斩说道 鬼斩队长 对方上钩了 他约我去承熙废铁厂交易 鬼斩听后 眼睛顿时一亮 他沉声说道 快去承熙废铁厂 遇到那些卖军火的人 不用废话 全部弄死 清除队的人站直喊道 是 队长 随后 他们一帮人开车 向承熙废铁厂驶去 此时 信仪坐在一辆面包车里 拿出电话打给林天花 老大 刚才第七区的人 给我打电话要枪 他们应该是治安局 或者清除队的人 我把他们引到了 承熙废铁厂 林天花坐在一辆面包车里 说道 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过去 承熙废铁厂里 堆满了废弃的铁料 还有一些废弃的汽车 练腰塔里的空间 虽然很大 但资源毕竟有限 所以 每个区都有废品回收厂 那些废品回收了以后 会重新加工利用 清除计划开始以后 不想惹事的人都躲了起来 以防被人杀死 很多小厂子都关门了 包括这家废铁厂 信仪在这家废铁厂里 做了好几场交易 她对这家废铁厂里面的格局 也算了解 很快 三辆车便来到了废铁厂外面 一个清除队的人下车后 把废铁厂的门打开 随后 鬼斩带着人进入废铁厂里 他们在废铁厂里绕了一圈后 把车停在一块空旷的地方 鬼斩冷声说道 那些贩卖军火的人怎么还没来 再给他们打个电话 鬼斩看着自己的手下说道 那名清除队的队员 急忙拿出电话 拨通了信仪的号码 这时 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响起 鬼斩听到铃声后 眼睛看向四周 他对清除队的人 做了一个手势 清除队的人拿着枪立刻下车 向铃声传来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堆报废车后面时 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那里 清除队的人 急忙用对讲机告诉鬼斩 鬼斩听后 拎着大刀从车上下来 当他看到那辆面包车的时候 对他的手下做了个手势 清除队的人 慢慢向面包车靠近 面包车里的手机铃声 一直在响 鬼斩站在面包车不远处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他们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不好 可能是圈套 别开车门 鬼斩意识到不对劲后 急忙对他的手下喊道 小心 然而他还是说晚了 一个清除队的人 伸手拉开了面包车的门 突然一股火光爆起 面包车顿时炸开 原来信一早就在面包车里 放了炸弹 炸弹的威力很大 将面包车四周的 清除队队员全部炸死 炸弹的冲击波 将鬼斩的衣服 吹得烈烈作响 鬼斩猛地拔出刀插在地上 紧紧地抓着刀柄 不然他很可能会被 炸弹的冲击波吹飞 鬼斩这次来废铁厂 一共带了三十多个人 刚一个照面 就死了一半 鬼斩知道上当了 他急忙对手下人喊道 我们上当了 小心 鬼斩刚说完 一阵枪声突然响起 鬼斩猛地抬头 看向一辆废弃的汽车 只见几个天华会的小弟 拿着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他们扣动扳机 鬼斩猛地将刀 从地上拔起来 一扭刀柄 只见他的刀的刀刃 竟然变宽了一倍 子弹打在刀刃上 清除队的人也急忙找地方掩体 一个清除队的队员 爬上末日战车 使用重机枪 对着枪声传来的地方扫射 信一躲藏在一辆废弃的汽车里 看着末日战车上的重机枪 冷笑一下 他打开帆布包 从帆布包里 拿出一颗手榴弹 信一拉开引线后 将手榴弹 对着末日战车扔了过去 手榴弹滚到末日战车下面炸开 就听轰的一声 末日战车发生了爆炸 第941章 抢车 末日战车被炸毁以后 天华会的小弟 再次对着清除队的人开枪 清除队的人再次死伤大半 最后只剩下了三个 鬼斩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他握着刀 躲到一辆废弃的轿车后面 拿出对讲机呼叫支援 其他三组清除队的人 听到鬼斩的话后 急忙向废铁厂开去 林天花知道 清除队和治安局 就是般若的刀 只要把清除队和治安局灭了 就等于断了般若的双手 林天花和阿龙 还有阿虎开车 也在向废铁厂驶去 阿龙突然看向后视镜 对林天花说道 老大 后面有车跟上来了 林天花打开车窗 向后面看去 只见几辆车 在他们后面快速驶来 当林天花看到一辆 吉普车上的重击枪后 猜到对方应该是清除队的车 看他们的方向 应该也是去废铁厂 既然遇到了 当然不能让他们去废铁厂支援 林天花说完后 阿龙说道 老大他们手里都有枪 我们只有刀 能拦得住他们吗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一会儿等那些车 从旁边经过的时候 你尽量靠近最后面那辆吉普车 林天花说的吉普车 就是末日战车 阿龙听后点点头 很快 那些车便追上了林天花他们的车 那辆末日战车 开在最后面 就在末日战车 与林天花他们的车气瓶的时候 阿龙跪向末日战车的方向 打了一下方向盘 他们的车 慢慢靠近清除队的末日战车 末日战车上 坐着四个清除队员 他们一脸不善地盯着林天花的车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林天花脸上 戴着的面具时 不过他们并没有把林天花三人放在眼里 甚至才在车里打趣地说道 这些跳梁小丑 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杀戮者 他们刚说完 林天花突然对着末日战车里的清除者 伸出一根中指 那些清除者见状 脸上顿时露出愤怒的表情 巴嘎 他竟然敢对我们恕中指 他们是不想活了 坐在后排的清除者说完后 把车窗放下来 手里拿着一把冲锋枪对着林天花 就在清除者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 林天花突然把车门打开一把 抓住清除者伸出的枪口 随后身体一跃 顺着末日战车的车窗钻了进去 阿虎见状急忙对阿龙说道 再靠近一点我去帮老大 阿龙急忙点点头 再次把车向末日战车靠近 这时阿虎也将车门打开 他身体猛的一用力 从车里跳出去抓着末日战车的边缘 跳进了放中机枪的后车厢中 前面一辆车开车的人 发现了后面的异常 他急忙说道 有人在攻击末日战车 车里的人听后 纷纷向后看去 他们刚好看到 阿虎跳上末日战车 清除队的人急忙拿出冲锋枪 从车窗伸出 吐吐吐 清除队的人对着阿龙的车扣动扳机 阿龙急忙把头低下 猛打了一下方向盘 就听一阵车窗破碎的声音传来 有几颗子弹擦着阿龙的头皮飞过 阿虎听到枪声后 看向阿龙的车 他知道 阿龙的车坚持不了多久 他急忙看向身前的重机枪 这么的 这东西怎么用 阿虎抓住重机枪 摆弄了几下 突然他发现 重机枪的手柄上有一个按钮 他尝试着用大拇指摁动按钮 重机枪的枪口突然旋转起来 还没等阿虎反应过来 一道火蛇从重机枪的枪口中喷出 他差点没抓住重机枪 还好阿虎的臂力惊人 这才没让重机枪失控 他知道如何使用重机枪后 将枪口对准前面清除队的车 阿虎按下重机枪的按钮 就听一阵猛烈的枪声响起 重机枪的子弹 瞬间穿透了清除队的汽车 一股血雾从汽车中喷出 那辆清除队的车 瞬间失控冲向旁边的水沟 阿龙见没有人在攻击他的车 他慢慢抬头看去 只见阿虎抓着重机枪的枪柄 针对着前面一辆清除队的车扫射 阿龙猛踩油门 追上末日战车 跟在末日战车后面 就在阿虎准备用重机枪 攻击最前面那辆清除队的车时 末日战车突然晃动起来 阿虎差点被甩飞出去 还好他紧紧地抓住 重机枪的枪柄 才没有被甩飞出去 这时 阿虎透过吉普车后面的窗户 看向吉普车里面 只见林天花正自己一个人打四个 林天花刚从车窗进入末日战车里 别用手肘狠狠地打在刚才要开枪的 那个清除队队员的喉咙上 周斌以前对他说过 喉咙是人身上比较脆弱的地方 而且 喉咙上有许多穴位 喉咙遭到重机以后 很可能让人喘不上气 造成眩晕 甚至可以一击毙命 当林天花用手肘 砸在那个清除队队员的喉咙上以后 那个清除队队员顿时感到一阵窒息 随后 林天花猛的一脚 将后座另一个清除队队员 从车上直接踹了下去 车内的空间太小 无法使用砍刀 坐在副驾驶的清除队队员 从靴子中拔出一把匕首 对着林天花猛的刺去 然而 他的速度在林天花眼中 犹如慢动作一般 林天花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 用力一拧 就听嘎巴一声 那个清除队队员的手腕 直接被林天花扭断 骨头从皮肤下面刺出 看着十分恐怖 与此同时 林天花将对方手里的匕首抢走 他反手握着匕首 对着那个清除队队员的脖子 连捅了四五刀 黑色的血液 顿时从清除队队员的脖子中喷出 喷在了正在开车的清除队队员脸上 开车的清除队队员 下意识地扭动了一下方向盘 末日战车顿时失去平衡 开始左摇右晃 这才有了刚才那一幕 还好那个清除队队员 很快就把车控制住了 他刚松了一口气 突然 他感觉脖子一凉 当他伸手摸向他的脖子时 一股黑色的血液 从他的脖子中喷出 林天花猛的一脚 将那个清除队队员 从车上踹下去 同时他快速地来到驾驶位 他虽然没有驾照 也很少开车 不过他以前也摸过车 林天花把车门拽上以后 看出头对阿虎说道 抓稳了 还没等阿虎反应过来 林天花猛的一脚 直接将油门踩到底 末日战车顿时 犹如猛兽一般窜了出去 第942章 解除封印 林天花开着末日战车 向废铁厂驶去 阿龙则开着一辆战损面包车 跟在后面 此时 废铁厂里传来一阵枪声 枪并不是天花会的人开的 而且清除队的人 他们收到了鬼斩的信息后 快速来到废铁厂 清除队 还有两辆末日战车 在两辆末日战车的重机枪压制下 天花会的兄弟们根本不敢露头 鬼斩握着大刀冷声说道 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我要让他们全部都死在这里 清除队的人听后急忙应试 是 鬼斩队长 这是一阵汽车引擎声传来 只见一辆末日战车开进废铁厂中 鬼斩还以为是自己人来了 并没有当回事 那辆末日战车上的重机枪 突然开始扫射 只不过 扫射的目标并不是天花会的人 而是另外两个末日战车上 控制重机枪的人 突突突 一道火光喷出后 那两个在末日战车上 控制重机枪的清除队队员 直接被打成筛子 身上喷出一股血污 别的清除队的队员 健壮神色顿时一宁 他们一时间没搞懂 为什么那辆末日战车上的人 会对自己人开枪 鬼斩也猛地回头看一下 那辆末日战车 当他看到阿虎后 脸上顿时露出阴沉的表情 他们不是咱们的人 杀了他们 鬼斩说完后 清除队的人 顿时拿着冲锋枪 对着林天花 刚才开来的末日战车 扣动扳机 阿虎抓着重机枪的枪柄 对着清除队的人 一顿扫射 清除队的人 知道重机枪的威力 冲机枪的子弹 穿透性很强 就算是鬼斩手里的那把大刀 也扛不住重机枪的攻击 阿虎看着那些 四处躲藏的清除队队员 一点兴奋地骂道 你们这些该死的士神 就是一群老鼠 你们特么跑什么 有种和我正面硬钢的 鬼斩躲在一辆汽车后面 心中暗骂 你把我们当成是特么傻子 和重型机枪正面硬钢 简直就是找死 你妈 怎么我躲在哪里 这家伙就向哪里开枪 我特么好像不认识他吧 八个 我抱他孩子跳紧了吗 他这么针对我 就在阿虎打得正嗨的时候 重机枪里 突然发出一阵咔咔的声音 枪口的火舌 也随即消失 阿虎见状疑惑地说道 怎么回事 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我还没过瘾呢 怎么就坏了 阿虎低头看去 只见弹夹箱里的子弹 已经被他打光了 卧槽 就这点子弹 还没过瘾就没了 鬼斩叫枪声停止后 他小心翼翼地探头看去 当他看到阿虎拿出一盒子弹时 眼睛里闪过一道冷芒 他拔出刀脚下猛的一用力 身体顿时消失在原地 鬼斩的身体 下一刻出现在阿虎身前 他举起刀 对着阿虎的脑袋 砍去 鬼斩的实力确实很强 当阿虎反应过来的时候 鬼斩已经来到他身前 就在鬼斩握着刀 向阿虎的脑袋砍去时 一把砍刀突然挡住了鬼斩的刀 两把刀撞击在一起 发出当的一声 鬼斩扭头看去 只见灵天花出现在他身前 灵天花冷笑一下收回刀 对着鬼斩的脖子砍去 鬼斩的大刀虽然大 但鬼斩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鬼斩从刚才那一刀 可以看出灵天花的实力很强 他不敢大意 急忙用刀挡住了灵天花的攻击 灵天花对着鬼斩连续砍了好几刀 一阵阵金属撞击声传来 鬼斩感觉握刀的手臂一阵发麻 他心中暗道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以前怎么没听说 第七区有这么一号人物 由于灵天花戴着小丑面具 鬼斩无法分辨出 灵天花到底是世神还是妖族 当两人的刀再次碰撞在一起时 鬼斩冷声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搅乱第七区 灵天花冷笑一下说道 清除计划不是你们提出来的吗 怎么能说是我们搅乱第七区呢 我们只不过是给第七区增加一点恶子而已 此时信一带着天花会的兄弟们 出来攻击清除对剩下的人 鬼斩健壮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 他能看出灵天花是这些人的头目 只要杀了灵天花 他们就有可能逆转局势 鬼斩眼神中闪过一道冷芒 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宝石 他将宝石紧紧地攥在手中 啪 宝石被鬼斩一把捏碎 一股强大的灵气涌入鬼斩的身体中 鬼斩的身上冒出一股浓郁的阴气 阴气仿佛燃烧起来一样 阿龙健壮脸色顿时一变 他急忙对灵天花喊道 老大小心 他要借用宝石里的灵气使用弑神的法力 鬼斩听到阿龙的话后 脸上露出阴冷的笑容说道 完了 只见鬼斩双手握着大头 身上的阴气不断地涌入刀中 灵天花见状一把将阿虎甩了出去 阿虎被灵天花甩到一边后 脸上顿时露出焦急的神色 喊道 老大 其他人也紧张地看向灵天花 灵天花脸上的面具则露出争鸣的笑容 他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 竟然把砍刀收了起来 那把砍刀是刀扒给他的 虽然那把砍刀非常坚硬 也非常锋利 但毕竟只是凡物 应该挡不住鬼斩的攻击 鬼斩握着大刀 一脸不屑地盯着灵天花说道 准备放弃了吗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白白浪费了我一颗宝石 灵天花不屑地冷笑一下说道 反派死于话多 你太磨叽了 他说完后 手中也出现一把宝石 灵天花的手掌 用力将那把宝石捏碎 一股浓郁的灵气 顿时钻进他的身体里 那股灵气 直接涌入到他的脑狱中 灵天花的脑袋 顿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鬼斩见状 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说道 你这是不要命了 竟然一下摄取了 那么多块宝石的灵气 你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了灵气的力量 看来不用我出手 你也活不了了 那我就把你的手下全部都杀了 让他们下去陪你吧 就在鬼斩一脸得意的时候 灵天花的嘴角突然上扬 说道 我还真要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教的方法 我一时半会儿 还真无法解除脑欲的封印 鬼斩听后猛地看向灵天花 只见灵天花手中 冒出一道道黑色的藤腕 那些藤腕交织在一起 凝结成悬天斩魔刀 第943章 冲桥 鬼斩看着灵天花手中的 悬天斩魔刀 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 他以为灵天花也像他一样 借用宝石中的灵气 激发法力 鬼斩眼睛里 闪过一道冷芒说道 无论你使用什么法力 今天你们必须死 鬼斩说完后 双手握着大刀横在身前 他身上的阴气全部注入到大刀中 鬼斩突然爆喝一声 血龙卷 鬼斩说完后猛地一刀挥出 一股强大的阴气 从鬼斩的刀中释放出来 那股阴气形成了一个龙卷风 龙卷风中 隐约可以看到一些金属光泽 龙卷风快速向灵天花袭来 阿龙他们见状 脸上顿时露出担忧的表情 老大小心 他们紧张地喊道 然而灵天花握着悬天斩魔刀 并没有出手地打算 鬼斩见状 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说道 你可以去死了 此时 鬼斩使出的血龙卷 已经来到灵天花身前 灵天花突然动了 只见他缓缓举起悬天斩魔刀 对着血龙卷 十分随意地挥出一刀 一道刀缸 顿时从悬天斩魔刀中喷出 直接将血龙卷劈成了两半 消散得无影无踪 鬼斩的表情一宁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灵天花说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一刀就破了我的血龙卷 灵天花伸手轻抚着悬天斩魔刀说道 只能说你 实在是太弱了 你刚才出了一招 现在该我了吧 鬼斩眼就猛地瞇了一下 他知道灵天花的厉害 可现在四周都是天花会的人 他想跑也跑不了 鬼斩只好硬着头皮 举起大刀横在身前 灵天花单手握着悬天斩魔刀啊 对着鬼斩轻描淡写地挥动了一刀 一道刀缸顿时从悬天斩魔刀中喷出 鬼斩双手握着手中的大刀挡在身前 他以为他的刀可以挡住刀缸的攻击 然而悬天斩魔刀的刀缸 却好像切豆腐一般 直接将他手中的大刀砍断 刀缸穿过鬼斩的身体后 消失不见 随后悬天斩魔刀 变成一根根黑色的藤腕 钻进灵天花的手中 灵天花对信仪他们轻声说道 把这边处理一下 我们走 他说完后 只见鬼斩的身体 从中间出现一道血痕 紧接着 他的身体向两边分成两半 内脏和黑色的血液散落一地 天华会的兄弟们见状 顿时感觉心中一阵作呕 主要那场景实在是太血腥了 就连剩下的几个清除队队员 都没忍住吐了出来 很快信仪便回过神来 他带着天华会的小弟 把清除队的人全部杀死后 来到灵天花身边 老大 清除队的人已经全部都解决掉了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信仪看着灵天花问道 灵天花看向末日战车 和清除队的车说道 如果我们开着这些车 应该很容易进入夫人区吧 信仪他们听后 顿时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随后天华会的小弟 换上清除队的衣服 他们一行人 开着末日战车 和清除队的车 向妇人驱使去 这时麒麟拿出一袋宝石 交给灵天花 灵天花疑惑地看向麒麟问道 给我这个干什么 那些宝石都是品质极高的紫宝石 紫宝石中充满了浓郁的灵气 麒麟说道 老大 这些宝石您留着 如果遇到危机时刻 可以捏碎宝石 借用宝石中的灵气使用法力 灵天花轻笑一下 随后将那袋宝石还给麒麟 这些宝石还是你留着吧 我用不着 麒麟听后 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她并不知道 灵天花的情况和它们不一样 它们是被炼妖塔封印的法力 每次捏碎宝石 便有机会借用灵气使用法力 但捏碎一颗宝石 顶多可以使用一次法力 灵天花的法力来自于她的脑郁 而她的脑郁不需要吸收灵气 而是吸收魂力 现在赤蛇在炼妖塔里 帮她卖黑兵 黑兵在炼妖塔里非常畅销 无论是弑神还是妖族 都喜欢吸食黑兵 现在源源不断的魂力 涌进灵天花的身体里 魂力不断地冲击着 灵天花脑郁的封印 灵天花脑郁的封印 其实早已松动 这次她捏碎了宝石 吸收了宝石的灵气 宝石的灵气 加上魂力一起冲击封印 终于将封印解开 现在灵天花不需要捏碎宝石 也可以使用法力 这时信一回头对灵天花说道 老大前面就要到妇人区了 灵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让阿龙他们做好准备 信一听后急忙点点头 随后拿着对讲机 让阿龙他们做好准备 此时阿龙和阿虎 站在末日战车后面 他们抓住重机枪 一脸兴奋地看着 通向妇人区的大桥 大桥外面有许多破损的车辆 那些车辆上布满了弹孔 看来之前有很多人 想要闯进妇人区 毕竟只要进入妇人区 抢一把他们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灵天花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 都在盯着妇人区 那我们就帮帮他们 把那些看门狗处理掉 此时看守大桥的人 也看到了灵天花他们的车队 那些看守大桥的人 都是治安局的 他们顿时警惕起来 拿起枪对着灵天花他们的车队 这时港楼上的一个人突然说道 队长 那些好像是清除队的车 后面还跟着两辆末日战车 治安局的队长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清除队怎么会来这脸 他们不是去调查 在第七区卖枪的那些人吗 用对讲机喊他们一下 问问他们是什么情况 治安局队长的手下听后 急忙点点头 他按着对讲机上的通话按钮说道 清除队 这里是负责看守大桥的治安局 收到请回答 灵天花坐在车上 听到对讲机里的声音后 拿起对讲机说道 这里是清除队 我们有要紧的事 要向拨惹报告 那个治安局的队员 看一下他的队长 治安局的队长 听到对讲机里的声音后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此时清除队的车 已经靠近大桥 眼看就要登桥 治安局的队长 脸色突然一遍说道 有问题 消息 第944章 鬼同玩 治安局的队长 脑子确实很聪明 他之所以觉得 灵天花他们有问题 只因为灵天花 刚才在对讲机说的话中 少了两个字 大人 波耳是第七区的最高领导人 别人见了他 都要叫一声大人 而灵天花刚才竟然直呼 波耳大名 这在第七区可是大忌 开枪 治安局的队长冷声吼道 治安局的队员 听后立刻拿起枪 灵天花见状冷笑着说道 看来是暴露了 那就不用客气了 他拿起对讲机 对阿龙和阿虎说道 开枪 阿龙和阿虎 早就等不及了 他们把重机枪 对着桥上的治安局队员 猛地按下按钮 突突突 一道火蛇从枪口喷出 重机枪的威力非常强大 当枪声响起的时候 就有十几个治安局的队员 被子弹穿透了身体 倒在地上 灵天花猜测的没错 在富人区周围 有许多人都虎视眈眈的 盯着富人区 他们刚才看到 灵天花的车队 还以为是清除队的人 本来他们都打算放弃了 没想到 阿龙和阿虎 竟然直接对着 治安局的人开枪 巴尬 这是什么情况 清除队的人 怎么和治安局的人 打起来了 难道清除队的人 想要造反 管他们呢 只要清除队的人 把治安局的人 全部清理掉 我们就可以进去富人区了 今天干一票 以后吃喝就不愁了 那些参加清除计划的人 都在盯着大桥 他们不光有士神 还有妖族的人 自从灵天花 在新闻大厦里说 妖族清除计划 改为全民清除计划以后 那些妖族 便加入到了清除计划中 他们有很多人 都在信仪那买了枪 他们也想通过 这次清除计划 改变命运 治安局的子弹 打在清除队的车上 发出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清除队的车 是波热在傀儡社 特别定制的 清除队的车 都是防弹车 林天华拿出一个 歪把子冲锋枪 他嘴里叼着一根烟 把车窗打开 把伤口伸出去 对着治安局的成员 扣动扳机 吐吐吐 一道火蛇 从枪口喷出 好几个治安局的成员 被击中 很快 一缩子子弹打光 林天华对信义说道 冲过去 信义点点头 猛地加大油门 对着治安局的设置的关卡 冲了过去 哐当 吉普车把关卡撞开 并把治安局队长 撞飞了出去 那些看热闹的人 见状顿时发出一阵欢呼声 太好了 大桥上的关卡被撞开了 等那些人进去 我们也往里冲 巴嘎 我们要变成有钱人了 此时 波热在庄园中 黑着脸看着大屏幕 大屏幕上的场景 正是进去富人区的大桥 巴嘎 清除队的人想要造反吗 我现在就给鬼斩打电话 一目连冷声说道 他拿出电话 打给鬼斩 很快鬼斩的电话接通 一目连愤怒地骂道 巴嘎 你们清除队想要造反吗 一目连说完后 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你特么跟谁巴嘎巴嘎的呢 小鼻崽子 我们清除队就造反了 怎么的 一会儿让我抓到你 看我弄不弄死你 林天花说完后 直接将电话挂断 一目连气得满脸通红 巴嘎 我要杀了他们 一目连握着武士 刀冷声说道 此时参加宴会的那些富人 脸上没有了刚才开心的笑容 他们现在脸上 布满了担忧和恐慌的神色 波耳大人 现在怎么办 他们已经杀进富人区了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那我们就危险了 对啊 波耳大人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波耳听到那些人的话后 轻笑一下说道 各位放心好了 你们就在这里 该吃吃该喝 我早就想到 会有意外发生 放心 我的这个庄园 是由傀儡社亲自设计的防御系统 除非我在里面将防御系统关闭 不然别人根本就进不来 波耳说完后 拿出了一个按钮 按了一下上面的按键 庄园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震动 庄园里的人 纷纷看向庄园外的监控摄像 只见庄园外面 竟然升起了一面高墙 那面高墙 一直升到了二十多米 与此同时 整个庄园的门窗 也都降下十公分后的钢板 波耳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些钢板 就算是末日战车上的重机枪 也无法法穿 各位可以安心地玩乐 我现在就让治安局的人过来 把那些人一网打尽 波耳说完后 看向一木连 一木连掌控着治安局和清除队 他急忙给治安局的局长打句电话 说道 鬼童丸 立刻派出所有治安局的成员 来到富人区 把进入富人区的所有外来者 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鬼童丸穿着一身治安局的黑色制服 身上披着一件黑色风衣 鬼童丸穿着的制服 有些类似窝国大佐的军装 他挂断电话以后 立刻按响了桌子上的红色按钮 所有治安局的成员 同时收到信息 命令他们前往富人区 鬼童丸按下按钮后 对着门外沉声说道 背车 我们去富人区 守在门外的治安局队员听后 急忙恭敬地说道 是 鬼童丸局长 能看得出 鬼童丸在治安局的威望很大 而且 鬼童丸的实力很强 他的实力甚至不在 一幕联合妖情诗之下 只不过 他并不喜欢争夺权力 不然 一幕联合妖情诗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鬼童丸腰间挂着一把武士 刀向门外走去 那把武士刀也是一把妖刀 刀柄上镶嵌着一颗割血红 这把刀 是般若赠予鬼童丸的 鬼童丸曾经使用这把刀 杀人无数 这把武士刀镶嵌的割血红以后 可以自动地聚集灵气 辅助鬼童丸施展法力 由此可见 般若对鬼童丸也很重视 当鬼童丸带着人 接近妇人区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枪声传来 鬼童丸透过车窗 看向通向妇人区的大桥 只见大桥上 有许多戴着面具的杀戮者 想要冲进妇人区 而守桥的治安队队员 只剩下了十几个 鬼童丸的车开到大桥上后 鬼童丸冷声说道 停车 第945章 不开门的下场 当鬼童丸的汽车停下后 鬼童丸推开车门 从车上走下来 此时大桥上的杀戮者 和治安局的人子弹 已经打过 他们纷纷抽出武器打在一起 鬼童丸将武士刀 从刀鞘中拔出 只见那把武士刀上 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杀气 那把武士刀的杀气 甚至让周围的温度 都下降了许多 可见那把武士刀 以前沾染了多少人的鲜血 鬼童丸握着武士刀 向那些杀戮者走去 就在鬼童丸 距离一个杀戮者 不到十米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 随后一道寒光 从那个杀戮者的脖子划过 扑 鬼童丸手里的武士刀 好似切豆腐一样 把那个杀戮者的脖子割断 鬼童丸又看到了 十几个杀戮者手里 握着武士刀 准备和治安局的队员肉搏 他握着武士刀眼睛里 闪过一道冷亡 冷喝一声 杀戮之刃 鬼童丸说完后 握着武士刀 对着那十几个杀戮者 猛地一刀劈出 鬼童丸手中的武士刀 爆出一股阴气 只见十几道刀影 对着那些杀戮者挥手而去 那些刀刃若隐若无 看着十分诡异 不等那十几个杀戮者反应过来 他们的身体 突然爆出一股血污 鬼童丸一刀 便秒杀了十几个杀戮者 此时 鬼童丸武士刀上的 那个割血红宝石 亮起血光 周围的灵气 顿时被吸入割血红宝石中 而灵气 又被割血红宝石 输送到鬼童丸手中的武士刀中 杀 鬼童丸握着武士 刀冷声说道 他手下的治安局队员 纷纷抽出武士刀 与那些杀戮者肉搏 桥上的杀戮者 只剩下了二十几个 而鬼童丸 这次带了五十多个人过来 这五十多个人 都是鬼童丸暗中培养的杀手 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 而且他们 只忠于鬼童丸 如果不是般若给他下了命令 他根本不会出动这五十个人 那五十个人身上穿着一袭黑衣 脸上戴着特制的鬼脸面具 那五十个人 轻松解决掉了桥上的杀戮者 如果不是鬼童丸拦着 他们很可能连治安局的人也都杀了 鬼童丸解决掉大桥上的杀戮者以后 他接到一目连的电话 让鬼童丸带着人 立刻前往般若的庄园 此时 林天花带着小弟 正在庄园外面 林天花从车上下来 看着二十多米高的高墙 般若庄园里的人 看着监控画面 纷纷打趣地说道 这么高的墙 他们如果没有工具 根本进不来 是的 他们只能在外面 看着我们花天酒地 那些人正说着 突然他们的声音戛然而止 只见林天花猛地一甩手 一条黑色的藤腕 从他的手中伸出 藤腕缠在高墙的顶端 林天花看着星医他们说道 你们先在外面等我 他说完后 脚下猛的一用力 身体快速跃起 下一刻便出现在高墙之上 信医他们倒是想 跟着林天花进去 可那面墙实在太高了 不借用工具 他们根本上不去 林天花从高墙 直接跳进了庄园的院子里 还挺会享受 般若的庄园里 布置得非常惬意 小桥流水 泳池园林样样齐全 邀请师看着监控画面中的 林天花还在安慰众人说道 就算他能跳过高墙 也无法将庄园内的钢板打开 而且我们的人马上就到了 大家不用担心 庄园里的人 已经没有了刚才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们只希望 鬼童玩可以快点赶到 林天花迈着悠闲的脚步 来到了庄园门口 她抬头 看向门口的监控摄像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摆了摆手 然而她的笑容 看着无比猙獰 庄园里的那些弑神脸上 顿时露出凝重的表情 林天花伸手敲了敲 挡在门口的钢板问道 各位是 准备把门帮我打开 还是我自己进去 如果你们帮我打开 我可以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但要是我自己进去 那明年的今天 就是各位的忌日 一目连听后 不懈地冷笑一下说道 覆盖庄园的钢板 都是特制的 她肯定打不开 大家不用担心 鬼童玩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庄园里的弑神 哪里还能听进去一目连的话 他们都在紧张地 看着监控画面 林天花界门口的钢板没有反应 她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说道 这可不要怪我没给各位机会 林天花向后倒退了几步 她的手中 突然出现一条条黑色的藤腕 那些藤腕凝结成玄天斩魔刀 林天花缓缓将玄天斩魔刀举起 随后对着庄园门口的钢板 猛地一刀劈出 一道刀钢砍在钢板上 只见那坚不可摧的钢板 竟如切豆腐一般 被砍出了一道口子 庄园里的弑神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惊慌的表情 他们看向一目连质问道 你不说这钢板是特制的吗 怎么被她一刀 就砍出了一条口子 负责增援的人怎么还没到 八嘎 我们可不想死在这里 一目连脸上也露出凝重的表情 他扭头看向波瑶 波瑶突然冷喝一声 八嘎 你们看看 你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是我国人敬仰的弑神 你们难道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吗 对方只不过就一个人而已 我们有这么多人 你看看你们都被吓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身为窝国的弑神 宁可战死也不能被吓死 都给我拿起武器 我就不相信 我们这么多人杀不死他自己 波瑶说完后 抽出一把武士刀 那把武士刀通体漆黑 出窍后 隐约可以听到恶鬼的哀嚎声 一目连和妖情师也拿出武器 其他弑神听到波瑶的话后 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 波瑶大人说的没错 我们是窝国人敬仰的弑神 而且我们有几十个人 难道还对付不了他自己 各位拿出武器 和波瑶大人一同奋战 波瑶请的这些人 都是第七驱的负伤 当然 第七驱不光只有这些负伤 还有一些妖族的负伤 比如麒麟 但他们并没有在波瑶的邀请名单上 本来波瑶想要通过这次清除计划 把妖族彻底清理掉 稳固人心 让这些负伤全部都听他的 可没想到 灵天花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他的计划 就在这时 庄园的大门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第946章 一目连的眼睛 灵天花用玄天斩磨刀的刀钢 将庄园外面的钢板 砍出了一道门 他猛的一脚 把钢板踹进庄园里 那块钢板的厚度差不多有20公分 钢板掉在地上 发出轰的一声闷响 庄园内的侍神 纷纷看向门口 只见灵天花握着玄天斩磨刀 从门外走了进来 灵天花看着庄园里的侍神 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这里还真热闹 庄园里放着窝国的舞曲 四周的桌子上摆着许多吃的 服务生手中还托着名贵的酒 和外面充满杀戮的世界 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可惜你们 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热闹的景象了 灵天花看着那些侍神面露 微笑着说道 而她的笑容 犹如死神的微笑一般的 让人看着不合理 般若握着一把武士刀走出来 由于灵天花戴着小丑面具 她也分不清 灵天花到底是侍神还是妖族 般若沉声说道 你能来到这里 说明你的能力很强 这里的人掌管着整个第七区 你参加清除计划 并且来到这里 你应该是想要得到 你想得到的东西吧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要喊打喊杀的呢 你可以加入我们 我保证你后半辈子 一事无忧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般若这蛊惑人心的功夫 确实很厉害 如果换成其他人 很可能会被般若的条件打动 只可惜 灵天花进入练妖塔 并不是为了在练妖塔里生活 灵天花走到一个服务生旁边 伸手拿起一杯酒喝了一口 她穿着一身黑色条纹西装 身材匀称 脸上带着令人恐惧的小丑面具 手里拿着悬天斩魔刀 气势要比许多世神都强大得多 灵天花喝了一口酒后 看着波热说道 第七区太小了 所以我对你提出的建议没有兴趣 她说完后 将手里的酒杯一松 酒杯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摔成粉碎 波热健壮 眼神中闪过一道冷芒 小子 有野心是好事 但想要成事 野心必须和实力成正比 和我拼 你有这个实力吗 灵天花听后 眼角顿时抽动一下 她轻声说道 这句词 我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呢 波热说完后 庄园里的世神 纷纷拔出武士刀 现在整个庄园固若金汤 所有出入口 连窗户口 全部都被钢板封着 想要逃跑 只能走正门 而灵天花就站在门口 等于他们现在无路可逃 想要离开这里 只能把灵天花弄死才行 波热冷声说道 杀了他 庄园里的世神听后 纷纷向灵天花冲去 灵天花看着那些世神 轻笑一下说道 不知道你们能扛住我几刀 她说完后 握着玄天斩魔刀 横着砍出一刀 一道刀钢喷出 刀钢从那些世神的胸前划过 那些世神还没等 跑到灵天花身前 身体直接断成两半 倒在地上 黑色的血液喷出 瞬间将地板染成黑色 五十多个世神 被灵天花一刀秒杀了一半还多 剩下的二十几个世神 看着地上的尸体 顿时呆立当场 这 这到底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才能一下杀了那么多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拥有 这么强的力量 然而 灵天花没有给他们 找到答案的机会 他再次挥出一刀 玄天斩魔刀的刀钢 直接将剩下的世神 一刀秒杀 此时 庄园里充斥着血腥的味道 灵天花的鼻子 用力一吸 将那些世神的阴气 吸入体内 此时 庄园里只剩下了波热 和他的两个心腹手下 波热一脸凝重地 盯着灵天花冷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针对我们啊 其实 波热对灵天花是什么身份 并不在意 他问这些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是 想要拖延时间 等着鬼童玩来支援他们 灵天花是出来混的 这点小把戏 都是他玩剩下的 灵天花并没有回答波热的问题 而是再次举起悬天斩魔刀 一目连见状 手中突然出现了几颗紫色的宝石 他猛地将宝石捏碎 一股强大的灵气 涌入到他的身体中 一目连眉心的那只眼睛 突然睁开 对着灵天花 喷射出一道红色的光线 那道红色的光线 犹如激光一般 将地面切割出了一道 深一米左右的口子 灵天花看到那红色射线的威力后 也不敢应接 他的身体急忙后撤 躲开了那红色射线的攻击 一目连见状 脸上露出猙獰的表情说道 巴嘎 你刚才不是很狂吗 现在躲什么呀 灵天花听到一目连的话后 身体一顿 一目连找准机会猛地 用射线射向灵天花的身体 当射线穿透了灵天花的身体后 一目连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笑容 可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久 因为他发现他的激光射线 射穿的并不是灵天花 而是灵天花的残影 这时 灵天花的声音在他身后传来 说道 我很好奇 你的眼睛为什么会射出激光 一目连听后 刚要转身 灵天花的手突然伸过来 一把扣进他眉心的眼眶中 啊 一目连顿时感觉到一股疼痛感 在他的眉心袭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灵天花竟硬生生地 把一目连的眼珠抠了出来 啊 一目连嘴里 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他伸手捂着脑门 鲜血不断地 从他第三只眼睛中流出 灵天花则在一边 把玩着一目连的眼睛 一目连的那只眼睛 入手冰凉 质感犹如水晶一般 摸着非常坚硬 并不像是正常眼球那样软软的 就在灵天花 看着一目连的眼睛时 一目连被抠出来的那只眼睛 瞳孔竟然眨了一下 卧槽 这眼睛是活的 这个东西 应该是用阴气运转的 想到这儿 他将那颗眼球 对着一目连的脑袋 将体内的阴气 注入到眼球中 那颗眼球的瞳孔突然睁开 眼底冒出血红色的光芒 波瑶和邀情师见状 急忙对着一目连大喊 小心 一目连听后 刚准备抬头 突然一道激光 从灵天花手中的眼球中 喷尸而出 激光直接穿透了 一目连的脑袋 一目连的脑袋 被激光穿透的地方 仿佛被岩浆融化了一般 骨头融化成液态 滴落在地上 第947章 波瑶的实力 当一目连的眼珠再次闭上后 灵天花惊讶地说道 没想到这家伙的眼珠子 还是见宝贝 他说完后 扭头看一下 波瑶和邀情师笑着说道 你们两位要不要看看 此时 灵天花已经将阴气 注入到一目连的眼球中 一道红色的激光 顿时从一目连的眼球射出 波瑶和邀情师 急忙躲向一边 灵天花这次注入的阴气非常多 他发现激光的强弱 与阴气有关 注入的阴气越多 激光射出的威力越强 只见激光直接穿透了庄园的墙壁 甚至将挡在窗户外面的钢板 都是切割成了两半 波瑶和邀情师 躲开了激光的攻击后 他们两个相互对视了一眼 随后同时对灵天花发起攻击 邀情师一把将身上的衣服撤掉 只见她的肚子竟然是空的 没有血肉也没有内脏 肚子里只有几根琴弦 灵天花看着邀情师打趣地说道 卧槽 喜欢吉他 也不至于把自己的身体掏空啊 邀情师冷声骂道 巴嘎 给我死 他说完后 伸手拨动肚子里的琴弦 他肚子里的琴弦发出的声音 和民谣吉他非常响 灵天花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他不懂为什么喜欢吉他 不去买一把 而是把身体改造成吉他 不过邀情师弹的曲子 还比较新潮 闹闹 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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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天花听到曲子声后 身体总有一种不受控制的感觉 看来这家伙的琴声 可以迷惑心智 还好老子的魂灵强大 不然还真被这家伙给阴了 灵天花说完后 看向邀情师冷笑着说道 你不是喜欢嗨吗 那老子就让你再嗨个够 灵天花说完后 身体一闪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他出现在邀情师身前 邀情师健壮 脸色顿时一变 他没想到 灵天花竟然没被他的琴声所控制 就在他准备加大力度 换个嗨曲的时候 灵天花突然一把掐住了他的下巴 把他的嘴巴掰开 随后 灵天花手里 拿出一袋药丸 倒进邀情师的嘴里 灵天花一推邀情师的下巴 只见邀情师的喉咙如动了一下 药丸全部都咽了下去 灵天花盯着邀情师脸上 露出一抹坏笑说道 你不是喜欢嗨吗 这次我让你嗨个够 邀情师捂着脖子眼睛 死死地盯着灵天花问道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 灵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你马上就知道了 邀情师听后 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说道 我管你 给我吃的是什么 今天你必死无疑 他说完后 猛地拨动了一下身体里的琴弦 当琴声响起后 灵天花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邀情师的脑袋突然晃动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脑袋 怎么不受控制地摇了起来 这种感觉 好嗨哟 邀情师说完后 用力地拨弄着他身体里的琴弦 他的脑袋 则伴随着音乐声 用力地摇晃着 波耳在一边 看得眼角不断地抽搐 他对这个邀情师大声吼道 你在干什么呢 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处境 邀情师突然看向波耳骂道 我干什么用特末尼管 你个老癖犬子 什么事都让我和一木连去干 你特末子在后面想服 巴嘎 老子早特末 想弄你了 邀情师说完后 伸手拨弄着琴弦 只见一道肉眼可见的音波 对着波耳而去 林田花见状也没一条 说道 这是特末嗨上头了 然而 波耳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握着武士刀 轻轻晃动刀柄 一阵悦耳的铃声传来 那这铃声中 竟隐隐带着泛音 邀情师刚才释放的音波 全部都被泛音挡了回去 然而此时邀情师 已经彻底嗨大了 他对着波耳不停地 拨动琴弦 波耳见状 眼睛里闪过一道寒芒说道 这只能怪你自己找死 他说完后 拿着武士刀 对着妖情师猛地挥出一刀 一道金色的刀钢 从武士刀中喷出 直接将琴妖师 从中间劈成了两半 林田花的眼睛猛地瞇了一下 他感觉到了 波耳刚才释放的 那道刀钢的威力 没想到这家伙 不用捏碎宝石 也能使用刀钢 难道他也解除了 猎妖塔的封印 林田花正说着 他突然发现 波耳握着的武士刀的刀柄上 镶嵌的七颗红宝石中 有一颗红宝石 失去了光泽 割血红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把割血红 镶嵌在了刀柄上 怪不得他即便不捏碎宝石 也可以使用法力 邀情师死了以后 波耳猛地扭头 看向林田花冷声说道 现在该轮到你了 林田花不屑地冷笑一笑 这时 波耳猛地将武士刀举过头顶 武士刀顿时冒出一股金光 林田花并没有躲得打算 他也举起悬天斩魔刀 两人几乎同时落到 悬天斩魔刀中 喷出一道黑色的刀钢 波耳的武士刀中 喷出一道金色的刀钢 两道刀钢撞击在一起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将庄园里的东西冲飞出去 砸在墙壁上 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 信一 他们在墙外听到庄园里的声音后 脸上顿时露出焦急的表情 这是什么声音 信一沉声说道 麒麟在一边面色凝重地说道 虽然我没见过波耳出手 但我听说波耳的实力很强 而且波耳身边还有两个狗腿子 我们必须想办法 进入庄园去帮老大 信一他们听后 急忙开始想办法进入庄园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信一他们向脚步声传来的地方看 只见鬼童丸带着人 正向他们这边走来 麒麟沉声说道 领头的那个人叫鬼童丸 是一幕莲的手下 他的刀法非常厉害 他们肯定是来保护波耳的 信一冷声说道 先把他们解决掉 阿龙和阿虎知道 现在时间紧迫 他们两个听到信一的话后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跳上末日战车 用重机枪 对准鬼童丸按动 重机枪上的按钮 第948章 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鬼童丸的刀法确实很强 他一直认为 他的刀法在第七区 已经无人能敌 平日里交惯了 他带着人 向波耳的庄园走去时 走在他的手下前面 他的手下排长好几排 那样子 好像黑帮大哥 巡视自己的地盘一样 场面弄得排面拉满 就插放一手友情岁月了 鬼童丸距离很远 就看到了信一他们 原本他还想给信一他们 一个下马威 用气势震慑住信一他们 没想到他还没装多久 阿龙和阿虎 直接将重机枪的枪口 对准他们 鬼童丸见状 脸色猛的一变 他知道重机枪的威力 鬼童丸急忙喊道 巴嘎 快躲开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一阵枪声传来 吐吐吐 鬼童丸急忙滚到一边 躲到一个垃圾桶后面 一脸狼狈地趴在地上 而他的小弟 好像割麦子一样 到了一大片 本来他的小弟 不能死那么多 都怪鬼童丸愿意装逼 非要弄阵型 这下可好 他们成了阿龙和阿虎的火把子 阿龙两人根本不用瞄准 只要开枪 就能打到人 一梭子子弹打光后 鬼童丸的小弟 全部被两人用重机枪突突死 五十多个人 只剩下了鬼童丸自己 鬼童丸脸色变得阴冷无比 当他听到子弹打完的声音后 鬼童丸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握着武士 刀向信义他们冲了过去 我要杀了你们 鬼童丸刚准备放句狠话 突然他发现 信义他们手中 都拿着一把歪巴子冲锋枪 我尼玛的大巴嘎 鬼童丸大叫一声 调转方向跑向一边 踩着一个垃圾桶 跳进了一个院墙 信义不屑地说道 这家伙跑得还挺快 麒麟在一边无奈地摇摇头 在他的认知中 鬼童丸确实很厉害 可武功再高 也干不过枪 阿龙拿出一把歪巴子冲锋枪 对信义说道 你们想办法进入庄园 我和阿虎去把那个弑神弄死 信义刚要点头 突然鬼童丸刚才跳进去的 那个庄园里 传来一阵犬吠声 随后 鬼童丸的惨叫声传来 啊 巴嘎 这特么是谁家 怎么养了这么多的狗 啊 巴嘎 敢咬我屁股 你妈的 不能往那咬 我还没结婚呢 信义他们听到 鬼童丸的惨叫声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随后就看信义他们 一帮人趴着墙头 看像正在被七八条狗 追着咬的鬼童丸 卧槽 真特么惨 哎呀 这狗怎么专套当呢 哎呀 我看着都疼 信义他们一边看热闹 一边说道 全然不顾鬼童丸的痛苦 这使鬼童丸突然握着武士刀 大声吼道 杀戮之刃 随后 他猛地一刀砍出 一道道刀光闪过 刀光直接将那些狗的身体 砍成一块一块的肉块 鬼童丸一脸愤怒地看着 被他砍死的狗 他的武士刀上 一共就有两颗割泄红 等于他可以使用两次法力 他在大桥上 已经使用过了一次 原本他准备对付 林天花他们的时候 再用一次 没想到死在狗身上了 鬼童丸把狗杀死以后 转身刚要去对付杏仪他们 突然他的神色一顿 只见杏仪他们都趴在墙头上 正看着他 八个 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们 鬼童丸说完后 杏仪突然伸出手指 指了指鬼童丸的脚下 鬼童丸疑惑地低头看去 只见一颗手榴弹 正在他脚下冒着烟 鬼童丸并没有见过手榴弹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手榴弹突然炸开 鬼童丸的身体 直接爆成一股血污 炸得一点渣都没剩 庄园里面再次传来一阵 轰轰的巨响 波尔握着武士刀眼神 冰冷地盯着 林天花冷声说道 你刚才已经使用了 那么多次法力 我看你现在还能使用几次法力 波尔还以为 林天花的法力 是借用了宝石里的灵气 林天花不屑地冷笑一下 随后他看向波尔手中的武士刀 武士刀刀柄上的 那七颗鸽血红宝石 现在只剩下一颗 还闪着红光 也就是说 波尔还能使用一次刀钢 林天花冷笑一下说道 那就试试看 他再次对着波尔劈出一刀 波尔心中猛地一惊 这家伙到底吸收了多少灵气 为什么可以使用这么多次法力 他现在来不及想那么多 他也握着武士刀 对着林天花砍出一刀 两人的刀钢 再次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巨响 波尔看向武士刀 刀柄上的割血红宝石 眉头猛地皱起 割血红宝石 已经全部都变成了白色 他无法再使用法力 波尔现在只能赌林天花的法力 以后静了 然而此时林天花 正一脸凝笑地看着他 割血红里的灵气 全部都用光了 你没办法使用法力了吧 波尔没想到 林天花竟然还知道割血红 他盯着林天花冷声说道 我就不信你 还能使用法力 林天花轻笑一下 随后慢慢举起 玄天斩魔刀说道 那你试试看 林天花说完后 一刀挥出 刀钢再次出现 波尔的脸色猛的一变 他急忙握着武士刀 挡在身前 当刀钢砍在波尔的武士刀上时 武士刀后面挂着的铃铛 突然响起 只见一口金色的大钟 把波尔罩在里面 那口大钟 竟然挡住了林天花的刀钢 林天花看向波尔手里的武士刀说道 没想到你身上还有点宝贝 这把武士刀 应该是件法器 今天我就收下了 当金色大钟消失后 波尔一脸不屑地 看着林天花说道 想要得到我的武士刀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伸出手指 只向波尔的身后说道 你看看你身后 波尔听后 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说道 这种小把戏你 也就能骗骗那些无知的小孩子 波尔的话音刚落 一根布满尖刺的藤腕 突然刺进他的后脑中 波尔的眼睛猛地睁大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林天花 林天花嘲讽地说道 我好心提醒 你你还不信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想要得到那把武士刀 就要从你的尸体上踩过去对吧 那我就成全你 对了 我还有几十个小弟在外 一会儿我把他们叫进来 也一人踩你一脚 这样够有一事感了吧 第949章 改编计划 当波尔倒在地上 他的脑子里 闪过无数只草泥马 只见那根穿透 他后脑的藤腕 收回到林天花的后背中 林天花慢慢走向波尔 波尔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林天花 眼神中充满了不服 这时 林天花一脚踩在波尔的脑袋上 从波尔的身体踏过去 将地上的武士刀捡起来 波尔气的嘴里 喷出一口鲜血 他心中暗道 巴嘎 早知道就不装这个逼了 林天花拿着武士刀 又在波尔的身上踩了一脚 波尔身体猛地颤抖一下 眼睛不甘地盯着 林天花没了气息 这是一个遥控器 从波尔的口袋里掉出来 林天花在麒麟家 看到过一个类似的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 应该是控制庄园防御设备的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上的按钮 庄园外面的高墙 慢慢向下落了下去 信一他们站在高墙外面 警惕地看着高墙 当高墙全部落下后 信一突然激动地喊了一声 老大 其他人也向庄园里面看去 只见林天花拿着一把 带着铃铛的武士刀 从庄园里走了出来 信一他们急忙迎上去 询问林天花有没有受伤 林天花轻笑一下 看向麒麟说道 波尔和他的两个小弟 还有几十个士神 全部被我弄死了 以后第七区就交给你管理 其林听后一脸严肃地说道 放心吧老大 我肯定帮老大管理好第七区 林天花点点头 随后他把武士刀扔给信一说道 你不是一直没有武器吗 这把刀就给你了 信一接过武士刀后 耳朵里顿时响起一阵犯音 老大 这把刀好像有古怪 林天花说道 这把刀应该是一剑法器 信一听后脸上 顿时露出好奇的表情 这时其林在一边说道 老大 您准备去第六区了吗 林天花说道 我在炼妖塔里耽误的时间 已经太久了 刚才我兄弟给我打电话说 现在外面的情况有点混乱 我准备直接去第一区去找项柳 其林担忧地说道 老大 项柳这人可不太好说话 而且我听说 项柳他们要去无尽之海 寻找炼妖塔的中枢 林天花听后疑惑地说道 他们 其林沉生说道 想要得到炼妖塔的人 不光只有项柳 还有天照他们 我前段时间听说第一区的天空出现异象 天空上的星星汇聚成了一张地图 那张地图上标记了一个位置 应该就是炼妖塔中枢的所在 林天花听后说道 地图 你有办法可以弄到那张地图吗 其林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老大 我一会儿托人问问 林天花点点头 随后他对信一说道 你也问问太岁 信一急忙拿出手机打给太岁 电话接通后信一问太岁知不知道地图的事 当太岁听说是林天花想要地图的时候 急忙说道 你告诉我爸爸 我这有地图 我现在就去地区 去给你们送去 信一从第八区来到第七区 也是走得太岁的通道 他自然知道太岁叫林天花爸爸的事 信一无奈地挂断电话后 对林天花说道 老大 太岁那里有地图 几个小时后 太岁带着人来到波耳的庄园 天华会的兄弟们 已经把波耳的庄园打扫了一遍 此时林天花正坐在一张沙发上喝着酒 太岁走进庄园后 脸上露出激动的笑容 对林天花叫了一声爸爸 林天花差点一口酒枪死 他无奈地看着太岁说道 大哥 要不你叫我干爹吧 这样我听着还稍微顺耳一点 太岁也听劝 他对林天花叫了一声干爹 随后太岁把地图拿出来 交给林天花说道 干爹 这是你要的地图 林天花将地图打开 那张地图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个星空图 不过星空的纹路有些奇怪 看着确实很像一张地图 太岁在一边说道 干爹 据说练妖塔的中枢 就藏在这张地图上 而且我听到上的人说 香柳好像已经出发了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无尽之海不是在地九区吗 香柳去了地九区 太岁笑了一下说道 干爹 无尽之海并不光是在地九区 第一区也连接着无尽之海 随后太岁又拿出一张地图 嗯 那张地图正是罪恶世界的全貌图 罪恶世界的全貌仿佛一个扇形 干爹 其实不光是地九区 所有的区都连接着无尽之海 明河正是来自于无尽之海 林天花听后 眉头皱起 这么说来 如果被无尽之海的海水碰了 也会像明河一样 明河拥有强大的腐蚀性 而且没有福利 只要掉进明河里 就会快速沉底 身体会被明河快速腐蚀 可以说实死无生 太岁点点头说道 是的 林天花不解地说道 既然如此 香柳它们是怎么进入无尽之海的 太岁说道 干爹 这个世界中有一种木头 可以飘在明河之上 那种木头叫阴沉木 天龙城寨正是用这种木头搭建而成 林天花这才知道 为什么天龙城寨 可以建在明河之上 那这阴沉木好弄吗 林天花看得太岁问道 太岁摇摇头说道 这阴沉木就生长在第六区 被一个叫沙巴的人把控着 想要得到阴沉木 必须去他的领地 林天花问道 这个沙巴的领地在哪里 太岁沉生说道 就在第六区的中央 骷髅谷中 干爹得到阴沉木以后 可以到第五区 找一个叫诺亚的人 那家伙专门以造船为生 据说香柳它们的船 都是诺亚给造的 对了 老大 如果你真要进入无尽之海 一定要带好食物和水 还要多带一点人 据说无尽之海中 有许多幽灵船 那些幽灵船 专门打劫其他船只 许多在无尽之海里 捕鱼的渔船 都遇到过幽灵船 第950章 寸头女人 林天花知道 香柳已经去了 无尽之海后 她知道 不能再耽误时间 她带着信义她们 通过太岁买通的通道 进去第六区 林天花她们 在进入第六区之前 麒麟给林天花她们一人 准备了一身长袍 林天花开始还有些不解 当她来到第六区之后 才明白 为什么麒麟 会给她们一人 准备一身长袍 林天花本以为 有阴沉墓的地方 即便不是绿树成荫 也应该有许多水 可当她来到第六区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第六区是一片沙漠 太岁给了林天花 一张名片说道 干爹 这是诺亚的名片 以前诺亚 在我这里买过一些东西 我们也算有一些交集 你提我就好使 林天花听到太岁的话后 总觉得有些不靠谱 提你真的好使吗 别提了以后 她再不给我们造船 太岁无奈地说道 干爹 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我这人就是人缘好 提我绝对好使 林天花半信半疑地 收好名片 随后太岁便从通道离开 林天花他们 换上太岁 给他们的长袍 这时 阿龙看着绵延无际的沙漠问道 老大 太岁就说 阴沉墓在第六区的中间 可这一眼望去都是沙漠 我们上哪去找啊 林天花拿过信义手里的帆布包 从帆布包里 拿出一个青铜砖头子 她将阴气注入到青铜砖头子里 青铜砖头子 顿时发出咔咔的响声 只见青铜砖头子不断地变化 最后变成了一个青铜螺盘 林天花看着青铜螺盘说道 太岁说了 只要一直向北走 就能找到沙巴的领地 阴沉墓就在沙巴的领地中 她说完后 按照螺盘指针的方向 迈不向沙漠中走去 林天花这次 不仅把信义和阿龙他们都带来了 还带了很多天华会的兄弟 他们身上都背着很大的行囊 行囊里装的都是吃的河水 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那就誓言 林天花他们走在沙漠里 她感觉到沙漠中 散发着一股强大的灵气 信义疑惑地说道 老大 这沙漠下面 怎么有这么强的灵气 林天花轻声说道 太岁刚才说沙漠下面 埋藏着许多宝石 那些宝石 虽然很难挖出来 但一直在散发着灵气 换句话说 在沙漠里根本不缺灵气 所以我们才要带着那些盐 信义听后点点头 林天花说道 大家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多吸收一些灵气 信义他们急忙点点头 罪恶世界中有两个非常大的区 一个就是第六区 还有一个就是第九区 林天花他们在沙漠中 一走就是七天七夜 信义拿着水囊喝了一口水后 晃动了一下水囊 说道 老大 我身上剩下的水不多了 阿龙和阿胡也跟着说道 老大 我们的水也都喝得差不多了 天花会的兄弟们也点点头 林天花听后 微微皱下眉头 他们在出发之前 太岁说 只要他们一直向北走 就能找到全眼 不过太岁也说了 沙漠中的沙丘 一直在移动 很可能会把全眼盖住 林天花看着绵延无尽的沙丘说道 看来全眼应该是被沙丘掩埋了 她说完后 把身上的背包拿下来 扔给信义说道 我的背包里有水 你给大家分一下 林天花这一路都没喝水 她喝的是她酒葫芦里的酒 信义知道 林天花的酒葫芦里 有一千多坛酒 她没多说什么 直接把水分给了其他人 每个人刚好分了一个水囊 阿龙把水囊装起来后说道 老大 沙漠里面这么热 而且这么干 一个水囊的水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老大葫芦里的千年 醉我们也喝不了 而且 酒越喝越渴 我们必须想想办法才行 林天花也没想到 第六区这么大 就在她想办法的时候 远处突然卷起一股黄沙 阿虎伸手指着那股黄沙惊慌地说道 老大 那不会是沙豹吧 林天花他们出发前 太岁曾嘱咐过 在沙漠里 最可怕的 只有两件事 第一是缺水 第二就是沙豹 沙豹可以轻松地 把人埋在沙子下十几米深 妖族和侍神的法力 都被炼妖塔封印了 即便他们的肉身实力再强 也很难从沙子下面爬出来 每年都有人死在第六区 阿虎说完后 其他人脸上顿时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时 林天花沉声说道 那不是沙豹 而且有车来了 他的耳力惊人 他隐约听到了一阵汽车引擎声 有车 太好了 我们可以问问他们 哪里有水源 阿龙一脸激动地说道 此时他们也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 只见一辆改装的越野车 和一辆改装过的水罐车 正在快速地向他们这边靠近 信一指着那辆水罐车说道 老大 是水罐车 也许我们可以在他们那买点水 林天花沉声说道 把他们拦住 天华会的兄弟听后 急忙对着那两辆车挥手 那两辆车越开越近 然而那两辆车 好像并没有要停车的打算 信一急忙看向林天花 林天花对他点点头 信一见状对天华会的兄弟说道 拿家伙 把车逼停 天华会的兄弟们听后 急忙将歪把子冲锋枪 从包里拿出来 此时那两辆车 距离林天花他们越来越近 林天花对信一点了点头 信一拿着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天空扣动扳机 吐吐吐 一阵枪声响起 前面那辆改装的沙漠 越野车猛地踩了一脚刹车 后面的水罐车 也跟着踩起刹车 汽车距离林天花他们 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一个留着寸头的女人 穿着一身战斗服 从车上跳下来 躲到车后面 那个女人手里 拿着一把苗刀 林天花看向那个女人 轻声说了一句 是妖族 她对信一他们摆摆手 信一和天花会的兄弟们 把枪放下了 林天花对着那个寸头女人喊道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想买点水 顺便问一下路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都是妖族人 那个留着寸头的女人 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慢慢在车后探出头 第951章 不喜欢欠人情 独蝎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从改装沙漠越野车后面探头出来 林天花脸上 戴着小丑面具 独蝎无法辨识林天花的气息 但她可以从信一他们身上的气息 感觉到信一他们都是妖族人 独蝎知道 妖族人是不会听从世神的命令的 而且还是这么多妖族人 林天花看着探头出来的独蝎说道 别担心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只是想买一点水而已 林天花说完后 只见那辆改装的沙漠越野车后座 看出三张女人的脸 那三个女人 长相都很漂亮 不过从她们的神色看 她们似乎很害怕 独蝎沉声说道 你们等等 她说完后 从车上拿下来一个水桶 走到水罐车边 她把水桶对着水罐车的出水口 随后将阀门打开 清车的水顿时流进水桶中 那个水桶大概有五十斤 很快 水桶就接满了 独蝎拎着水桶 向林天花一行人走去 她走在距离林天花 还有五六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独蝎把水桶放在地上说道 前面不远 有一个废弃的营地 营地里有一口井 井里有水 这些水应该够你们坚持到那里的了 林天花听后 对杏益伸出手 杏益心领神会地拿出一袋宝石 杏益把装有宝石的袋子扔给独蝎 独蝎接过袋子后 并没有检查袋子里的宝石 而是把袋子又扔了回去 我给你们说 是因为我们都是妖族人 她说完后 警惕地向后倒退 来到改装的沙漠越野车前 就在她准备上车的时候 一阵引擎声突然传来 独蝎猛地回头看去 脸上露出惊慌的表情 林天花也看向远处 只见几辆改装的沙漠越野车 正在快速地向这边驶来 独蝎见状急忙跳上汽车 准备逃走 这时 从旁边的沙丘后面 突然又开出四辆改装的 沙漠越野车 那四辆车 直接拦住了独蝎他们的去路 巴嘎 臭婊子 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 一个光头是神 从车里探头出来骂道 林天花看向那四辆车里的人 那些人都是是神 他们的身体苍白 看着有些病态 而且所有是神都是秃子 脑袋上一根毛的没有 林天花突然想起 太岁让他带的烟 他猜到 这些是神 应该都是沙巴的手下 他们之所以皮肤苍白 没有头发 主要因为摄取的盐分太少 所以 用盐才能换取阴沉木 独蝎看到那些是神后 脸上顿时露出凝重的表情 他手里紧紧地握着苗刀 这时 从水罐车上跳下来 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的样子 和独蝎很像 他们两个应该是兄妹 男人的名字叫蛇蝎 蛇蝎手里握着一把长剑 那把长剑的剑身细长 应该是一把软剑 而水罐车上 也坐着两个女人 那两个女人 和独蝎车里的女人 头上都带着相同的头饰 独蝎对蛇蝎说道 看来是跑不了了 只能和他们拼一下了 蛇蝎点点头 两人说话间 远处的四辆 改装沙漠越野车也开了 过来挡住了两人的后路 那些改装沙漠越野车停下后 从车上跳下来了许多弑神 那些弑神的皮肤非常苍白 头上也没有头发 领头的弑神 一脸猙獰的看着独蝎两人说道 我们沙巴大人好心收留你们 你们竟然敢抢走 沙巴大人的女人 沙巴大人说了 让我们把你们抓回去喂蝎子 独蝎冷声说道 你们就是一群沙漠里的土匪 什么沙巴的女人 她们都是被沙巴抓走的妖族 这些年 你们屠杀了多少沙漠中的妖族 你们抢占沙漠中的水源 抢夺妖族的女人 你们就是沙漠里的害虫 领头的弑神听后 脸上露出不屑的冷笑 说道 沙漠里的规矩就是弱肉强食 你们也可以抢我们的地盘 把我们都弄死 那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哈哈 领头的弑神说完后 其他弑神发出一阵嘲讽的笑声 就在读写两兄妹 想着如何杀出虫围的时候 林天花突然说道 你们笑得很嚣张啊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种嚣张跋扈的样子 尤其是弑神 那些弑神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一脸愤怒地看向林天花 八嘎 你们是什么人 难道你们想为他们出头 我告诉你们 整个第六区都是我们沙巴大人的 你们要不想死在沙漠里 最好乖乖地把嘴闭上 林天花冷笑一下说道 废话还真多 他说完后对信一点点头 信一和天花会的兄弟们 早就等不及了 他们一直在等着林天花的命令 当他们见林天花点头后 阿龙顿时一脸兴奋地拿出来 把冲锋枪 对着刚才说话的是神猛的扣动扳机 你马的 你跟谁巴嘎巴嘎的呢 你敢威胁我老大 你们也配 吐吐吐 一阵枪声响起 那些弑神顿时死了一大半年 毒蟹两兄妹健壮 神色一顿 他们没想到 林天花竟然会出手帮他们 林天花似乎看出了 毒蟹两兄妹的疑惑 他看着毒蟹两兄妹 轻笑一下说道 我这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你刚才给我们水 我替你们把这些弑神杀了 算是扯平了 毒蟹听后 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他没想到 他刚才只是送出了一桶水而已 竟然解决了他们的危机 沙漠里到处都是沙丘 枪在沙漠里的作用很小 再加上那些弑神的过度自信 他们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带火气 几个弑神看到林天花 他们手中的歪把子冲锋枪后 跳上车便准备逃跑 林天花轻声说道 一个不留 信仪跳上一辆弑神开来的 沙漠越野车 带着几个天花会的小弟追了上去 没过多久 一阵枪声传来 信仪和天花会的小弟 开着几辆沙漠越野车回来 信仪从车上跳下来后 对林天花说道 老大 那些弑神全部都解决掉了 一个火口都没留 林天花点点头 看向独协说道 好了 我们两清了 第952章 绿洲 检查一下这些沙漠越野车 一会儿我们开车走 林天花对信仪说道 信仪急忙点点头 带着天花会的小弟 去检查沙漠越野车 这时毒蝎两兄妹走过来 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 我们今天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毒蝎看着林天花 一脸真诚地说道 林天花只是轻笑一下 蛇蝎急忙说道 我们的车上有许多水 我再给你们去装几桶水 蛇蝎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林天花叫住 我们都带着水囊 只要帮我们把水囊装满就行了 蛇蝎听后点点头 这时 毒蝎看着林天花问道 你们要去哪里 林天花说道 去沙巴的领地买阴沉木 毒蝎听后 脸上顿时露出担忧的表情说道 你们刚才杀了沙巴的手下 沙巴为人阴狠 他如果知道 你们杀了他的小弟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现在去他的领地 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我知道 所以我没留活口 毒蝎听后 眼角抽动一下 不过你们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些年 想要在沙巴手里买沉木的人不少 但真正能把阴沉木 拿走的人并不多 林天花听后打句地说道 看来这个沙巴 很喜欢黑吃黑呀 毒蝎点点头说道 沙巴这个人非常残暴 而且性格殷勤不定 上一秒还乐呵呵的 下一秒很可能就会让人 把你们全部杀掉 毒蝎说完后 发现林天花脸上 不仅没有露出担忧的神色 反而有些兴奋 林天花轻声说道 这样最好 我实在不太喜欢和人谈生意 尤其是世神 如果他要黑吃黑 我倒是省着浪费口舌了 毒蝎好奇地看着林天花 他从小就生活在沙漠中 一直听说沙巴残暴的事迹 第六区没有人不怕沙巴 不过他知道 林天花他们也不是普通人 不然也不会因为一桶水 把沙巴的手下全部杀死 这时 信一走过来说道 老大 那些沙漠越野车都检查完了 就有两辆车的邮箱漏了 其他车都可以正常使用 林天花看向信一说道 让兄弟们把水囊装满 然后我们就出发 信一点点头 安排天华会的兄弟们去装水 林天花看向毒蝎问道 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 毒蝎说道 我们准备去第七区 如果我们留在第六区 迟早会被沙巴抓到 林天花能感觉到 毒蝎和蛇蝎两兄妹的实力很强 他对毒蝎说道 你们到了第七区以后 可以去找一个叫麒麟的人 他是第七区的领导者 你就说是林天花让你们去找他的 他会给你们安排好 毒蝎听后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没想到林天花竟然认识 第七区的领导者 而且林天花好像在第七区说话 很好使的样子 毒蝎点点头说道 谢了 你的恩情我都记住了 你以后有用得着我们兄妹的地方 我们兄妹绝对提提推辞 哪怕上刀山下火海 林天花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好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随后 林天花给毒蝎指了一条路 那条路通向进入第七区的入口 十几分钟后 信一走过来说道 老大 水囊已经全部灌满了 林天花说道 那好 我们继续出发 随后 林天花一行人继续上路 毒蝎他们也向林天花指的方向开去 毒蝎眼神中充满感激地看着后视镜 直到林天花他们的车消失在沙丘后面 林天花一行人又开了三天三夜 突然看到了一片绿洲 老大 据太岁所说 沙巴的地盘应该就在这片绿洲中 信一对林天花说道 林天花突然说道 让兄弟们把车停下 信一听后 把车开到了一个沙丘后面 阿龙和阿虎他们也把车开过来 阿龙探出头 看着林天花问道 老大 怎么了 林天花说道 我们现在开的是沙巴小弟的车 如果让沙巴看到 肯定会猜到他的小弟已经被我们弄死了 我们下车 走着去绿洲 众人听后急忙点点头 从车上下来 随后 林天花一行人背着背包向绿洲走去 那个绿洲看着很近 但他们足足走了半天 才来到绿洲的边缘 信一一脸惊讶地说道 没想到这沙漠中 竟然还有这么一大片绿洲 我现在就闻到了水的味道 阿龙和阿虎跟着点点头 林天花突然低声说道 小心一点 我感觉到这附近有人 他的话音刚落 绿洲里面突然出现十几个士神 那些士神手里都拿着枪 他们手里的枪样是非常奇怪 看着好像一根家常的拐棍一样 这种枪是傀儡社专门给沙巴的人定制的 别看这种枪里面 只能装一发子弹 但这种枪的威力非常大 子弹都是特制的 甚至可以穿透小型的沙丘 别动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士神盯着林天花一行人 一脸嚣张地问道 林天花轻声说道 我们是来买阴沉木的 他说完后 拿出一个装黑兵的小袋子 扔给那个士神 那个士神接过小袋子后 打开尝了一下 当他发现 那个小袋子里装的是盐后 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笑意 原来是买阴沉木的呀 把枪都收起来吧 其他士神听后 纷纷把枪收了起来 领头的士神 走到林天花身前说道 既然是来买阴沉木的 那就跟我进来吧 随后领头的士神 带着林天花一行人 向绿洲深处走去 那个绿洲的面积非常大 里面有许多湿垫 而阴沉木就喜欢长在湿地中 林天花刚走进绿洲 就看到了大片的阴沉木林 他们在绿洲里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林天花突然听到了一只水声 当他们穿过一片阴沉木林 林天花一行人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只见在远处 竟然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 在沙漠中 水是非常珍贵的 一桶水 甚至就可以换一颗宝石 林天花没想到 在这绿洲中竟然有一个瀑布 这可以说是拥有无尽的财富 第953章 沙巴 但林天花他们 进入绿洲的死神 指着不远处的瀑布说道 沙巴大人就在那里 林天花心中暗道 这帮士神还挺会享受 当他们接近瀑布的时候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高墙 那道高墙高约百米 高墙下面有一扇大门 那个士神 对高墙上的士神摆了摆手 高墙上的士神健壮 声音冰冷地 对一边的十几个妖族人说道 开门 那十几个妖族人听后 推着一个旋转开关 吃力地将旋转开关转动 随着那些妖族人 不断地旋转开关 高墙下面的一块巨石 缓缓升起 带林天花他们来的那个士神说道 几位贵客 请进吧 好那个士神说完后 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坏笑 然而 他的笑容并没有逃过林天花的眼睛 林天花知道对方 这是准备要黑吃黑 他在进入石门前 对信一他们使了个眼色 信一和天华会的兄弟 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当林天花一行人进入石门后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石门后面 是一个巨大峡谷 峡谷四周都被高墙围着 峡谷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湖泊 那条瀑布流下来的水 全部聚集在湖泊中 而那个峡谷中生活着许多士神 当那些士神看到林天花他们一行人后 脸上都露出不善的表情 甚至有的士神 发出一阵冷笑声 这时 带林天花他们进来的那个士神 突然停下脚步 看向林天花一行人说道 我们这里有规矩 进来的人不能携带武器 还请你们把武器都交出来 信一听后看向林天花 林天花并没有让他的手下 把武器拿掉 而是看着那个士神问道 沙巴站在人在哪里 那个士神伸手指向瀑布说道 沙巴大人就在瀑布后面 林天花隐约发现 瀑布后面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擦 西游记看多了吧 把这里当水帘洞了 林天花又看向那个士神问道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那个士神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你问这个干什么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放心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杀了你们而已 那个士神听后 神色猛的一顿 当他反应过来后 盯着林天花沉声说道 你们不是来买阴沉木的 你们是来闹事的 林天花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你只说对了一半 他说完后 突然对着那个士神伸出手 一道锋利的利刃 直接穿透了那个士神的脑袋 林天花在把利刃收回来的时候说道 我们确实是来买阴沉木的 不过 我现在改变了主意 高墙上放哨的士神看到带着林天花他们进入高墙的那个士神 被林天花弄死以后 他急忙跑到一边吹响号角 五 号角中发出一阵沉闷的声音 峡谷里面的士神听到号角声后急忙去拿武器 林天花对信一他们说道 一会儿小心点 看到那些士神不用废话 直接弄死 林天花说完后 他的手中突然冒出一道道黑色的触手 那些触手凝结成了一把长弓 林天花拿出酒胡萝卜 喝了一口酒 他的丹田顿时运转起来 他用丹田中的力量凝结成了一支弓箭 他拉开长弓 用弓箭对着高墙上的那个士神猛地射出一箭 嗡 就听一阵破空声响起 弓箭直接穿透了那个士神的脑袋 信一他们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们没想到 林天花还有这一手 这时是一阵喊杀声传来 林天花他们向喊杀声传来的地方看去 只见许多士神正握着武士 刀向他们的方向跑过来 有些士神手里还拿着枪 这时 一阵浑厚的声音传来 八个 什么人竟然赶来我沙巴的地盘闹事 把他们都给我抓住 我要用他们的肉味蝎子 林天花顺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只见瀑布后面出现了一道人影 那个人的身材高大 身上插着许多管子 看样子好像是在输液 他的皮肤也和其他人一样苍白 只不过 他的头上留着一头白发 其他人都是光头 此人正是第六区最可怕的人 沙漠汉匪沙巴 沙巴的手下 听到沙巴的话后 握着武士刀冲向林天花他们 有几个士神拿着枪 对着林天花扣动扳机 一阵枪声响起 那些枪射出的子弹 射速非常快 甚至可以听到破空声 林天花的手中 伸出许多黑色的触手 那些触手形成了一个护盾 子弹打在护盾上 发出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玄天斩魔刀 已经与林天花的法力融合 那些触手便相当于玄天斩魔刀 玄天斩魔刀的坚硬程度 根本不是子弹可以打穿的 第953章 沙巴 护盾挡住子弹后 再次变成触手 随后凝结成玄天斩魔刀的样子 林天花冷声说道 杀了他们 信一和天华会的兄弟们 拿出歪把子冲锋枪 对着那些弑神扣动扳机 那些弑神顿时倒了一大片 信一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 就是那些拿着枪的弑神 当枪声停止后 信一抽出林天花送给他的武士刀 带着天华会的兄弟们 向沙巴的手下冲去 这时 一阵咔咔的声音传来 只见几十个妖族人 转动一个巨大的墨盘 随后 一道高墙升起 将瀑布拦截 露出了瀑布后面的洞口 沙巴握着一把 类似青龙眼月刀一样的长刀 从瀑布的洞口中跳了下来 洞口距离地面 至少有三十多米 沙巴迈步向林天花走去 他能看出 林天花是这些人的头目 林天花冷笑一下 握着悬天斩魔刀 也向沙巴走去 当两人距离还有三十多米的时候 两人几乎同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就听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传来 林天花握着悬天斩魔刀 和沙巴的刀撞击在一起 沙巴脸上露出阴冷的笑容说道 你还有点本事 不过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沙巴说完后 嘴里突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 林天花突然听到 地面传来一阵嗦嗦的声音 他急忙对信仪他们喊道 小心地下 林天花刚说完 一条足有四五米长的蝎子尾巴 突然从地下伸出来 第954章 下雨了 林天花听到地下 传来一阵嗦嗦的声音 他顿时猜到 地下肯定有东西 他急忙提醒信 以他们小心 林天花话音刚落 他身后突然伸出一条 长约四五米的蝎子尾巴 蝎子尾巴上的毒针 犹如长毛一般 闪烁着黑色的光芒 沙巴看着林天花冷笑着说道 这些蝎子 已经好几天没吃到肉了 今天刚好拿你们喂蝎子 沙巴说完 一条蝎子尾巴猛地向林天花刺去 林天花急忙转身 握着悬天斩魔刀 向蝎子尾巴砍去 当 当悬天斩魔刀砍在蝎子尾巴上时 竟然发出了一阵金属撞击 林天花眼睛微微瞇了一下说道 这些蝎子尾巴竟然这么硬 他说完后 再次对着蝎子尾巴挥出一刀 一道刀钢出现 砍在蝎子尾巴上 这次 蝎子尾巴突然爆出一股绿色的枝叶 刀钢并没有把蝎子尾巴砍断 而是将蝎子尾巴砍出了一条伤口 可怜蝎子尾巴有多坚硬 那些绿色的枝叶 滴在地上 冒出一股白烟 地上的沙子被腐蚀了一大片 林天花见状 急忙对杏仪他们喊道 小心一点 这些蝎子的血液有毒 砂巴眼神贪婪地 看着林天花手中的 悬天斩魔刀说道 你手里 这把刀很不错 我喜欢 林天花冷声骂道 等我弄死你的时候 我会用这把刀把 你的脑袋砍下来 砂巴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 你能挡住蝎子的攻击再说吧 砂巴说完后 说来也怪 那些蝎子不攻击 砂巴和他的手下 只攻击林天花和天花会的兄弟 林天花不断地用刀钢 砍向那些蝎子尾巴 这时 一声惨叫声传来 一个天花会的兄弟 被蝎子尾巴上的毒针 刺穿了胸口 那个天花会的兄弟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黑色 随后便没了动静 紧接着 一只大钳子 从沙子下面伸出来 将那个被毒死的 天花会兄弟拽进沙子里 林天花眼睛里 顿时闪过一道冷芒 他沉声骂道 特么的 这些蝎子 怎么只攻击我们 不攻击沙巴和他的手下 林天花说完以后 突然发现 沙巴的皮肤 有些不对劲 原本他以为 沙巴和他手下的 是因为长时间 没有摄入盐分 所以皮肤 才会变得如此苍白 而他和沙巴 近距离接触后 他发现 沙巴身上的皮肤 十分粗糙 好像身上 沾着什么东西一样 林天花的眼睛 猛地瞇了一下 是盐 他们要盐 原来不是为了吃的 而是涂抹在身上 这也许就是那些蝎子 不攻击他们的原因 想到这 林天花伸手 从背包里 拿出一袋咸盐 他将咸盐的袋子 咬破后 对着一根蝎子尾巴 将咸盐撒出去 当咸盐碰到 蝎子尾巴的时候 地下突然骚动起来 并传来一阵滋滋的声音 林天花见状 眼睛顿时一亮 他急忙对信仪他们说道 这些蝎子怕盐 信仪他们听后 急忙将背包里的盐拿出来 向蝎子尾巴撒去 那些蝎子尾巴 沾到盐以后 纷纷钻入地下 沙巴眼睛里 闪过一道阴冷的目光 他没想到 林天花这么快 就找到了对付蝎子的方法 这些蝎子 是沙巴特意饲养的 目的就是为了 对付入侵绿洲的人 林天花盯着沙巴冷声说道 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手段 沙巴冷笑一下说道 那你就试试看吧 沙巴突然双手握着 大刀猛地对林天花砍去 嘴里大吼一声半月盏 一道如月牙一般的刀缸 对着林天花飞射而去 林天花也猛地砍出一刀 两道刀缸撞击在一起后 发出一阵巨大的响声 沙巴冷声说道 我看你能使用多少法力 他说完后 嘴巴用力一吸 一股灵气 顿时吸入到他的身体中 沙漠下面 蕴藏着大量的宝石 那些宝石 不断地释放着灵气 沙巴这些年 不断地吸收灵气 他的体内聚集了许多的灵气 这些灵气可以让他使用法力 沙巴一脸嚣张地说道 我是沙漠中的王 在沙漠中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沙巴说完后 不断地对林天花挥刀 一道道半月盏 对林天花飞射而去 林天花也不断地使用刀缸 他不屑地说道 就你这必样的 还沙漠之王 林天花虽然嘴上这么说 不过沙巴的实力 确实很强 不仅拥有强大的法力 而且速度也不比林天花慢 沙巴的小弟 常年吸收灵气 他们的实力也很强 天花会的兄弟们 明显已经处在下风 林天花心中暗道 必须要尽快解决他们才行 沙巴则越战越勇 他一脸兴奋地挥动着大刀说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 像你这样的对手了 我会亲手杀了你 然后把你的肉 剁成一块一块的 喂给我的蝎子 林天花听到沙巴提到蝎子后 眼睛顿时一亮 如果有办法 可以把他们身上的盐 弄掉就好了 他说完后 眼睛看向一边的水池 盐遇到水 就会融化 如果能把沙巴他们身上的盐洗掉 蝎子就会攻击他们 但沙巴和他的手下 也不是傻子 肯定不会主动跳进水池 就在林天花想办法的时候 天空突然响起一阵雷声 林天花抬头看去 只见一片乌云 正在快速地向这边飘来 沙漠中的天气阴晴不定 虽然沙漠地十分干燥闷热 但也会下雨 而且雨来得很快 尤其是在绿洲地带 如果不是这里经常下雨 也无法形成这么大的绿洲 沙巴看到天上的乌云后 突然皱下眉头 她对着她的手下 发出一声嘶吼说道 先退回去 林天花听后冷笑一下说道 尼玛的 你把我们当成百事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刚才和你的手下 不是很牛逼吗 怎么的 难道你们怕大雨 把你们身上的盐冲掉 沙巴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眼睛猛地眯了一下 此时乌云越来越近 沙巴没空里会林天花 转身就要离开 林天花见状对着沙巴猛的一刀砍去 尼玛的 我让你走了吗 第955章 死亡如虫 林天花将沙巴拖住 沙巴看着越来越近的乌云 脸上顿时露出凝重的表情 沙巴的手下也被信仪他们拖住 巴嘎 你还不知道下雨的可怕 赶紧离开这里 沙巴对着林天花冷声吼道 林天花不屑地说道 原来你也知道怕 你刚才不是很牛逼吗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在怕什么 林天花说完后 她身后突然出现了几十条 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触手 那些触手将沙巴的身体缠住 沙巴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慌张的表情 她盯着林天花冷声问道 你来我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点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本来我只是想买点阴沉木 既然你们想要黑吃黑 那我倒是省下了不少宝石 沙巴听后急忙说道 我可以把阴沉木送给你们 我们本来也没有太大的仇怨 就当是一场误会 如何 林天花这叫微微上扬说道 如你买啊 你刚才那股牛逼劲呢 怎么的 你也知道害怕啊 此时 林天花心中也充满了好奇 她十分疑惑 这沙漠地下 到底有什么东西 能让沙巴如此恐惧 要知道 沙巴的实力 可是不在她之下 就在这时 一个水滴 砸在林天花的脸上 林天花抬头看 乌云已经来到绿洲的上空 哗啦啦 沙漠中的雨来得很急 不等林天花反应过来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沙巴和她的小弟脸上 顿时露出紧张的表情 沙巴见林天花 没有想要松开她的意思 她冷声说道 巴嘎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了 她猛地一刀 像缠在她身上的触手砍去 当 沙巴的刀 砍在林天花的触手上 发出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硬 沙巴的刀砍在触手上 只在触手上留下了一道白印 林天花心神一动 那些触手上突然冒出许多尖刺 刺进沙巴的身体里 啊 沙巴疼的嘴里 发出一声大叫 突然她的神色一变 她感觉到 她体内的灵气 正在快速消失 林天花的法力 本来就有吞噬血液和力量的能力 沙巴常年吸收宝石中 散发出的灵气 让她体内的灵气非常充裕 林天花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没想到你这些年在沙漠里 竟然吸收了这么多的灵气 倒是帮我省了不少麻烦 那些灵气进入林天花的身体里以后 全部被林天花的丹田吸收 灵气全部被林天花丹田中的 那滴水滴吞噬 那的水滴也在不断地变大 水滴释放出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哗啦啦 此时雨越下越大 沙巴和她手下身上的盐 也被雨水充电 露出了皮肤本来的颜色 林天花她们 刚才撒在地上的盐 也被雨水冲走 沙巴盯着林天花声音焦急地说道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沙巴说完后 地面突然如动起来 林天花的眼睛看向地面 沙巴急忙喊道 他们要来了 快点松开我 林天花看着沙巴问道 他们 他们是谁 那些蝎子 沙巴沉声说道 快点松开我 不然就来不及了 林天花看到沙巴焦急的样子 心中顿时有些疑惑 她知道沙巴的实力很强 她不理解地下到底有什么东西 能让沙巴都感觉到恐惧 就在林天花疑惑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从地下伸出来 那只手成灰褐色 很像是死人的手 指甲非常锋利 林天花听到地下的声音后 低头看去 当她看到那只手后 眉头顿时骤气 这是什么东西 林天花传声问道 沙巴面容焦急地说道 在这片绿洲下面 有一个怪物 现在来不及说这些 快点松开我 沙巴说完后 她的脚下也伸出一只手 那只手一把抓住了沙巴的脚踝 林天花见状 急忙对信一他们说道 快点离开这里 去高墙上面 信一和天花会的小弟听后 急忙向高墙的方向跑去 沙巴的小弟脸上 也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们也向高墙的方向跑去 林天花也不敢大意 她将触手收回到身体里 也准备向高墙的方向跑去 这时底下突然伸出了许多手 其中一只手抓住了一个弑神的腿 那个弑神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他握着武士刀猛地向那只手砍去 扑 那只手被武士头砍断 喷出一股绿色的液体 那绿色的液体 粘在沙子上后 冒出一股黑烟 林天花见状 沉生说道 这东西的血有毒 此时沙巴握着刀猛地砍向地面 刀缸没入地面中 地下突然传来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随后沙巴猛地抬起腿 只见一个类似丧尸一样的人 从地下被沙巴拽了出来 那个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林天花看到那个人后 眼睛猛地瞇了一下 那个人只有半截身体 下半截身体长满了树根 沙巴摆脱了那个人后 转身向瀑布的方向跑去 林天花见状也跟了过去 此时从地下伸出的手越来越多 林天花和沙巴身体不断地移动 躲避着那些手 突然地下的沙子 犹如开水一样沸腾起来 一个个犹如丧尸一般的人 从沙子下面爬了出来 那些人面目猙獰 嘴里长满了锋利的尖牙 他们都只剩下了半截身体 腰部以下连接着许多树根 林天花沉生说道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沙巴冷声说道 他们都是被死亡如虫寄生的妖族 死亡如虫 林天花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此时 那些被死亡如虫寄生的人 到处去抓人 一个弑神被死亡如虫寄生的人抓住 张开嘴猛地咬住了那个弑神的脖子 就听一阵咕咚咕咚的声音传来 那个弑神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 沙巴沉生说道 死亡如虫以血液为食 血液中的灵气越多 死亡如虫吸收的力量越强 而且被死亡如虫吸干血液的人 会被死亡如虫寄生 第956章 同归于尽 沙巴说完后 地下突然伸出了十几根树根 那些树根 刺进刚才被吸干血液的弑神的身体里 那个弑神嘴里 顿时发出一阵嘶吼声 那个弑神的皮肤 很快变成了灰白色 嘴里长满了尖牙 看着和其他被寄生的人一样 随后那个弑神 也向其他人扑去 就在林天花和沙巴 向瀑布跑去的时候 他们面前的地下 突然爬出了十几个被寄生的人 那些被寄生的人 对着林天花和沙巴扑了过来 沙巴握着长刀猛的一挥 一道如月牙一般的刀缸飞出 三个被寄生的人 直接被拦腰砍断 被砍断的树根中 喷出喷出绿色的液体 那些液体对着沙巴喷去 沙巴脚下猛的一用力 急忙闪向一边 当他躲过那些绿色的液体后 眼睛狠狠地瞪了林天花一眼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用担心这些毒液 林天花听后 眼睛微微瞇了一下 他试探着说道 难道这些毒液怕闲言 沙巴听后脸色微微一变 林天花看到沙巴的表情后 可以确定这些毒液怕闲言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死亡蠕虫怕闲言 林天花急忙对信仪他们喊道 死亡蠕虫怕闲言 此时一个被死亡蠕虫寄生的人 一把将一个天花会的兄弟扑倒 信仪见状 抓了一把闲言 对着那个被死亡蠕虫寄生的人 撒了过去 死了 当闲言 撒到被死亡蠕虫寄生的 那个人身上后 顿时冒出一股白烟 那个被死亡蠕虫寄生的人的身体 仿佛被硫酸烫伤了一样 烧出了许多血窟窿 信仪急忙把天花会的兄弟拽起来 这些东西怕烟 快把烟拿出来 信仪急忙对天花会的兄弟们喊道 天花会的兄弟们 都背着一个帆布包 帆布包里都装着烟 林天花让他们装着烟 本来是想和沙巴做交易的 可没想到沙巴竟然想黑吃黑 这些烟倒是救了天花会的兄弟们 此时沙巴看向林天花问道 你身上有没有烟 林天花一刀将三个被死亡蠕虫寄生的人 砍死后 说道 有 沙巴听后急忙说道 那还等什么 赶紧把烟拿出来 不然我们根本跑不到瀑布下面 林天花听后 嘴角露出一丝坏笑说道 我只要能保证 我可以到瀑布下面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管你 沙巴听后 神色猛的一顿 随后他一脸愤怒地盯着 林天花说道 巴嘎 要死一起死 谁特么都别想活 沙巴说完后 对着林天花猛地一刀砍去 看来 他真的是被林天花激怒了 林天花见沙巴被他激怒了 嘴角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 他脚下一用力 躲开了沙巴的攻击 沙巴一刀砍空后 对着林天花再次砍去 这时 地下突然出现了三个被寄生的人 那三个被寄生的人 扑向沙巴 沙巴急忙一刀砍出 将那三个被寄生的人拦腰砍断 当他再一次想要攻击林天花的时候 只见林天花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把五连发猎枪 沙巴的脸色顿时一变 林天花冷笑一下 对着沙巴扣动扳机 碰 一道火光 从五连发猎枪的枪口中喷出 沙巴还以为 林天花手中的枪 和他们在沙漠中用的枪相似 一次只能打出一颗子弹 以沙巴的实力 躲开一发子弹 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 当几十个钢猪从五连发猎枪的枪口中喷出后 沙巴的眼角猛地抽动一下 骂了一声 我尼玛了个大巴嘎 这是什么枪 怎么一次能打出这么多子弹 沙巴说完后 握着长刀猛地在身前一顿挥动 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 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 握槽 林天花听到那些金属碰撞的声音后 脸上露出惊吓的表情 要知道 五连发猎枪的威力很强 如果有人用五连发猎枪 在这么近的距离对他开枪 他都没有把握 可以躲过五连发猎枪中喷出的钢猪 这要牛逼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的实力 林天花盯着沙巴沉声说道 这时 沙巴将长刀放下 一脸得意地看着林天花 林天花看着沙巴突然不屑地说道 你在这跟我得意尼玛呢 你刚才这呜呜杂杂的 我还以为你多牛逼呢 你也没挡住多少钢猪啊 只见沙巴身上出现十几个血窟窿 那些血窟窿正在往外飙显 沙巴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气得差点吐血 尼玛的 我也没想到 你枪里竟然能打出这么多的子弹 当沙巴的血液滴落在地上后 竟然被地上的沙子吸干了 随后地面的沙子快速蠕动起来 沙巴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严重的表情 他不再理会林天花 转身向瀑布的方向跑去 林天花健壮冷声说道 还没结束呢 就想跑 他说完后 对着沙巴再次开了一枪 碰 钢猪全部打在沙巴的后背上 五连发猎枪的威力很大 沙巴直接被打倒在地 他一脸猙獰地看着林天花说道 如果这次我死不了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林天花听后笑了 你在这个时候跟我放狠话 你认为我会放你走吗 林天花拿着五连发猎枪 对着沙巴说道 沙巴眼睛里闪过一道冷芒 他沉声说道 如果我活不了 这里的人谁都别想活 林天花骂道 你妈的 你咋这么狂呢 你是太阳啊 离开你都活不了 林天花说完后 拿着五连发猎枪 准备把沙巴解决掉 这时 沙巴突然拿出一个遥控器 他一脸凝笑地说道 我早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我提前做好了准备 既然你想弄死我 那你们就都和我一起陪葬吧 沙巴说完后 按了一下遥控器上的按钮 峡谷四周 突然生出了许多管子 林天花一脸不解地 看着那些管子 突然那些管子里 喷出了许多红色的液体 一股血腥味 钻进林天花的鼻子里 他眉头猛地皱起 当那些血液滴落在地上后 地面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晃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破土而出一般 第957章 风暴 当沙巴将血液释放出来后 峡谷的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地面下钻出来一样 而那些被寄生的人 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他们好像疯了一样 奔向那些血液 当他们来到那些血液边 大口大口地将那些血液吞噬 林天花见状 急忙对信医和天华会的兄弟们喊道 快点跑 沙巴脸上露出正经的笑容说道 来不及了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死亡如虫的可怕 林天花眉头微皱 他能看出沙巴并不是在开玩笑 此时地面晃动得越来越剧烈 林天花心中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不再理会沙巴 转身向峡谷外面跑去 此时信医带着天华会的兄弟 已经跑上了高墙 那个高墙最高的地方足有百米 林天花不相信死亡如虫 能够到那么高的地方 阿龙紧张地看着林天花喊道 老大快点跑 林天花点点头 这时一阵惨叫声在他身后传来 他回头看去 只见十几条树根刺进沙巴的身体里 沙巴的身体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 他的皮肤也变成了灰白色 沙巴也被死亡如虫寄生了 此时那些被寄生的人 正在喝墙壁上放出来的血 他们喝血的速度非常快 很快墙壁上的血全部放干 而那些血液很快就被吸干了 那些被死亡如虫寄生的人 突然看向正在向高墙跑去的林天花 和沙巴的手下 吼吼 那些被死亡如虫寄生的人 嘴里发出一阵嘶吼声 随后那些寄生人 快速向林天花和那些世神冲去 信仪看到那些被寄生的人后 把手里的盐袋拿出来 他手里的盐袋只剩下了小半包咸盐 信仪看向其他人问道 你们身上还有没有咸盐 阿龙和阿虎拿出了小半袋盐 而其他天华会的兄弟手里只剩下了一点盐 阿龙看着信仪说道 你是打算去接应老大吧 信仪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他知道 如果没有足够的咸盐 他从高墙上下去 不仅接应不到林天花 很可能还会成为林天花的负担 阿龙他们 把手里的咸盐全部给信仪 那些咸盐夹在一起 勉强凑满了一袋 信仪沉声说道 应该够了 这时 一阵惨叫声传来 他们急忙向高墙下面看去 只见几个世神 被寄生人扑倒一顿撕药 老大小仙 信仪他们看到十几个寄生人 冲向林天花 脸上顿时露出焦急的表情 林天花对着那些寄生人 猛地砍出几刀 刀钢将挡在他面前的寄生人 拦腰砍断 不过周围的寄生人越来越多 那些寄生人 似乎拥有智慧 他们挡在高墙前面 不让林天花和剩下的世神 爬上高墙 特么的 那些怪物挡住了上墙的路 阿龙沉声说道 高墙外面有一个梯子 顺着那个梯子 可以直接到高墙顶上 现在那些 被寄生的人挡在梯子边 甚至还有一些人爬上的梯子 沙巴的手下 看到那些寄生人 挡在梯子前 脸上顿时露出绝望的表情 林天花微微皱下眉头 她思索了一下后 觉着如果硬碰硬 她应该有很大的几率闯过去 就在林天花准备动手的时候 峡谷的地面 突然如波浪一般蠕动起来 信仪他们的目光 突然看向峡谷中央 那 那是什么东西 卧槽 我在练妖塔里这么久 还没见过这种东西 林天花也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嘴巴 从沙漠下面伸出来 那个嘴巴是圆形的 差不多有十几米粗 嘴巴里长了好几层锋利的尖牙 那个怪物 慢慢地从沙漠下面 伸出来十几米 怪物的身体仿佛蛇一样 身上冒出了许多触手 那些触手 犹如树根一样 连在寄生人的身上 林天花疑惑地说道 这连妖塔里关的 不都是士神和大妖吗 这个东西 是从哪里来的 死亡如虫既不像是妖 也不是士神 林天花很奇怪 这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炼妖塔中的 这时 天空上突然飘下许多白色的颗粒 信一的声音 传进林天花的耳朵里 老大 快点上来 林天花回头看去 只见信一 他们正抓着咸盐 向高墙下面洒去 那些寄生人的身上 沾到咸盐以后 嘴里顿时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死亡如虫嘴里 也发出一阵低吼声 一道音波 从死亡如虫的嘴中发出 那音波顿时卷起黄沙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 卧槽 这大虫子 还有这种能力 林天花健壮 脚下猛的一用力 身体快速向高墙的梯子跑去 此时那股风暴越来越大 信一急忙让天花会的兄弟 往高墙的最高处跑去 然而 天花会的兄弟们并没有动 他们都在等着林天花 林天花来到高墙边上 脚下猛的一用力 身体高高地跃起 来到高墙外的梯子上 他抬头看向信一 和天花会的兄弟们 急忙喊道 快往上面跑 信一和天花会的兄弟们 这才往高墙的最高处跑去 林天花一边向高墙上面跑 一边回头看去 那股风暴越来越大 围着峡谷开始转圈 那些寄生人 被卷入到风暴中 就听风暴中 传来隐隐的嘶吼声 这风暴怎么越来越大 不知道这高墙 能不能挡住风暴 林天花沉声说道 很快他便来到了高墙顶上 那个高墙的顶部 建造得非常厚 差不多有三十几米宽 当林天花来到高墙顶上的时候 看到二十多个妖族 赤裸着上身 绑在一个滚轮边 那个滚轮 正是控制高墙下面的 那扇大门的 只要转动滚轮 就可以将那扇大门打开 林天花看着那些妖族人 猛地挥动一刀 一道刀钢飞射而出 就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个滚轮 直接被林天花一刀劈碎 滚轮碎裂后 缠在那些妖族身上的铁链 也可以打开 那些妖族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激动的表情 此时 峡谷里的风暴越来越大 风暴中隐隐传来一阵雷声 甚至还有电光闪过 这死亡如虫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厉害 林天花来到信一 和天华会的兄弟们身边 陈生说道 这高墙够呛能挡住风暴 第958章 几个怪人 林天花看着越来越大的风暴 陈生说道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 从高墙上下去 不然 等风暴与高墙一般高的时候 我们再想跑 就来不及了 也不知道这高墙 能不能拦住风暴 林天花刚说完 刚才林天花救的那些妖族人 突然说道 我们有办法对付这个风暴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他看着那些妖族人问道 什么方法 一个妖族人 只向瀑布上面的闸口说道 只要把瀑布的闸口打开 就可以将风暴驱散 林天花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他们所在的高墙和控制瀑布的闸口 刚好跨越了整个峡谷 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打开控制阀门的闸口 不但要穿过风暴 还要通过死亡蠕虫所在的地方 风暴是死亡蠕虫释放出来的 可见它有多厉害 林天花也不敢保证 可以对付得了死亡蠕虫 信义陈生说道 你们的这个方法 不可能完成 那个大虫子 从样子上看 就很厉害 想要安全地到达对面 几率很小 阿龙和阿虎赞同地点点头 那几个妖族人说道 几率确实很小 但现在只有这一种办法 随后领头的妖族人 看向林天花恭敬地说道 刚才是您救了我们 我们的命都是您的 就由我们去打开 对面瀑布的阀门吧 那些妖族人说完后 便准备离开 林天花听后 心中十分感动 妖族人重情重义 有恩必报 这是林天花非常喜欢的 不过林天花也知道 那些妖族人 想要去对面打开阀门 无疑是等于去送死 林天花轻声说道 你们刚获得自由 应该好好享受一番 剩下的是交给我们就好了 林天花说完后 看向对面 信一和阿龙他们急忙说道 老大 不行 这太危险了 对啊 我们不能让你自己去冒险 要去我们一起去 对 我们天花会的人是一条心 要死一起死 天花会的兄弟们 也跟着喊道 林天花心中一阵感动 他轻声说道 我没看错你们 不过这件事 你们要听我的 你们就躲在这里 谁都不允许和我一起 信一刚想要说什么 林天花看向他说道 不用再说了 听我的 林天花从开始混那天起 就知道 当大哥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小弟冒险 此时风暴越来越大 峡谷里面全部都是风沙 能见度非常低 风暴中的沙子打在高墙上 犹如子弹一般 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 林天花的后背 突然冒出了几十根触手 那些触手将他的身体包裹住 形成了一个黑色的铠甲 林天花顺着高墙边的梯子 快速向高墙下面跑去 当沙子打在他身上的时候 发出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如果没有他身上的铠甲 林天花估计也扛不住 当他来到梯子下面的时候 看到地面上布满了 类似树根一样的触手 当那些触手感觉到了 林天花身上的血气后 纷纷对着林天花爬了过去 林天花看着越来越大的风暴 沉声说道 妈的 只能拼一下了 他说完后猛地从梯子上跳下来 向对面的瀑布跑去 而那些触手感觉到 林天花的存在后 纷纷对着林天花刺去 林天花握着悬天斩魔刀猛的 一刀砍在一根触手上 还好那些触手并不是很坚硬 他没有使用刀钢 便将那根触手砍断 触手砍断后 喷出一股绿色的液体 林天花知道 那股绿色的液体中有毒 他的身体 虽然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但他也不知道 能不能抗住死亡 蠕虫身体里的毒素 他担心他沾到那些毒液后 也会变成寄生人 林天花现在不能浪费时间 他一边砍断死亡如虫的触手 一边向对面的瀑布跑去 信一他们看着峡谷中 只能干着急 这时 阿龙指着对面的瀑布说道 那瀑布上面 也有一些妖族人 我们一起喊 没准他们可以听到 众人听后 向对面的瀑布上看去 瀑布的水坝上 有二十几个妖族人 被铁链绑在滚轮上 而负责看守那些妖族人的侍神 早就跑没影了 信一他们急忙对着对面的 那二十几个妖族人大声喊道 快点打开瀑布的阀门 喂 听见没有 打开阀门 然而 峡谷中的风沙实在太大 他们的声音根本传不到对面 而对面的二十几个妖族人 看着峡谷中的风沙 脸上露出木讷的表情 他们被锁在这里太久了 他们的村庄都被沙巴踏平 村庄里的人死得死 跑得跑 而这些被抓来的妖族人 常年被沙巴压制 早就没了声的希望 他们反而很想死在风暴中 这样他们就解脱了 灵天花握着悬天斩魔刀 不断地向瀑布的方向跑去 还好他的法力恢复了 不然他也够呛 能走到瀑布对面 此时死亡如虫感觉到了 灵天花的存在 他的那张深渊巨口突然动了 灵天花发现了死亡如虫的异样后 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死亡如虫的嘴里 突然爬出了几个人 那些人的行动非常僵硬 用四肢走路 眼神空洞 嘴里长满尖牙 从死亡如虫嘴里 爬出来的几个人和寄生人很像 只不过 他们的身体后面 并没有连接着死亡如虫的触手 这特么又是什么东西啊 灵天花皱着眉头骂道 这时 那几个人从死亡如虫的嘴里跳下来 他们快速向灵天花爬去 当一个人来到灵天花身前的时候 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灵天花发出一声嘶吼 灵天花看着那个人的嘴 眼角微微抽动一下 那个人的嘴里 长了好几层锋利的尖牙 那样子 和死亡如虫嘴里的尖牙很像 噗 那个人嘴里突然吐出一口绿色的毒液 毒液犹如利剑一般 对着灵天花飞射而去 还好灵天花的反应迅速 他急忙躲开 才没有沾到毒液 那些毒液 喷到了一个寄生人身上 毒液仿佛硫酸一样 竟然把那个寄生人腐蚀殆尽 第959章 无限欲合 寄生人被从死亡如虫嘴里 爬出来的那个怪人 一口毒液腐蚀掉以后 地面突然晃动起来 只见死亡如虫 竟然慢慢地退回到沙漠下面 灵天花见状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死亡如虫的触手和寄生人 也都回到沙子下面 只留下了那七个怪人 一个站在高墙上的妖族人看到 那七个怪人后 面色凝重地说道 那些是死亡如虫的幼崽 他们会寄生在弑神身上 因为弑神的身体 本来就是灵体 灵体吸收灵气的速度非常快 死亡如虫的幼崽 在借用弑神的身体 吸收灵气 他们不仅移动速度快 而且身上的毒药 比死亡如虫的毒还猛 信一听后眉头皱起 他急忙大声喊话 把那个妖族人刚才说的 告诉灵天花 灵天花听后 眉头微皱 这是一个死亡如虫的幼崽 冲向灵天花 他的指甲发黑 一看就有剧毒 灵天花猛的一刀 砍向死亡如虫的幼崽 噗 灵天花一刀 砍在死亡如虫幼崽的胸口上 将死亡如虫幼崽的胸口 砍出一条伤口 死亡如虫幼崽的血肉 呈现新红色 里面有许多蠕动的红血丝 那些蠕动的红血丝 快速将死亡如虫幼崽 胸口上的伤口愈合 伤口愈合的速度 和灵天花愈合的速度差不多 卧槽 伤口愈合得这么快 我看把你脑袋砍下来 你还怎么愈合 灵天花说完后 猛的一刀砍向死亡如虫幼崽的脑袋 噗 死亡如虫幼崽的脑袋 被灵天花一刀砍断 新衣他们见状 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然而下一刻 他们的表情突然凝固了 只见死亡如虫幼崽的脖子中 冒出了许多红血丝 那些红血丝连接在他的脑袋上 他的脑袋又重新接了回去 我尼玛 把脑袋砍掉都不死 灵天花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随后 他又一刀将死亡如虫幼崽的身体 拦腰斩断 死亡如虫幼崽的伤口处 再次冒出红血丝 那些红血丝将他的身体连接在一起 快速愈合 卧槽 这愈合能力也有点太变态了吧 与此同时 另外这个死亡如虫的幼崽 也来到灵天花身前 他们张开嘴对着灵天花 喷出一股毒液 灵天花急忙闪身到一边 躲过毒液 信一看向灵天花旧的那些妖族人问道 这些东西的愈合能力怎么这么强 有没有办法杀死他们 那些妖族人听后 无奈地摇摇头 其中一个妖族人说道 我们以前倒是见到过很多次死亡如虫 不过沙巴在峡谷里 发了很厚一层闲言 死亡如虫很害怕闲言 每次死亡如虫接触到闲言后 都会回到沙子里 很少会攻击沙巴的手下 而且沙发在峡谷里 养了很多蝎子 每次死亡如虫出现后 都会以那些蝎子为食 吃饱以后别回到沙子里 信一听后眉头皱起 可惜我们的闲言用完了 不然的话 如果用闲言 也许能对付得了他们 信一说完后 突然发现风暴好像有点小了 他急忙对灵天花喊道 老大风暴好像小了 灵天花听后抬头看去 风暴确实比刚才小了许多 风暴是由死亡如虫发出的 阴波形成的 死亡如虫回到地下以后 阴波也会随之消失 风暴慢慢也会消散 灵天花沉生说道 特么的 这些怪物根本杀不死 我们先离开这里 回去运闲岩过来 特么的 老子把这里变成岩碱地 我看那些死亡如虫 以后还怎么出来 那些妖族人听到灵天花的话 看向被灵天花砍碎的滚轮 说道 滚轮已经被砍碎了 想要离开峡谷 只能使用绳梯 随后那些妖族人 跑到一边的一个岗楼里 从岗楼里 拿出了几圈绳梯 那些身体长约百米 刚好可以从高墙上 一直放到地面 那些妖族人 把绳梯绑好后 看向信一说道 绳梯已经绑好了 现在可以下去了 信一听后 对着灵天花喊道 老大 绳梯绑好了 灵天花一刀 将两个死亡如虫的幼崽 拦腰砍断后 沉生说道 你们先下去 我先拖住这些死亡如虫的幼崽 信一听后眉头皱起 这时 阿龙在一边说道 我们听老大的先离开 这些死亡如虫的幼崽 愈合能力很强 根本就杀不死 我们在这里 只是给老大拖后腿而已 虽然阿龙说的话不中听 但确实是事实 信一咬着牙点点头 沉生说道 走 随后他让天华会的兄弟们 先从绳梯下去 天华会的兄弟们 也不想走 但他们知道 他们在这里待着 只会拖累灵天花而已 最终 他们从绳梯上爬了下去 当高墙上只剩下信一和阿龙后 信一对着灵天花喊道 老大 兄弟们已经下去了 快点过来 灵天花听后点点头 他握着悬天斩魔刀 对着死亡如虫的幼崽 猛地挥出好几刀 七八道刀钢 对着死亡如虫的幼崽 飞事儿出 噗噗噗 那七个死亡如虫的幼崽 被刀钢砍成好几块 即便如此 那些死亡如虫的幼崽 依然没死 他们的伤口中 再次冒出红血丝 灵天花眼睛里 闪过一道冷芒 他突然抓起一个 死亡如虫幼崽的头发 猛地甩进一旁的湖泊中 你妈的 你们不是能愈合吗 老子把你们的身体都分开扔 我看你们怎么愈合 灵天花说完后 我抓起死亡如虫幼崽 碎裂的身体 便向四周扔去 以他的力量 可以轻松将死亡如虫幼崽的 身体碎片扔出百米 当他把那七个死亡如虫的身体 扔得到处都是后 他急忙向高墙边的梯子跑去 当他来到梯子上 回头看你像那些死亡如虫的幼崽 只见那些死亡如虫幼崽的伤口中 再次冒出红血丝 那些红血丝慢慢在地上延伸 最后竟然延伸了百米 卧槽 这些死亡如虫的幼崽 看来真不容易杀死 现在只有弄到闲岩 才能对付他们 灵天花说完后 快速向高墙上面跑去 当他来到高墙顶端后 和信一还有阿龙 顺着绳梯爬出到高墙下面 老大 这里的地面也在颤抖 看来这里也不安全 信一从绳梯上爬下来后沉声说道 第960章 重整旗鼓 灵天花他们从绳梯上爬下来后 灵天花发现 高墙外面的地面也在蠕动着 似乎有什么东西 想要从下面爬出来一样 那么的 他来这里也不安全 我们快点走 灵天花说完后 一只巨大的蝎子 突然从地下爬出来 那只蝎子的体型 和一辆小轿车那么大 灵天花他们顿时警惕起来 就在灵天花 以为那只蝎子 要攻击他们的时候 地下突然伸出一条触手 将那只蝎子缠住 那只蝎子用力地挣扎着 随着蝎子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那只触手缠得也越来越紧 最终那只蝎子 被拖入到了沙子下面 灵天花认出了那只 触手是死亡如虫身上的触手 他急忙喊道 快跑 随后 他们一帮人 向绿洲外面跑去 此时死亡如虫的幼崽 也追到了高墙上 他们的身体 已经恢复如初 不得不说 死亡如虫幼崽的肉身 恢复实力确实很强 他们被砍成了好几块 竟然还没有死 这时一个死亡如虫的幼崽 突然从高墙上跳下来 高墙足有百米 就算是灵天花 也不敢轻易地尝试跳下来 没想到 那些死亡如虫的幼崽 竟然这么猛 灵天花见状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卧槽 随后他对信一和天花会的兄弟们喊道 快点走 灵天花说完后 带头离开 这时就听砰的一声闷响传来 刚才从高墙上跳下来的死亡如虫幼崽 身体被摔个粉碎 灵天花刚打算松口气 只见那个死亡如虫幼崽 突然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的脑袋已经凹陷进去 犹如肉泥一样 即便这样 那个死亡如虫的幼崽也没有死 灵天花沉声骂道 这东西也太特么碾牙了 信一在一边说道 老大看来只能用闲言克制他们了 灵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不爽的表情说道 特么的 打电话给十二少 让他多弄1.5连发猎枪的子弹 子弹里少放钢珠 全部都给我装上岩 老子就不相信干不死你们 信一听后 急忙点点头 拿出电话打给十二少 这时高墙处又传来几声喷喷的闷响 灵天花回头看去 只见剩下的死亡如虫幼崽 也跟着从高墙上跳了下来 他们的身体摔到地上后 犹如一滩烂泥一样 身上的骨头全部粉碎 只不过 他们的自愈能力很强 即便骨头摔成了泥 也能恢复原样 灵天花没有恋战 他带着天花会的兄弟们 向绿洲外面跑去 当他们跑出绿洲的时候 看到绿洲中 爬出了许多死亡如虫的幼崽 灵天花沉生说道 不要管他们了 我们先走 灵天花说完后 突然感觉到地下的沙子 也开始蠕动 他急忙带着人快速离开 他们一口气跑出十几公里后 地下的沙子才停止蠕动 阿龙沉生说道 这死亡如虫到底有多大 我们跑出去这么远 才跑出死亡如虫的范围 被灵天花救下来的妖族说道 死亡如虫一直都是第六区的禁忌 没有人真正看到过 死亡如虫的全貌 如果不是沙巴用盐扑洒在绿洲上 它也无法占据绿洲 沙漠中许多妖族的村落 都把死亡如虫奉为神明 每年都会用贡品 供奉死亡如虫 阿虎好奇地问道 有用吗 那个妖族人点点头说道 确实有用 很多妖族的村落 都被死亡如虫庇护 就连沙巴也不敢 对那些村落怎么样 灵天花听后 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她刚才已经见识过 死亡如虫的厉害了 灵天花心中暗道 如果可以将死亡如虫 也收进堂口中 那绝对会是一个强大的帮手 灵天花看着那个妖族人问道 死亡如虫喜欢吃什么 那个妖族人说道 死亡如虫喜欢吸食血液 那些供奉死亡如虫的妖族村落 每年都会准备大量的血液 祭拜死亡如虫 灵天花听后 眉头微皱 血液 我上哪区弄那么多的血液去 突然她想到了 第七区和第八区的那些医院 妖族和世神的法力 都被炼妖塔封印了 这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也会生病 也会老死 所以 在这个世界中 也出现了许多医院 灵天花现在手里有不少宝石 也有很多钱 她拿出电话 打给麒麟 麒麟非常有商业头脑 灵天花把第七区 第八区和第九区 都交给了麒麟管理 电话接通后 灵天花对麒麟说道 让三个区的医院 组织献血车 有偿献血 让天花会的兄弟们 和新闻媒体 把消息散播出去 把献血的价格抬高 我需要大量的血液 麒麟听后 急忙着手安排 有钱能使鬼推磨 当麒麟把消息散播出去以后 顿时引来了许多人来献血 甚至需要排队 才能献上血 短短三天的时间 三个区的血库全都满了 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血袋 灵天花带着天花会的兄弟们 在沙漠里 整整走了十几天 才来到第六区的边缘 此时 麒麟已经在第六区的入口 等待灵天花 当麒麟看到了灵天花后 急忙走上前说道 老大 你要的东西 我都带来了 灵天花看向麒麟身后的 四台水罐车 麒麟说道 这四台水罐车里装的 全部都是血液 如果不够 我再组织人献血 灵天花轻声说道 这些血液应该够了 麒麟又只向旁边一辆卡车说道 老大 这辆车里装的都是 你要的枪支弹药 白色盒装的是里面代言的钢珠 红色盒子是正常的子弹 车上还有一些物资 灵天花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这些东西应该够用了 行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现在出发去绿洲 灵天花说完后 让天花会的兄弟们 把武器弹药准备好 随后他们开着车 重新向绿洲驶去 十几天后 他们来到距离绿洲 还有二十几公里的地方停下来 这里有一个废弃的村庄 灵天花说道 我们先在这里停留一下 一会儿我自己去绿洲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的消息 此时 绿洲里有许多死亡蠕虫的幼崽在活动 这片绿洲 原本就是死亡蠕虫幼崽的栖息地 第961章 套近乎 灵天花独自一人回到绿洲 死亡蠕虫的幼崽 感觉到了有血气靠近 纷纷看向灵天花的方向 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 还挺记仇 当他们看到灵天花后 嘴里发出一阵争鸣的叫声 灵天花轻笑一下 她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她把瓶口打开后 一股鲜血的味道从瓶子里飘出 死亡蠕虫的幼崽 闻到鲜血的味道后 嘴里顿时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 身体也不断地躁动着 灵天花看着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说道 你们可以听懂我说的话吗 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眼睛紧紧地盯着灵天花 灵天花从那些死亡蠕虫幼崽的眼神中看出 他们应该可以听懂灵天花的话 灵天花尝试着说道 我并没有恶意 也没有想抢占你们家园的意思 我只是想和你们的家长谈谈合作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这些血就当是见面礼 如何 灵天花说完后又打开几瓶血 放在绿洲边缘 随后它向后退出十几米 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 见灵天花退出十几米后 它们这才慢慢上前 走到那些血瓶的旁边 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 闻了闻血瓶里血液散发出的味道 死亡蠕虫以血液为食 它们抵抗不住血液的味道 拿起血瓶喝了起来 咕咚咕咚 一瓶血液几秒钟 就被它们喝光了 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喝完血后 明显对灵天花的敌意减少了许多 这时 一个死亡蠕虫的幼崽 嘴巴颤抖了几下 发出晦涩的声音说道 你 妖族 灵天花脸上戴着的小丑面具 掩盖了它的气息 死亡蠕虫的幼崽 也分辨不了 灵天花到底是妖族 还是世神 不过从死亡蠕虫庇护妖族村落来看 死亡蠕虫 应该也算是妖族一脉 灵天花伸手将小丑面具摘掉 那些死亡蠕虫 感觉到灵天花身上的气息后 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炼妖塔中除了妖族 就是世神 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 并没有见过人类 灵天花并没有隐瞒它的身份 她将它的来历 对死亡蠕虫的幼崽说了一遍 死亡蠕虫的幼崽听后相互对视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不解 你找虫后干什么 一个死亡蠕虫的幼崽 看着灵天花问道 灵天花直接表明了他的意思 我找虫后 是想带虫后和你们离开炼妖塔 那几个死亡蠕虫的幼崽 听后聚在一起 吱吱吱地 不知道在议论着什么 他们出生 应该就在炼妖塔中 并不知道炼妖塔之外的事 不过他们的眼神 应该很紧觉 灵天花倒是也理解 毕竟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来到他身边 说要带着他离开蓝星 他也猛 这是一个死亡蠕虫的幼崽 对灵天花说道 你在这里等等 我去报告虫后 灵天花微笑着点点头 只要他能让死亡蠕虫 加入他的堂口 让他等多久都行 刚才说话的那个死亡蠕虫幼崽 说完后 钻进一个树洞里 那个树洞应该直通地下 灵天花这才发现 绿洲中有许多阴沉木都是空的 灵天花故意和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 套近乎 他在死亡蠕虫幼崽的口中了解到 这个绿洲本来叫虫谷 是死亡蠕虫孕育幼崽的地方 因为虫谷里有水源 会吸引许多生物过来喝水 这样一来 死亡蠕虫就可以将那些生物抓住 把他们的血液喂尸给他的幼崽 只不过这个绿洲最后被沙巴用盐扑在地上 死亡蠕虫的皮肤沾到盐以后 会很快地脱水干枯 这也是为什么死亡蠕虫怕盐的原因 灵天花和死亡蠕虫幼崽聊天的时候 又给他们弄了几瓶血瓶 现在那些死亡蠕虫的幼崽 已经赶来到灵天花身边 并且对灵天花完全没有敌意 灵天花也对他们讲述了一些外面的事 就在死亡蠕虫的幼崽 听得入迷时 地面突然蠕动起来 死亡蠕虫的幼崽急忙对灵天花说道 虫后来了 死亡蠕虫的幼崽说完后 只见沙漠里突然爬出了许多寄生人 随后沙漠剧烈地抖动起来 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沙漠下面出现 那个巨大的身影正是死亡蠕虫 也可以称为虫后 死亡蠕虫的身体从沙漠中探出二十几米 随后他那巨大的嘴巴慢慢对着灵天花 灵天花听他救的那个妖族人说过 死亡蠕虫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 他的所有感知能力都来自他那张深渊巨口 死亡蠕虫的深渊巨口慢慢伸到灵天花身前 灵天花并没有躲闪 也没有拿出悬天斩魔刀 他就那样站在原地看着死亡蠕虫 当死亡蠕虫的那张嘴 距离灵天花只有两三米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 灵天花近距离看着死亡蠕虫的那张深渊巨口 顿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第961章 套近乎 只见死亡蠕虫的嘴里长了十几层锋利的尖牙 那些尖牙犹如绞肉鸡一样 如果灵天花被死亡蠕虫吃掉 他还没等进入到死亡蠕虫的胃里 就已经被绞成肉馅了 死亡蠕虫就这么一直用他的那张深渊巨口 凝视着灵天花 看得灵天花有点尴尬 灵天花轻轻地咳嗽了一下说道 你好 虫后 我叫灵天花 你也可以叫我华子 我是从炼妖塔外面来的 然而死亡蠕虫并没有回应他 只是他的牙一直都在蠕动 犹如绞肉鸡一般 看得灵天花头皮发麻 灵天花继续对死亡蠕虫说明他的来意 这时 围在灵天花身边的那些寄生人 突然同时开口说道 你叫我出来是想带我离开炼妖塔 被死亡蠕虫寄生的人至少有一两千个 一两千个人一起说话 而且评刺相同 顿时形成了一股无形的音波 仿佛整个空间都扭曲了一样 灵天花点点头说道 没错 节节节节 那些寄生人突然发出一阵笑声 只不过笑声听的人有些发毛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带我离开炼妖塔 那些寄生人再次问道 灵天花看着死亡蠕虫说道 我是出马仙 只要你加入我的堂口 我便可以带你离开 灵天花说完后 那些寄生人又发出一阵笑声 这次的笑声中带着一丝嘲讽 第962章 老相识 灵天花听到死亡蠕虫的嘲笑声后 疑惑地问道 你这是不相信我能带你离开 死亡蠕虫控制的寄生人 毫不犹豫地说道 没错 你应该没见过我的本体吧 死亡蠕虫说完后 沙漠突然发出一阵晃动 灵天花看着沙漠中 只见死亡蠕虫的身体 慢慢从沙漠中爬出来 死亡蠕虫的身体 犹如一条蛇一般 身上长满了如树根一般的触手 死亡蠕虫的身体 一点点地从沙漠中出现 很快便出现了白米 这还没看到死亡蠕虫的尾巴 死亡蠕虫的身体 不断地从沙漠中钻出 很快便一眼望不到头 这时死亡蠕虫身上伸出一条触手 慢慢靠近灵天花 灵天花感觉到 死亡蠕虫并没有恶意 所以没做出任何抵抗 那条触手将灵天花拖了起来 慢慢举高 当触手把灵天花拖到百米的高空后 灵天花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只见死亡蠕虫的身体 竟有几十公里那么长 随后死亡蠕虫将灵天花慢慢放下来 寄生人看着灵天花脸上 露出嘲讽的表情说道 你确定你的堂口 可以装下我的身体吗 灵天花听后眉头微皱 她进入练妖塔已有半年 随着她的堂口不断地吸收灵气 再加上许多妖族加入了她的堂口 她也不知道她的堂口现在到底有多大 就在灵天花不知道怎么回答死亡蠕虫的话时 死亡蠕虫突然说道 你如果想要带我出去 除非夺取炼妖塔中的灵泉 灵泉中释放出的灵气 会让你的堂口不断扩大 这样一来 也许你的堂口可以装下我 灵天花听后 眼睛突然一亮 她看着死亡蠕虫说道 我的堂口中有一口灵泉 死亡蠕虫的血盆大口 突然靠近灵天花 你说的是真的 你的堂口中有灵泉 灵天花点点头说道 没错 我的堂口中确实有一口灵泉 灵天花说完后 她身边的那些寄生人 脸上都露出了思索的表情 十几秒钟后 那些寄生人看着灵天花说道 把你的堂单拿出来 灵天花毫不犹豫地把堂单拿出来 灵天花身边的那些寄生人说道 如果我的名字可以写在你的堂单上 那我便可以进入你的堂口中 灵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死亡蠕虫 似乎看出了灵天花的疑惑 那些寄生人说道 你的顶香仙佳 难道没告诉你吗 堂口的大小决定了仙佳的人数 如果你的堂口太小 是养不了那么多仙佳的 柳白曾经确实对她说过 只不过柳白也说了 她的堂口中有一口灵泉 只要灵泉不枯竭 她的堂口就会越来越大 根本不用在意堂口中仙佳的多少 当然 柳白也没想到 林天花进入炼妖塔以后 会收那么多妖族人 林天花听到死亡蠕虫的话后 心中有些没有底气 她看着死亡蠕虫说道 你可以先试试 如果不行 我就去寻找炼妖塔中的灵泉 有了两口灵泉 肯定能带你离开这里 死亡蠕虫听后 凝视着林天花 这时 死亡蠕虫身上 伸出一条触手 那条触手 伸进死亡蠕虫的嘴里 在一根尖牙上划过 触手的顶端 顿时流出绿色的血液 随后拿根触手 伸到林天花的堂单前 写下了死亡蠕虫的名字 当触手收回去以后 林天花和死亡蠕虫 还有旁边的寄生人 同时看向堂单 只见一道血光喷出 死亡蠕虫的名字 出现在堂单上 此时 正在林天花堂口中 修炼的柳白 突然睁开眼睛 柳白是林天花的顶乡仙家 也是堂口的老大 只要有仙家加入堂口 他自然会知道 柳白眼角微微抽动一下 说道 卧槽 这小子特默地 把练妖塔的阵塔 大妖给收了 死亡蠕虫 没想到这家伙还活着 死亡蠕虫和柳白 都是在混沌中孕育而出 以前柳白和死亡蠕虫 还打过一架 要不是柳白身上的鳞片坚硬 他差点被死亡蠕虫寄生 这家伙 也算是老朋友了 当年我听说 他被关进练妖塔中 成为阵塔大妖 我还以为 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呢 柳白说完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当年那场假 我们不分胜负 这次 我是堂口的堂主 这家伙是我小爹 等他进入堂口以后 看我怎么收拾他 此时死亡蠕虫 也感觉到了柳白的气息 那些寄生人 盯着林天花沉声问道 你的顶香仙家 是玄天巨蟒 林天花听后惊讶地说道 你认识老蟒 那些寄生人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摇摇头说道 何止认识 我们当年还打过一架 那一架整整打了七天七夜 林天花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没想到 死亡蠕虫竟然和柳白认识 他看着死亡蠕虫问道 最后谁赢了 死亡蠕虫轻轻地摇摇头 他控制的那些寄生人说道 不分胜负 打了个平手 林天花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见识过死亡蠕虫的厉害 他没想到柳白的实力尖那么强 这时 死亡蠕虫控制的那些寄生人 突然对林天花问道 你的堂口 还没有得到上方线的认证吧 林天花轻轻点点头 他看着死亡蠕虫说道 我堂口中的仙家一直有缺 等这次从炼妖塔出去以后 应该就可以得到上方线的认证了 那些寄生人脸上突然露出冷笑说道 你最好不要获得上方线的认证 或者说 你最好不要让上方线知道你堂口的存在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为什么 死亡蠕虫控制的那些寄生人说道 那些上方线只不过是一群伪君子而已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出马仙 倒是无所谓 可你的堂口中有一口灵拳 你要知道灵拳在上方线界 也是不可多得之物 上方线之所以会离开蓝星 也是因为蓝星的灵气匮乏 他们为了寻找充足的灵气才会离开 如果让上方线知道 你的堂口中有灵拳 他们肯定会夺取你的堂口 林天花听后眼就猛地瞇了一下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第963章 上方线 林天花看着死亡蠕虫好奇地问道 上方线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们和人类一样吗 死亡蠕虫控制的那些寄生人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你想知道 那我就给你看看 那些寄生人看着林天花说道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这时 他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正在逼近 那股威压强大到沙漠中的风 都静止了 林天花猛地看向远处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正在快速向他这边飞来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个寄生人 那个寄生人身上的皮肤 如羊之一本 随着那个人 距离林天花越来越近 那股威压也越来越强 甚至林天花的身体 都有些颤抖 这难道就是上芳仙的实力吗 没想到上芳仙 即便成为寄生人 身上散发出的威压 还那么强 这根本不是人类 可以释放出的威压 林天花心中暗道 然而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 那个上芳仙 竟然是死亡如虫的寄生人 林天花丹 从上芳仙身上释放出的威压 便知道上芳仙的实力有多强 而死亡如虫 竟然可以把上芳仙 变成他的寄生人 证明死亡如虫的实力 要比上芳仙还要强 当上芳仙来到林天花身前的时候 林天花的身体 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 似乎有一股威压 想要把他压得跪在地上 林天花紧紧地攥紧拳头 他上不跪天下跪地 他也没见过他的父母 所以他也没跪过他的父母 林天花虽然命不好 但却生了一副傲骨 这时林天花的丹田突然运转起来 他丹田中的那滴水滴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游走在他的四肢百骸 他顿时感觉到 身上的威压缓解了许多 与此同时 林天花身上的悬天巨蟒纹身 突然冒出淡淡的黑芒 死亡如虫见状 急忙控制着上芳仙的身体 退到远处 那个上芳仙突然说到 悬天巨蟒对你不错呀 竟然在你身上流了一滴精血 林天花疑惑地看着死亡如虫 他知道柳白在他身上 留下了一滴精血 但他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特别之处 死亡如虫 似乎看出了林天花的想法 那个上方先对林天花说道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一滴精血在你有危险的时候 可以保你一条命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原本他以为 柳白用他的精血 在他身上纹了一条玄天巨蟒 是想借助林天花的灵气 好重铸肉身 没想到这滴精血 竟然在关键的时候 可以保他的命 林天花看着死亡如虫说道 你和老莽 应该也有日子没见过面了吧 不如你先进入堂口中 死亡如虫听后犹豫了一下 随后他控制的上方先 对林天花说道 好吧 不过你要抢夺炼妖塔的中枢 肯定会遇到炼妖塔的大妖和弑神 我让我的七个幼崽 留在这里保护你 他们的实力你也见识过了 林天花天后急忙点点头 他在峡谷里 和死亡如虫的幼崽交过手 死亡如虫的幼崽 拥有不死的能力 他将死亡如虫的幼崽 砍成了肉块 都没有将死亡如虫的幼崽杀死 死亡如虫继续说道 他们现在还在幼年期 只要他们吸收了足够的血液 他们的实力就会快速增长 他们留在你身边 肯定会对你有帮助 而且他们现在寄生的身体 都是上方先 林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心中暗道 这死亡如虫到底杀了多少上方先 死亡如虫接着说道 只不过我的幼崽实力太弱了 所以这些上方先体内的力量 无法释放出来 林天花说道 是不是只要他们吸收了足够多的血液 他们体内的力量就会增加 死亡如虫点点头 林天花嘴角微微上扬说道 这个不是问题 他说完后 拿出电话打给信仪 二十几分钟后 四辆水罐车从远处开来 当水罐车开到林天花身前的时候 信仪他们一脸震惊地 从车上跳下来 他们在出发后没多久 就看到了死亡如虫的本体 他们这才知道 死亡如虫的本体竟然如此庞大 林天花说道 我记得峡谷里面 好像有一个蓄水池 把车开进峡谷里面 随后 信仪他们开着车 直奔沙巴以前的领地 他们把车开到峡谷后 将蓄水池里的水全部排空 随后 四辆水罐车同时打开阀门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顿时钻进林天花他们的鼻子里 死亡如虫的幼崽 闻到血腥味后 嘴里顿时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 他们的样子非常兴奋 死亡如虫也将深渊巨口探过来 林天花看着死亡如虫和他的幼崽说道 这些都是我在其他区弄的血液 你们可以慢慢享用 喝完以后 我再让人去弄 反正砍阴沉木也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还要用车拉到第五区的入口 这段时间刚好 可以给死亡如虫的幼崽多为一些血液 让他们的实力增强一些 死亡如虫的幼崽 名字也在唐单上 他们现在和林天花的关系 非常亲密 当林天花把蓄水池装满以后 那七个死亡如虫的幼崽 纷纷跳进蓄水池中 死亡如虫只是在一边看着 并没有吸食血液 林天花见状说道 别客气了 这还有一个满的水罐车 里面装满了血液 阿龙 你把水罐车的管子 放进死亡如虫的嘴里 阿龙听后急忙点点头 随后将水罐车的管子拿下来 死亡如虫也将脑袋放低 阿龙将管子 甩进死亡如虫的深渊巨口中 随后将阀门打开 血液顿时顺着管子 流进死亡如虫的嘴里 死亡如虫控制的那些寄生人 脸上顿时露出享受的表情 他们的表情和动作 就是死亡如虫想要表达的意思 死亡如虫的幼崽 也在蓄水池中大口地吞噬的血液 林天花看到他们身上 伸出了许多红色的血丝 那些血丝正在快速地吞噬血液 第964章 七个地点 天花会的人 在绿洲足足砍了半个月的木头 终于攒够了造船要用的阴沉木 林天花让麒麟从第七区 派来了十几辆卡车 木头装上卡车后 林天花对沙漠里喊道 阿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六 老七 我们出发了 林天花说完后 只见沙漠下面突然伸出了许多红色的触手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沙漠下面涌出 随后从沙漠下面爬出了七个人 那七个人正是死亡如虫的七个幼崽 死亡如虫的七个幼崽寄生在上方线的身体中 据说上方线的肉体已经达到了金刚不坏之身 肉身力量十分强大 当死亡如虫的幼崽 将那七个上方线的肉身力量全部吞噬完以后 那七个上方线就会成为死亡如虫幼崽的寄生人 而且死亡如虫还告诉了林天花一个震惊的消息 死亡如虫幼崽寄生的七个上方线并没有死 因为他们只有活着才能源源不断地吸收灵气 供养死亡如虫的幼崽 林天花听后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震惊的是死亡如虫的实力竟如此强大 竟可以把上方线当作寄生人 这段时间林天花一直用鲜血供养着死亡如虫的幼崽 现在死亡如虫的幼崽已经把林天花当作亲人 他们从沙子里爬出来后来到林天花身边兴奋地说道 大哥我们是不是要去无尽之海了 林天花微笑着点点头 随后他拿出一个葫芦扔给阿大 这个葫芦里面装了许多新鲜的血液 应该足够你们喝上半年了 阿大接过葫芦后开心地说道 多谢大哥 这时信一走过来对林天花说道 老大车已经全部装好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刚才我给太岁打电话 太岁已经联系了诺亚 等我们到了第五区 诺亚就会直接给我们造船 林天花轻声说道 我们已经在这里耽误了很多时间 我们现在出发 随后一行人上车后便向第五区的入口出发 第六区的沙漠非常大 林天花他们不眠不休 开了整整十天才来到明河边 阿龙看着面前的明河说道 老大这明河感觉比其他几个区的明河要宽呢 林天花也发现了 其他几个区的明河大概有百米宽 而第六区与第五区中间的明河宽度 足有五六百米 这时信一指向一边说道 老大 那里有座桥 在林天花的事一下 所有车都开到那座大桥边 那座大桥很宽 全部都是由阴沉木制成 阿龙看着那座大桥说道 老大 这大桥把不把握呀 我们的车可都是重在 阿虎只向大桥对面说道 你们看大桥对面好像有人把守 林天花也在看向大桥对面 大桥对面确实站着很多人 从那些人身上的穿着和武器看 他们应该都是世神 时间经过了千年 炼妖塔里一代又一代的繁衍 现在已经是世神当道 如果不是林天花进入炼妖塔 再过个几百年 估计妖族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阿大走到林天花身边说道 大哥 这阴沉木的硬度非常强 盖的大桥也很结实 撑住这些车应该不成问题 天花会的兄弟们砍树的这段时间 阿大他们一直都跟在林天花身边 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快 林天花每天都教他们说话 并和他们说一些炼妖塔外面的事情 现在阿大他们已经可以像正常人类一样说话 而且他们也把林天花当成亲人来看待 阿大说的没错 阴沉木的硬度确实很高 不然林天花他们也不会耽误那么多天的时间 每次聚一棵阴沉木就要用废一个巨片 林天花也尝试用刀钢砍树 可刀钢砍在阴沉木上 竟然只砍破了一层树皮 林天花沉声说道 我们过桥 所有人上车后 向第五区的方向开去 用阴沉木建造的大桥 确实结实 他们那么多辆重型卡车开上去 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很快 他们便开到了第五区的入口处 信义开着车 从后视镜看向林天花说道 老大 那些侍神想要拦车 林天花轻声说道 停车 问问他们想要干什么 信一听后 慢慢降低车速 当他们来到第五区入口的时候 把车停了下来 第五区的入口 站着十几个侍神 那些侍神一个个面容凝重 眼神警惕地看着林天花的车队 这时 一个留着披肩发的男人 走到林天花的车前 伸手敲了敲信仪那边的车窗 那个男人看着流利流气的 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紧身衣 信仪看向林天花 林天花轻轻点点头 信仪见状把车窗摇了下来 看向那个侍神问道 有事 那个侍神拿出一根烟雕在嘴上点 然后对着信仪吐了一口烟 一脸嚣张地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来第五区 那个人的烟吐在信仪的脸上后 信仪眼睛里顿时闪过一道冷芒 但她知道 林天花来第五区 是有重要的事要办 这才忍住心中 想要揍对方的冲动 然而 就在信仪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坐在副驾驶的林天花 突然身体探过来 对着那个抽烟的侍神 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这一个大嘴巴子 不仅把那个侍神打猛了 就连信仪也是一愣 这时 就听林天花伸手指的那个 留着披肩发的侍神骂道 有屁你就放 别他妈在这跟我兄弟装逼 听见了吗 坐在车后坐的阿大和老二 还有老三 听到林天花骂声后 身上顿时冒出细小的血丝 他们把林天花 已经当成了最轻的人 林天花想要干谁 他们就干谁 谁想动林天花 他们也干谁 阿大在后座伸出手指着林天花 刚才打的那个侍神骂道 你妈的 我大哥跟你说话呢 老二更是把车窗摇下来 指着那个侍神的脑门骂道 你他妈 想死是不是 巴嘎 那个侍神 愤怒地骂了一声 这时 一股强大的威压袭来 那个侍神 扭头看向阿大三人 阿大三人释放出的威压 让他的身体 止不住地打战 如果不是阿大他们 还只是幼年期 他们身上释放出的威压 就足以让那个侍神 失去战斗能力 第965章 诺亚 哈哈 三井 怎么样 吃扁了吧 就在那个留着披肩发的侍神 被阿大三人身上的威压压的愣神之际 一阵嘲讽的声音 传进那个侍神的耳朵里 三井这才回过神来 这是一个留着分头的侍神走过来 守在第五区入口的那些侍神身上 都穿着黑色的锦身衣 锦身衣上 还有一些发光的线条 那个留着分头的侍神 走到林天花的侧边微笑地说道 我们并没有恶意 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林天花看着那个分头侍神问道 检查什么 分头侍神并没有隐瞒 她看着林天花说道 最近第五区出现了许多魔神 我们暂时还没有查到那些魔神的来源 所以只能守在第五区的入口处进行盘查 希望各位可以理解 林天花听后疑惑地问道 魔神 那是什么东西啊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侍神说道 我们也没查出魔神到底是什么生物 不过根据古籍记载 在炼妖塔的空间没有融合为一体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魔神 那些魔神应该也是被关在炼妖塔里的生物 只不过在炼妖塔融合为一体的时候 那些魔神就消失了 直到一年前 那些魔神再次出现 而且杀了许多人 而我们是第五区猎魔小队的成员 林天花这才发现 守在第五区入口的人中 除了弑神以外也有妖族 刚才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就是妖族 林天花对魔神并没有兴趣 她看着猎魔小队的成员说道 我们车上拉的都是阴沉木 准备来第五区造船 你们可以去检查一下 林天花说完后从车上下来 信一和阿龙也跟着林天花走下车 刚才被林天花给了一个大嘴巴子的长发式神 眼神恶狠狠地看着林天花 林天花不屑地笑了一下 也点燃一根烟 走到长发式神身前 她对着长发式神的脸 吐出一口烟说道 咋的 不服啊 狂药有狂的资本 你对我刚才给你一个嘴巴子 你有意见吗 长发式神的眼睛扫了一眼 正顶在她脑袋上的五连发猎枪 急忙摇摇头 挤出一个笑脸说道 没意见 阿虎这才把五连发猎枪收起来 八个 这帮逼怎么这么狠呢 三井走到一边 低声说道 这是一个猎魔小队的成员对三井说道 你没看到这些人都是从沙漠里出来的吗 能在沙漠里混的人都比较严 一言不合就开干 而且 你刚才数是嚣张了一点 三井无奈地摇摇头 猎魔小队在第五区的地位非常高 第五区的人都非常崇拜他们 这让猎魔小队的人有些膨胀 所以 三井刚才才会如此嚣张 可惜他这次惹错人了 猎魔小队的人 检查了一下灵天花他们车上的货物 他们确定的 灵天花一行人中没有藏匿魔神后 猎魔小队的人 这才放灵天花他们离开 猎魔小队的人 把第五区入口的大门打开后 灵天花一行人开着车进入第五区 第五区里面和外面的城市十分相似 大街上随处可见妖族和世神的人 刚才灵天花在和猎魔小队的成员聊天时了解到 第五区非常包容 世神和妖族在一起生存得非常融洽 并不像其他区那样打得不可开交 第五区的生活也非常安逸 灵天花看着第五区热闹的景象 心中暗道 如果整个恋妖塔里都是这样的景象 那我还真没办法收服那么多的大妖 很快 灵天花他们按照太岁给的地址来到了一个造船厂 那个造船厂就在明河边上 当他们把车开进造船厂里面后 从造船厂里面走出一个金发碧眼的人 灵天花看到那个人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因为那个人身上的气息不是妖族也不是世神 那个的金发碧眼的人似乎感觉到了灵天花的疑惑 他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说道 不用那么奇怪 在这恋妖塔中不光有妖族和世神 还有一些其他种族的人也被关进恋妖塔中 灵天花听后拿出一盒烟 抽出一只地点那个金发碧眼的人说道 你就是诺亚吧 诺亚点点头说道 是的 你是太岁的干爹 灵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无奈的苦笑点点头 诺亚打趣地说道 看你的样子 你应该岁数不大吧 灵天花尴尬的地点了 这时他转移话题问道 你刚才说恋妖塔中不光有妖族和世神 那你是什么种族 诺亚叹口气说道 我是西方神族的后裔 灵天花听后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西方神族 天使 他以前在哈北市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可以借用恶魔力量的人 他知道恶魔的存在 既然世间存在恶魔 那有天使也不奇怪 诺亚摇摇头说道 神族和天堂那些鸟人是不同的种族 鸟人 倒是很形象 灵天花笑着说道 他能感觉到 西方神族似乎和天堂不合 这让灵天花更加好奇 炼妖塔的主人到底是谁 炼妖塔竟然连西方神族的人都能封印 我听太岁说 你们想要造船出海誓吗 诺亚看着灵天花问道 灵天花点点头说道 听说项柳和天照都在你这造的船是吧 诺亚看着灵天花说道 难道你也是为了炼妖塔的忠书 还要造船的 灵天花毫不避讳地点点头 诺亚说道 炼妖塔的忠书只存在于传说中 无尽之海凶险无比 你可要想好了 如果在无尽之海上遇到危险 很可能会把命丢在那里 灵天花轻声说道 富贵险中求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诺亚听后 脸上露出了质疑的表情 他犹豫了一下后 看向灵天花说道 我有一个请求 灵天花轻声说道 什么事 诺亚看着灵天花说道 如果你得到炼妖塔的忠书 能不能放我离开 灵天花听后笑了 他拍了拍诺亚的肩膀说道 我答应你 就算我没有得到炼妖塔的忠书 我也会带你离开 诺亚听后 眼睛顿时一亮 第966章 航海事 诺亚之所以会对灵天花 问出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在 给香柳和天照造船的时候 也问过相同的问题 他们虽然嘴上答应 但诺亚能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出 他们只是在敷衍诺亚 而灵天花却表现得非常真实 诺亚听后说道 想要造一艘 可以穿越无尽之海的船 至少要用四十几天 造船不像是别的 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对你们的航行造成危险 灵天花点点头说道 没问题 诺亚说道 放心吧 我会尽量帮你们加大动力 这样 你们应该可以能追上他们 灵天花拍拍诺亚的肩膀说道 那就辛苦你了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尽管跟我说 诺亚笑着说道 你就等着就好了 灵天花听后 拿出一袋宝石递给诺亚 说道 你看看这些宝石够不够 诺亚听后将袋子打开 只见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上乘的紫宝石 诺亚眼睛顿时一亮 她点点头说道 这些太多了 灵天花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收着吧 诺亚也没客气 她直接安排人卸车 把车上的阴沉木 全部卸下来后 便开始加班加点地制作木料 灵天花看着信义说道 刚才诺亚说 造船需要四十几天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来 信义说道 老大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路边有一个旅馆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灵天花点点头 随后 信义留下两个天花会的兄弟 在造船厂看着 其他人离开造船厂 向那个旅馆驶去 那个旅馆也建在明河边上 说来也奇怪 明河清澈见底 河中还有鱼儿嬉戏 而且明河中的鱼 也可以食用 但炼妖塔里的人 不能触碰明河水 明河水沾在炼妖塔里的人身上后 犹如硫酸一般 不仅会烧伤皮肉 甚至可以烧伤到骨头 而且任何东西 都无法漂浮在明河之上 只有阴沉木可以 只不过阴沉木生长在沙漠的绿洲里 以前那些阴沉木都被沙巴占领 只有花大价钱 才能从沙发手里买到阴沉木 甚至有的时候 花钱都买不到阴沉木 因为沙巴的性格非常多变 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黑吃黑 到时候别说阴沉木了 很可能命都会扔在沙漠里 沙漠里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绿洲 那些绿洲中也生长阴沉木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砍伐 许多小绿洲里的阴沉木 已经被砍光了 而阴沉木生长的速度又很慢 所以阴沉木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林天花一行人开着车 来到信义说的那家旅馆 那家旅馆的规模还不小 是一栋独栋的三层小楼 每个房间的窗户都很大 而且还有阳台 屋里收拾的也很干净 林天花转了一圈后 来到前台说道 你家的旅馆条件还不错 我包了 我们一共要住四十天 算算多少钱 旅馆老板是一个妖族女人 留着一头长发 长相貌美 眼角还有一颗美人质 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笑容 说话的声音也给人一种亲切感 你们应该是想造船出海的吧 旅馆老板娘看着林天花问道 自从第一区传出了 练妖塔中枢的地图后 最近有很多人都来第五区 想要造船出海 刚才林天花他们开车的时候 看到了好几家造船厂 第五区不光只有诺亚造船 甚至有很多造船厂里 都囤积了许多阴沉木 以前买船的人都是出海打鱼用的 无尽之海中的鱼味道十分鲜美 需求量非常大 尤其是那些士神 非常喜欢吃生鱼片 但打鱼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因为无尽之海中充满了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 所以造船厂里 囤积了很多阴沉木没卖出去 自从第一区传出了炼妖塔中枢的地图后 吸引了大批拥有野心的妖族和士神 进入无尽之海 第五区的造船厂也兴旺起来 同时也带动了第五区的经济 林天花并没有隐瞒 她对旅馆老板娘说道 没错 我们是来买船准备出海的 旅馆老板娘非常善谈 她看着林天花问道 出海可没有那么简单 听说无尽之海一望无际 海面上没有参照物 很容易迷失方向 你们想要去寻找炼妖塔的中枢 一定要找一个懂得观天象看海图的人 林天花听后眼睛顿时一亮 旅馆老板娘说的没错 虽然林天花手里现在有一份航海图 但她和信一还有建华会的兄弟们都没出过海 他们也不会看海图 更别提观天象了 旅馆老板娘看到林天花的反应后 笑着说道 看来你们要在造船的这段时间找一个航海士才行 航海士就是在船上负责航行方位的人 林天花看着旅馆老板娘问道 你有认识的航海士吗 旅馆老板娘说道 我还真认识一个航海士 她在第五区非常出名 大家都叫她海妹 林天花听后疑惑地问道 女的 旅馆老板娘点点头说道 可不要小看海妹 海妹每次出海打鱼都不用带海图 只需要观天象便可以顺利地回来 她是少数赶去深水区捕鱼的人 林天花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这时旅馆老板娘泼了一盆冷水说道 不过海妹可不一定会和你们出海哦 听说天照在出海前也找过海妹 不过被海妹拒绝了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去哪能找到海妹 旅馆老板娘说道 想要找海妹只能去渔港码头 不过海妹每次出海都会去深海区 来回要好几天 你们能不能遇到她就要看运气了 林天花听后点头说道 多谢老板娘和我们说这么多 她说完后看向信仪 信仪心领神会地 从她手中的帆布包中 拿出一捆钱放在柜台上 林天花看着旅馆老板娘说道 这些钱够吗 不够我再补 旅馆老板娘看着柜台上的钱 眼睛顿时一亮 急忙笑着说道 够了够了 随后旅馆老板娘 把房间钥匙给了林天花他们 林天花上楼后 对信仪说道 一会儿给兄弟们拿点钱 让他们这段时间放松一下 明天咱们几个出去购买物资 然后去找海妹 第967章 诡异的女人 林天花他们 暂时在旅馆住下来 第5区非常热闹 大街上也很繁华 到处都是大排档和娱乐场所 林天花让信仪给天花会的兄弟们 拿了一些钱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出去放松一下 毕竟这次出海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而且生死未卜 这些天花会的兄弟们 能不离不弃 证明他们已经认可了林天花 既然如此 林天花肯定不会亏待他们 一个大排档中 林天花带着信仪 阿龙和阿虎 还有死亡如虫 七兄弟坐在大排档中 点了很多好吃的 原本林天花以为阿大他们只喝鲜 没想到 他们也吃其他东西 而且饭量很大 他们毕竟只是幼崽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反正林天花也不缺钱 他点了一大堆的吃的 就在林天花他们吃饭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 咦 是你吗 林天花闻声看去 只见几个猎魔小队的成员 走进大排档中 刚才说话的 正是那个妖族的猎魔小队成员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这妖巧 那个妖族的猎魔小队成员 在检查他们车辆的时候 态度还不错 而且也没有为难他们 林天花对那个妖族的猎魔小队成员 印象还挺好 你们有过来吃饭吗 林天花看着猎魔小队的人们的 那个妖族人点点头 林天花说道 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来这边坐吧 人多也热闹一点 那个妖族的猎魔小队成员 听后看向其他猎魔小队成员 他见其他猎魔小队的成员 并没有反对 并点头答应下来 林天花让大排档的老板 又拼了两张桌子 随后 他又点了一大堆的吃的 那个妖族的猎魔小队成员 急忙说道 够了够了 我们吃不了那么多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放心 今天我请客 而且 我的这些兄弟 都很能吃 对了 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那个妖族的猎魔小队成员说道 我叫清玄 随后 清玄把其他猎魔小队的成员 介绍了一遍 那些人中 刚好有被林天花 打了一巴掌的三井 三井和其他世神不同 他的性格大大咧咧的 虽然林天花 打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但他并没有记恨林天花 反而有说有笑的 林天花让大排档老板 又搬来了几箱啤酒 信义给清玄几人 把啤酒打开 清玄急忙摆手说道 我们晚上还要当差 不能喝酒 林天花听后 顿时好奇地问道 你们今天说的魔神 到底长什么样子 猎魔小队的人 听到魔神后 脸上均露出凝重的表情 清玄对林天花说道 魔神有很多种 他们以妖族和世神的魂魄为食 林天花问道 那些魔神很强吗 清玄说道 是的 每次魔神出现 都会有人被杀 所以第五区 才成立猎魔小队 每天在第五区巡逻 清玄说完后 拿出一个竹筒 递给林天花 如果你们遇到了魔神 可以对着天空拉开竹筒 我们看到信号就会赶来 林天花并没有拒绝 她接过竹筒后 说了一声 谢了 他们吃完饭后 分道扬镳 林天花带着人回到旅馆 这些天 他们一直都在赶路 大家也都累了 回到旅馆后 他们便洗个澡休息了 晚上林天花正在睡觉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到 好像有人在她的房间里 正在盯着她 她猛地睁开眼睛 看向房间里 房间里一片漆黑 但林天花的眼睛 在黑夜中也如白昼一般 她很快便发现 一个人站在房间角落里 正在盯着她 那个人浑身漆黑 双眼血红 看身形 应该是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见林天花醒了 嘴巴慢慢张开 露出猙獰的笑容 只见那个女人的嘴角 一直咧到耳根下面 嘴里长满了锋利的尖牙 林天花感觉到 那个女人身上的气息很奇怪 不是妖族 也不是世神 魔神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清玄曾对她说过 魔神身上有一股血腥的气味 林天花的鼻子里 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她猜到 那个女人 应该就是清玄口中的魔神 擦 没想到我才刚来第五区 就遇到了魔神 清玄说过 魔神喜欢吞噬魂魄 魂魄强大的人 很容易遭到魔神的攻击 这个女人 应该是被林天花脑狱中的魂灵 吸引来的 这时 那个女人突然对着林天花 扑了过去 就在那个女人 扑到林天花身前的时候 林天花猛地一脚踹在那个女人的肚子上 那个女人 直接被林天花一脚踹到墙壁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信一住在林天花隔壁的房间 当她听到林天花房间的动静后 猛地睁开眼睛 她急忙跑出房间 来到林天花的房间门口 陈生问道 老大 你没事吧 林天花从床上下来说道 没事 只不过无法跟魔神而已 信一听后脸色顿时一变 她从清玄他们口中 可以听出魔神的实力非常强大 这时 阿大他们也来到林天花的房间外面 阿大将手指 放在林天花房间的钥匙口上 几条血丝 从她的手指中伸出 将林天花的房门打开 信一急忙冲进屋里 按了一下灯的开关 咔 灯光顿时亮起 林天花的眉头突然皱起 因为就在灯光亮起的时候 那个女人的身体突然消失了 就连身上的气息也消失不见 卧槽 这是怎么回事 林天花思索一下后 急忙对信一说道 把灯关上 信一听后 急忙按了一下灯的开关 当灯光熄灭后 只见那个女人 突然出现在林天花身前 伸手正想掐林天花的脖子 林天花猛的一脚踹在女人的肚子上 把那个女人踹倒在地 她冷笑一下说道 魔神确实有些诡异 在光亮下 竟然可以隐匿身形 连气息都会消失 林天花说完后 那个女人突然张开嘴巴 露出嘴里的尖牙 对着林天花发出一阵争鸣的吼声 你特么骂谁呢 阿大突然冲到女人身前 上去就是一脚 第968章 魔狱 阿大应该是听懂了 那个女人发出的叫声 死亡如虫的幼崽 现在把林天花 当成他们的亲人 他们当然不能容忍 有人骂林天花 阿大他们冲上来 对着那个女魔神 就是一顿圈踢 女魔神双手抱着脑袋 身体蜷缩着 嘴里发出一阵惨叫 她心中暗骂 卧槽的了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们知道我是魔神 竟然不怕我 还敢揍我 哎呀卧槽 这小鼻崽子 专门往我脸上贴 我特么不要面子的嘛 这时 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阿龙和阿虎 跑进林天花的房间 沉声问道 怎么了老大 阿龙顺手按了一下灯的开关 房间的灯光顿时亮起 那个女魔神的身体 瞬间消失 信一急忙对阿龙喊道 别开灯 快点把灯关上 阿龙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看到信一的表情 便知道他办错事了 他急忙把灯光熄灭 这时阿大疑惑地 看着女魔神 刚才所在的位置说道 哎 那个女的哪里去了 老二突然指向 林天花的房间门口说道 在那里 原本那个女魔神 想要趁着灯光亮起的时候逃走 当他听到老二的话后 身体猛地一颤 此时 阿龙也看到了 那个女魔神 他下意识地 对着女魔神的后腰 就是一脚 阿龙的力量很强 一脚踹在女魔神的后腰上 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女魔神的身体 直接被踹到走廊 走廊里亮着灯 他的身体 再次消失不见 信一皱着眉头 对阿龙说道 擦 你到时把他拽进来啊 你把他踹出去干鸡毛 这个女的遇到光亮 身体就会消失 他特么可能跑了 阿龙听后 一脸歉意地挠着头 这时林天花说道 那个女魔神 应该还没走远 林天花说的没错 刚才那个女魔神 被阿龙一脚踹在后腰上 直接把他腰脱踹犯了 此时 女魔神正趴在走廊里 捂着后腰 向楼梯口爬去 他的下半身 已经没了知觉 他一边爬一边骂道 这帮鼻痒得真特么狠啊 刚才把我这顿踢 把我眼睛都他妈踢疯猴了 现在 又把我腰脱踹犯病了 你们和我等着 等我养好伤以后 我要把你们挨个弄死 哎呀卧槽 我怎么感觉腿 有点妈呢 别是给我脊椎骨踹坏了 我不等瘫痪了吧 女魔神现在的样子 要多惨有多惨 她的脸 被阿大他们踹得鼻青脸肿 一个眼睛肿的和馒头一样 鼻孔流着鼻血 一颗门牙 还被踹断了一半 女魔神现在的样子 如果出现在大街上 都容易有人给她扔钱 尤其她 现在腿还不好使 要是整个板车 来前肯定更快 这时她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只见林天花带着人 从房间里走出来 林天花沉声说道 那个女魔神应该走不远 却把走廊的灯毙了 女魔神听后 顿时感觉天都塌了 你满了 这帮人还真是阴魂不散 咋地 今天就非要弄死我呗 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住 女魔神说完后 双手用力地向前爬 很快便爬到了楼梯口 她顺着楼梯口 向楼下爬去 也许是因为太激动的原因 女魔神的手一滑 身体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疼死我了 我胳膊好像断了 特么的 那些魔神不是说 妖族和弑神都很怕我们吗 这特么 怎么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呢 我 我想回家 女魔神竟然哭了 她本来不想来第五区的 她听她朋友说 妖族和弑神都很害怕魔神 她本来想要捉弄一个林天花 顺便将林天花的魂灵吞噬 可没想到 林天花和她的手下 不但不害怕她 反而把她一顿踢 尼玛的 老娘活了这么大 就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你们特么等着 等我回去摇人弄死你们 女魔神说完后 用她仅剩下一只完好的手 向旅馆外面爬去 擦 让她跑了 阿龙把走廊的灯关上后 仔细地看向走廊里 然而那个女魔神早已经不知所措 这时 林天花点了一根烟说道 那个女魔神还在旅馆里 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 清玄曾对她说过 炼妖塔虽然没有封印魔神的力量 但却限制了魔神的活动 魔神只要出现的地方 就会被魔狱笼罩 魔神只能在魔狱中活动 而魔狱中的人 无法离开魔狱 除非将魔神杀死才行 魔狱非常怪异 只能进不能出 不过 清玄给林天花的那根竹筒 可以释放出信号的 信号弹可以穿透魔狱 只要猎魔小队看到信号弹 就会快速赶来 林天花早就不知道 把那根竹筒扔到哪里去了 现在看来 她应该也不需要使用信号弹 林天花让信义把 天花会的兄弟们都叫起来 防止女魔神 攻击天花会的兄弟们 林天花则带着阿大他们 来到旅馆一楼 林天花尝试着 把旅馆的门打开 可任由她如何用力 旅馆的门都纹丝不动 魔狱并没有消散 看来那个女魔神 还在旅馆中 林天花说完后 旅馆大厅的灯突然亮起 旅馆老板娘 带着困意的声音 在柜台后面传来 你们在干嘛 旅馆老板娘 穿着一件真丝睡裙 一脸困意朦胧的问道 真丝睡裙很薄 老板娘的身体 若隐若现 看着十分撩人 林天花点燃一根烟 将女魔神的事 对旅馆老板娘说了一遍 旅馆老板娘 听到有魔神 出现在她的旅馆中 她顿时吓得困意全无 你别吓唬我 这时可不能开玩笑 旅馆老板娘说完后 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她来到门口 用力拽了一下旅馆的门 旅馆的门纹丝未动 旅馆老板娘脸上 顿时露出惊慌的表情 魔玉 我的旅馆里真的有魔神 这可怎么办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们 我记得我好像有信号弹 只要释放信号弹 猎魔小队就会来帮助我们 旅馆老板娘 一脸歉意地 对林天花说道 她那无助的样子 让人看着十分怜爱 林天花顺势搂住旅馆老板娘 说道 没事的 有我在 我们会处理掉那个女魔神的 不过这个时候最好别落单 还是去我屋吧 哥哥保护你 林天花说完后 搂着旅馆老板娘 向她的房间走去 第969章 女魔神的来历 林天花担心旅馆老板娘害怕 将旅馆老板娘 带回自己的房间 谈了好几个小时的心 旅馆老板娘 这才安心地睡去 林天花则一脸满足地 叼着一根烟 从房间中走出来 此时 信一正在房间外面站着 当她看到林天花 从房间里走出来后 急忙说道 老大 旅馆里已经被我们翻遍了 并没有找到那个女魔神 林天花听后 眉头皱起 魔狱还没有消散 证明女魔神还在旅馆中 她肯定还在旅馆里 继续找 信一急忙点点头 这时 一旁的阿龙突然说道 对了 还有一个地方没找 林天花看向阿龙 阿龙说道 旅馆老板娘住的房间 我们还没找过 林天花轻声说道 那个女魔神 应该不在旅馆老板娘的房间里 女魔神出现的时候 林天花带着阿大她们 追着女魔神 一直来到旅馆门口 当时旅馆老板娘 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时 并没有任何一样的表情 如果女魔神在她的房间里 她应该会发现才对 别看旅馆老板娘 一副美少妇的样子 她一个人能在第五区 开这么大个旅馆 自然有些本事和手段 住旅馆的人 形形色色 什么人都有 保不齐就有几个变态 如果旅馆老板娘 没有点房身的本事 这旅馆 她根本就开不下去 林天花看着信义问道 那几个人的房间查了吗 林天花本来想把整个旅馆 都包下来 但有几个客人 是在林天她们来之前 就已经住进了旅馆里 旅馆老板娘开门做生意 总不能把已经住进来的 客人赶走 不然她以后的生意 也没法做了 林天花倒是也很理解 旅馆老板娘 她就没有在意那么多 反正旅馆剩下的房间 也够他们住的 信义说道 那几个人的房间 我们也查过了 并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的情况 信义刚说完 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林天花听后 急忙向楼上跑去 惨叫声是从三楼传来的 林天花看向阿龙说道 赶紧去查一下 刚才的惨叫声 是不是咱们兄弟发出来的 阿龙和阿虎急忙点点头 转身离开 这时 林天花突然闻到了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那股血腥味 从她的身边飘过 林天花的眼睛猛地瞇了一下 她的手中 顿时伸出一条触手 将三楼走廊灯光的开关关闭 只见一道漆黑的身影 出现在三楼的楼梯口 操 是那个女魔神 抓住她 林天花说完后 她手中的触手 凝结成一张长弓 她用音器凝结成弓箭 对着那个女魔神 射出一箭 女魔神感觉到危险 急忙向楼下跑去 这时就听一阵破空声传来 一只弓箭对着女魔神飞尸而去 噗的一声 刺在女魔神的肩膀上 啊 女魔神嘴里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声 她强忍着肩膀上的剧痛 向楼下跑去 楼下的灯是打开的 当女魔神跑到有光亮的地方后 身体顿时消失不见 当林天花跑到楼梯口的时候 看到地上有一滩黑色的血液 林天花鼻子轻轻抽动一下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钻进她的鼻子里 那股血腥味中还带着一股奇怪的气息 林天花顺着那股气息来到二楼走廊 此时 阿龙和阿胡跑过来说道 老大 咱们的兄弟都在 林天花点点头 他猜到 刚才那声惨叫声应该是其他住客发出来的 这时林天花突然说了句 奇怪 信义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老大 林天花说道 那个女魔神身上的气息到了二楼 以后就不见了 阿龙说道 难道那个女魔神拥有藏匿气息的本事 林天花沉生说道 如果她真有藏匿气息的本事 刚才我就无法发现她身上的气息了 她肯定是躲到了什么东西里面 而那个东西可以隐匿她的气息 信义说道 清玄也没说魔神拥有藏匿气息的能力啊 阿龙对林天花说道 老大现在就旅馆老板娘的房间没搜过了 林天花听后转身向一楼走去 旅馆老板娘的房间就在柜台后面 林天花走进旅馆老板娘的房间里 她并没有感觉到旅馆老板娘的房间里有魔神的气息 看来魔神不在这里 就在林天花准备离开的时候 她突然看向桌子上的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里是两个小女孩 其中一个小女孩的样子和旅馆老板娘的样子十分相似 另一个小女孩打着伞 脸色苍白 眼圈有些发黑 看着好像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林天花把那张照片拿起来 仔细地看着照片上的另一个小女孩 说道 我知道那个魔神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 随后 林天花又在旅馆老板娘的房间里翻找了一遍 她在床下面发现了一个暗格 暗格里面放着一个红色的日记本 从那个日记本的样式看 那个日记本应该有些年头了 林天花将日记本打开后 看向日记上的内容 当她看完日记后 陈生说道 我知道那个魔神藏在哪里了 林天花说完后 向她的房间走去 当她打开房门的时候 看到旅馆老板娘正在梳头发 旅馆老板娘看到林天花的时候 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说道 你干什么去了 林天花看着旅馆老板娘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说道 你隐藏得很深啊 旅馆老板娘听后 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林天花拿出日记本扔在桌子上说道 我已经看过你的日记了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朋友叫出来了 旅馆老板娘看到桌子上的日记本后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她脸上突然露出猙獰的笑容说道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其实我并不想害你们 可我不害你们 我妹妹就要死 原来那个魔神竟然是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林天花刚才看过旅馆老板娘的日记 旅馆老板娘在日记中提到过她妹妹 她和她妹妹的关系非常好 几乎形影不离 可就在她妹妹小的时候 被魔神吓了诅咒 不能见到阳光 只要见到阳光 身体就会腐烂 第五区的人不知道怎么发现了这件事 他们觉得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被魔神诅咒 以后也会变成魔神 就把旅馆老板娘的妹妹抓了起来 绑在木桩上等待太阳升起 第九百七十章 魔神在线 第五区的那些人 因为忌惮魔神 把旅馆老板娘的妹妹绑在木桩上 当太阳升起后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被阳光照的身体 一点点的腐烂 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那声音回荡在第五区 听得人心中不寒而栗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心中充满了怨气和恨意 当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被阳光彻底照的消散后 她的魂魄寄生在旅馆老板娘的身上 而旅馆老板娘的妹妹不但没有解除诅咒 反而彻底变成了魔神 她对第五区的人心中充满了怨恨 这些年 她一直都在以魔神的身份猎杀第五区的人 并吸食那些人的魂魄 这才让她一直活下来 陪伴在旅馆老板娘身边 她只要不吸食魂魄 身体就会消散 旅馆老板娘看着林天花说道 其实我妹妹并没有想要吸食你们魂魄的意思 她只是对你们有些好奇 尤其你身上的气息有些奇怪 可没想到你竟然发现了她 而且还对她发起了攻击 她这才释放魔狱 旅馆老板娘看着林天花哀求道 求求你放过我妹妹吧 我保证以后会控制她不再杀人 林天花听到旅馆老板娘的话后 思索了一下 旅馆老板娘说的没错 她妹妹确实没有想要攻击林天花的意思 当时林天花发现旅馆老板娘的妹妹时 她妹妹只是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看着她 林天花说道 第五区的人是死是活和我没有关系 我只在乎我的兄弟们而已 既然是一场误会 那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只要你妹妹不对付我的人 我也不会对付你妹妹 旅馆老板娘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脸上顿时露出激动的表情说道 真的 林天花轻声说道 其实我已经发现了 你们两姐妹是共生关系 如果我真想杀了她 只要把你弄死就行 旅馆老板娘听后点点头 她也觉得林天花没必要骗她 这时她说了一句 妹妹 出来吧 旅馆老板娘说完后 她的影子突然动了 原来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一直都藏在旅馆老板娘的影子里 这样确实不太容易被人发现 同时还能隐藏气息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似乎很害怕林天花 她一直躲在旅馆老板娘的身后 她肩膀上的伤口还没愈合 林天花见状拿出一颗透明的宝石 那颗透明的宝石中的灵气 已经被林天花吸干 原本林天花想把宝石扔掉 可她发现那些吸干灵气的宝石 很像蓝星上的钻石 她这才把那些吸干灵气的宝石留下来 林天花将魂力注入到宝石中 宝石顿时散发出一股灰色的光芒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看到散发着灰色光芒的宝石 眼睛顿时一亮 魂魄的气息 而且实力十分精纯 这时林天花把那颗宝石 扔给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她刚才打伤了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这颗宝石算是补偿了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也不客气 她接过宝石后 急忙将宝石中的魂力吸收 当她将魂力吸收完以后 不仅身上的伤口全部痊愈 就连她的身体也凝食了不少 好精纯的魂魄气息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说道 这时林天花又拿出几颗没有颜色的宝石 她将魂力注入到宝石里以后 看着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说道 这几颗魂石就当是送你的见面礼了 毕竟林天花刚才和旅馆老板娘 谈了那么长时间的心 旅馆老板娘含情默默地看着林天花说道 谢谢你啊 林天花一把搂着旅馆老板娘说道 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呀 再说林天花现在也不缺魂力 赤蛇已经把黑兵发展到了整个恋妖塔 林天花现在体内魂力非常充沛 这时林天花看着旅馆老板娘的妹妹问道 魔神到底是什么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声音沙哑地说道 魔神是由恐惧而生 以魂魄为食 他们拥有诡异的能力 旅馆老板娘对林天花说道 我妹妹的嗓子被阳光烧伤了 林天花点点头 她看着旅馆老板娘的妹妹问道 为什么只有第五区有魔神的存在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魔神应该来自于无尽之海 林天花脸上顿时露出疑惑的表情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回忆了一下说道 我记得当时我被魔神诅咒的时候 我正和姐姐在无尽之海的海边玩 当时我看到海水中出现了一张十分恐怖的脸 那张脸在海水里对着我笑 随后我的身体就被阳光灼伤了 林天花听后沉声说道 魔神竟然来自无尽之海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马上就要出海 如果在无尽之海上遇到魔神 肯定会很麻烦 林天花看着旅馆老板娘的妹妹问道 魔神有什么弱点吗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摇摇头说道 我只是在小的时候见过一次魔神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魔神 我也不知道魔神有什么弱点 林天花的眉头微皱 这时旅馆老板娘担忧地看着林天花说道 关于炼妖塔中枢的传闻已经传了上千年 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找到炼妖塔的中枢 要不你还是别去出海了 林天花轻笑一下 就在她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响声 她顺着窗户向外看去 只见一颗信号弹悬浮在空中 林天花看着那颗信号弹 突然想到了清悬给她的那个竹筒 难道这是猎魔小队的信号弹 如果真是猎魔小队的信号弹 那证明周围有魔神出现 林天花看着旅馆老板娘说道 我出去一趟 旅馆老板娘脸上顿时露出担忧的神色 林天花走出房间后对信一说道 刚才猎魔小队发射的信号弹 这附近应该有魔神出现 你们在旅馆里待好 我让阿达他们待在旅馆中 他们可以感觉到魔神的气息 信一听后急忙说道 老大我跟你一起去吧 林天花说道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林天花说完后 打开旅馆的门 走了出去 此时笼罩在旅馆外面的魔狱 已经消失 第971章 小丑 林天花离开旅馆后 快速地向发射信号弹的地方跑去 刚才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说过 魔神可能来自无尽之海 等林天花的传造好以后 他们就要出海 他必须要弄清楚 魔神的实力和弱点 不然的话 魔神很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威胁 无尽之海不比罪恶事件 无尽之海的海水 对妖族和士神拥有极强的腐蚀性 如果他们出海以后遇到了魔神 那他们只能躲在船上 如果船被魔神动了手脚 他们都很可能会葬身无尽之海 当林天花来到猎魔小队发信号的地方时 发现地上有一具尸体 那具尸体的脑袋被割掉了 可尸体旁边并没有被割掉的脑袋 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林天花身后喊道 你是什么人 林天花转身看去 来人正是清玄和猎魔小队的成员 花子 你怎么在这里 清玄来到林天花身前问道 林天花伸手指了指天空说道 我刚才看到有人发信号 猜到应该是魔神出现 我就过来看看 清玄听后急忙说道 花子 魔神非常危险 你最好还是先回去吧 林天花轻声说道 我刚才听说 魔神很可能来自于无尽之海 等我的船造好以后 我就要带着兄弟们出海了 我必须在这段时间弄清楚 魔神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然等我们出海以后 如果遇到魔神 很可能会有危险 清玄知道林天花要出海的事 他犹豫了一下后 对林天花说道 好吧 那你就跟着我们 如果遇到了危险 你先找地方躲起来 林天花轻笑一下 点点头 清玄并不知道林天花的实力 毕竟炼妖塔里的人 都被炼妖塔封印了法力 这时三井走到那具尸体边 他疑惑地说道 这家伙的脑袋 不像是被力气割断的 清玄和猎魔小队的人听后 走到那具尸体前 林天花刚才也觉着不对劲 被他砍掉脑袋的人可不在少数 即便是他用玄天斩磨刀疤人的脑袋 砍掉 伤口也不会呈现眼前这幅景象 眼前的这个人 伤口处一点卷边都没有 好像脑袋凭空消失了一样 这时 清玄拿出一个罗盘 那个罗盘 看着就是普通的罗盘 罗盘上的指针 快速转动 林天花看着清玄手中的罗盘问道 用罗盘可以发现魔神的位置 清玄点点头说道 魔神是由怨念和恐惧而生 罗盘可以感知到他们的位置 林天花听后 眼睛顿时一亮 他从兜里拿出一个青铜砖头子 清玄他们顿时一脸好奇地看着林天花 当林天花将体内的阴气 注入到青铜砖头子里面后 青铜砖头子顿时发出一阵咔咔的响声 随后在清玄他们惊讶的目光中 青铜砖头子变成了一个青铜罗盘 林天花看向手中的青铜罗盘 只见罗盘的指针指向一个方位 青铜罗盘的定位效果 要比青铜手中的普通罗盘强大得多 青铜健壮急忙伸手指向罗盘指向的位置说道 那边 随后他们一行人 快速向青铜罗盘指向的方位跑去 当他们跑到一个公园时 只见一个人正背对着他们 坐在公园的石桌边 石桌上还摆放了三个扣着纸杯 三井他们看向青铜 青铜轻轻点点头 三井急忙抽出武士刀 对着那个坐在石桌前的人喊道 喂 坐着的那个人转过身来 那个人听后脖子慢慢扭动 当他转过身后 青铜他们脸色顿时一变 那个人的眼睛和嘴里正在流着鲜血 他的两只眼睛不翼而飞 只剩下了两个血窟窿 嘴里的牙齿也都没了 这时 林天花发现一个纸杯下面流出了鲜血 青铜他们确定那个人不是魔神后 他们走上前将纸杯打开 一个纸杯下面滚出了两颗沾满鲜血的眼球 而另一个纸杯下面则是沾满鲜血的牙齿 青铜健壮 急忙看向那个眼睛被抠掉的人问道 是谁干的 那个人嘴巴颤抖了几下后 声音无力地说道 小丑 青铜他们脸上顿时露出疑惑的表情 就在青铜还想问什么的时候 那个人身体无力地倒在地上 死了 青铜他们脸上顿时露出凝重的表情 这时 林天花突然感觉到一股魂力 从那个死人的身体里冒出来 向公园里面飘去 林天花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她想到旅馆老板娘的妹妹说过 魔神以魂魄为石 她猜到 那股魂力 应该是被杀死那个人的魔神吸走了 林天花急忙说道 魔神在公园里面 她说完后 急忙追着魂力 向公园里面跑去 青铜和猎魔小队的人 见状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他们不解 为什么林天花知道 魔神在公园里面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青铜急忙带着猎魔小队的人追了上去 当青铜追上林天花后 好奇地问道 花子 你是怎么知道 魔神在公园里 林天花沉声说道 我听说魔神以魂魄为石 我刚才感觉到 那个人的身体里 冒出一股魂力 那股魂力 正飘向公园里面 猎魔小队的人疑惑地说道 魂力 这时 三井突然只向前面喊道 队长你看 那里站着一个人 林天花早就看到了那个人 那个人站在一棵大树边背对着他们 头上戴着一顶礼帽 那个人似乎听到了三井的声音 他慢慢转身 看向林天花一行人 三井脸色一遍说道 小丑 队长 刚才那个人死之前 不是提到了小丑吗 三井看着清玄说道 林天花看向手中的青铜螺盘 青铜螺盘的指针 正指向那个小丑 那个小丑的面目 长得非常猙獰 别的小丑的脸 是画出来的 而那个小丑的脸 就长成小丑的模样 看着十分猙獰可怕 小丑的鼻子一吸 将刚才那个人的魂力 吸进鼻子里 林天花见状 陈生说道 看来这个小丑 就是你们要找的魔神了 第972章 变魔术 旅馆老板娘的妹妹 严格来说 并不是真正的魔神 她只是受到了魔神的诅咒 所以才变成现在那副模样 当林天花看到那个小丑后 感觉到那个小丑 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她思索了一下后 眉头微皱 这小丑身上 怎么有一股西方恶魔的气息 难道这个小丑来自地狱 这时 清玄拔出一把长剑 冷声说道 不要让她跑了 猎魔小队的人听后 纷纷拿出武器 将小丑围住 然而那个小丑 并没有想跑的意思 甚至脸上 还露出有恃无恐的笑容 林天花看着那个小丑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身上会有一股地狱的气息 清玄和猎魔小队的人 听到林天花的话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而那个小丑的身体 微微一顿 随后面容争鸣地 看向林天花 没想到 你竟然知道地狱的存在 没错 我就是来自地狱 小丑说完后 发出一阵猙獰的笑声 林天花不屑地冷笑一下 骂道 你笑个灯啊 你都被关进练妖塔里了 你还在这儿牛逼什么呢 小丑的表情瞬间凝固 他虽然来自地狱 但他现在确确实实是 练妖塔中的囚徒 你妈的 你好像还挺不服的样子 你丑鸡毛啊 林天花见小丑 瞪着眼睛盯着他 他一脸不屑地骂道 此时三井心中一阵暗爽 他心中暗道 看来他并不是针对我 谁和他装逼都是 这个下场 一会儿抓到那个魔神后 我说什么 也要打他几个大嘴巴子过过瘾 三井心中偷笑着说道 小丑盯着林天花冷声说道 不用你狂 地狱中的恶魔 已经渐渐苏醒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统治整个练妖塔 成为练妖塔的主宰 小丑说完后张开双臂 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 林天花被小丑的样子 直接逗笑了 就你这B样的 还想当个主宰 你有那个气质吗 说实话你的气质都不如他 林天花只向三井说道 三井听后 顿时抬头挺胸 用鼻孔看着小丑 小丑脸上顿时露出愤怒的表情 小子 不用你在这牙尖嘴里 我现在就先杀了你 小丑说完后 从兜里拿出了一个苹果 随后 他又拽出一块布 他将那块布盖在苹果上 面容争鸣地看着林天花 露出阴冷的笑容 小丑声音阴沉地说道 让我来给你变个魔术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苹果变没 你猜这个苹果会变到哪里去呢 林天花警惕地盯着小丑骂道 我猜你妈呀 他说完后 直接从怀里拽出一把五连发猎枪 对着小丑扣动扳机 碰 五连发猎枪的枪口中 喷出一股火光 林天花和小丑的距离只有三四米 小丑的身体 直接被崩飞出去 卧槽 清玄和猎魔小队的成员脸上 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们没想到林天花说动手就动手 而且一点征兆都没有 三井看着身上布满血窟窿的小丑 心中庆幸道 还好上次我没有过分装逼 不然我那天可能也和他一样 被打成筛子了 清玄看着林天花打去地说道 华子 他就变个魔术 没这个必要吧 林天花沉声说道 没办法 谁让他想要赢我 清玄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原来就在刚才 小丑拿出苹果 想要给林天花变魔术的时候 林天花感觉到 小丑身上释放出了一股奇怪的力量 林天花感觉到 那股力量非常熟悉 他思索了一下后 才想起来 那股力量和大黑佛母 释放的诅咒气息相同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他应该是靠变魔术释放诅咒 林天花说完后 清玄突然想起了桌子上的纸杯 和纸杯下的眼睛和牙齿 原来如此 差点上了这个小丑的道 清玄刚说完 那个小丑 突然抬头恶狠狠地看向林天花 面目猙獰地说道 被发现了呢 小丑说完后 突然拿出一块黑色的布 他将那块黑布盖在身上 林天花见状急忙说道 快点把那块布扯下来 三井此时 就在距离小丑不远的地方 他急忙伸手 将那块布拽掉 然而当那块布被拽掉后 小丑竟然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三井一脸惊讶地说道 林天花沉声说道 他妈的 让他跑了 不过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这个小丑 是靠魔术杀人 只要打断他的魔术 他就无法施展诅咒 林天花说完后 拿出罗盘 罗盘上的指针 缓缓地晃动 这证明 小丑已经脱离了 罗盘感知的范围 清玄看向林天花说道 魔神非常记仇 你刚才给了那个小丑一枪 那个小丑肯定会来 找你的麻烦 你要小心一点 要不然这段时间 你就跟在我们身边吧 林天花轻声说道 没事 我还有那些兄弟呢 如果小丑敢来找我 我肯定会给他一个美好的回忆 林天花的兄弟们 可都不是善茶 小丑如果真去旅馆找林天花 他很可能会被 林天花的兄弟们踢死 不过林天花也不能放松警惕 他拿出电话打给信一 将小丑的事 对信一说了一遍 告诉兄弟们 只要看到小丑上去就干 不要给对方变魔术的机会 信一在电话里说道 放心吧 老大 只要那个小丑赶来旅馆 我们肯定赶死他 林天花挂断电话后 并没有回旅馆 虽然他已经找到了 小丑杀人的方法 但他担心 小丑还藏着别的招数 他现在如果回旅馆 可能会把小丑也招过去 林天花看向清玄说道 我决定先和你们混几天 等把那个小丑弄死以后 我再走 清玄听后 眼睛顿时一亮 刚才如果不是林天花 他们一时半会 还发现不了小丑杀人的方法 而且清玄知道 小丑肯定会去找林天花 林天花在他们身边 他们也好守住待兔 此时小丑正坐在公园 另一边的摩天轮上 他透过摩天轮的窗户 看向林天花一行人 面容争鸣地说道 游戏才刚刚开始 第973章 鬼屋 清玄和林天花 还有猎魔小队的人 坐在大排档里 吃着烤鱼 第五区靠着无尽之海 海鲜非常丰富 清玄拿着一个螃蟹说道 小丑肯定还会杀人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才行 林天花看着清玄好奇地问道 我记得你说魔神出现的时候 会出现魔狱 为什么小丑出现的时候 没有出现魔狱 清玄说道 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过大多数魔神出现的地方 都会出现魔狱 可能小丑和其他魔神不一样 林天花点点头 他之所以跟着清玄他们 就是为了了解魔神 这时 一阵破空声突然响起 所有人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只见一颗信号弹升起 三井急忙喊道 魔神出现了 林天花和清玄他们急忙上车 向信号弹发射的地方驶去 当他们来到信号弹发射的地方 看到一具尸体躺在地上 那个人的眼睛瞪得很大 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喉咙却异常地肿胀 清玄小心翼翼地 掰开他的巨尸体的嘴 一个猎魔小队的成员说道 队长他的喉咙里 好像有东西 清玄伸出两根手指 插进那具尸体的嘴里 就听咕唧一声 只见清玄在那具尸体的嘴里 竟然掏出了一个苹果 林天花看到那个苹果后 眼睛里闪过一道冷芒 那个苹果正是小丑 要给他变魔术的那个苹果 清玄看向林天花说道 还好今天你及时发现了 那个小丑会利用变魔术 使用诅咒 不然这个苹果 可能就在你的喉咙里了 林天花也一阵后怕 如果他没有感觉到 那个小丑在变魔术的时候 散发出了一股诅咒的气息 他也许也会上了小丑的道 他骂的 如果让我看到那个小丑 我非把他的手砍断不可 林天花冷声骂道 清玄沉声说道 那个小丑不太好对付 主要他那些变魔术的招数 实在太多了 稍有不慎就会让他跑掉 林天花眼睛里闪过一道冷芒说道 所以抓到他的时候 就要把他杀了 他说完后 拿出青铜罗盘 只见青铜罗盘上的指针 正在快速转动 林天花见状沉声说道 那个小丑应该就在附近 突然罗盘的指针停下来 指向一个方向 林天花顺着罗盘的指针看去 罗盘指针指的方向 是一个游乐场 清玄看着青铜罗盘上的指针 眉头顿时皱起 他沉声说道 糟了 那个游乐场里 每天都有很多人 如果小丑在游乐场里 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害 我们必须要尽快 我的小丑 弄死他 清玄说完后 刚准备行动 林天花突然说道 你们没有发现 有些不对劲吗 清玄和猎魔小队的人 疑惑得看向林天花 这时一个猎魔小队的成员 突然说道 确实不对劲 太安静了 以前游乐场里会播放很大的音乐声 今天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清玄听后 沉声说道 是魔狱 当魔狱覆盖了某一个区域后 魔狱外面的人 虽然看不出 那个区域有什么异常 但魔狱可以阻断 那个区域里面发出的声音 三井在一边疑惑地说道 不是说那个小丑 不会释放魔狱吗 林天花沉声说道 如果那个小丑 真的不会释放魔狱 那也就是说 游乐场里不止一个魔神 清玄皱着眉头说道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不然游乐场里的人就危险了 清玄说完后 看向林天花说道 花子 你就不要跟着去了 如果只是一个魔神的话 我们还能保护你 但如果是两个魔神 我们很难分心去保护你 甚至就连我们自己 都可能会搭在里面 所以 你还是先走吧 清玄并不知道 林天花的实力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放心 我有自保的能力 清玄听后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现在时间紧迫 她看着林天花 一脸凝重地说道 你可想好了 进入魔狱中 除非将魔神杀死 不然无法离开魔狱 林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你再磨叽一会儿 游乐场里的人 可能就死光了 清玄听后 无奈地摇摇头 随后他们 快速向游乐场跑去 当他们进入游乐场的大门后 游乐场里的音乐声 突然传进他们的耳朵里 三井警惕地看着四周说道 还真是魔狱 队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三井看着清玄问道 清玄沉声说道 我们现在必须找到 小丑和释放魔狱的魔神 看这里的情况 小丑和释放魔狱的魔神 应该还没动手 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动手之前 找到他们 清玄说完后 一阵尖叫声突然传来 林天花他们 急忙看向尖叫声传来的地方 尖叫声传来的地方 是一栋大楼 那栋大楼看着十分破旧 外面的墙皮已经脱落 大楼上的灯箱闪烁 灯箱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鬼屋两个字 三井说道 那里是鬼屋 里面有很多吓人的场景 我去过一次 里面非常恐怖 我那次差点被吓尿了 队长 你说那个魔神 会不会隐藏在鬼屋中 如果在鬼屋里杀人 很难会被别人发现 大家很可能会把死人 当成是鬼屋里的道具 清玄看向游乐场四周 这个游乐场很大 里面有许多项目 清玄沉声说道 魔神的实力很强 我们一共就这几个人 如果分散寻找 太危险了 看来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方地查了 走吧 先去鬼屋 清玄说完后 他们一行人向鬼屋走去 游乐场为了吸引游客 鬼屋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更换一个主题 当灵天花他们来到鬼屋前 看到鬼屋前面 放着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恐怖疯人院 随后他们走进鬼屋里 鬼屋里设计的氛围 非常恐怖 墙壁上到处都是血痕 还有血手印 这时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走过来说道 你们是新来的病人吗 第974章 疯人院的规则 灵天花看向那个 穿着白大褂的人 那个人看着 应该是鬼屋的NPC 并不是魔神 三井刚准备亮出证件 清玄突然说道 是的 我们是新来的病人 南鬼屋玩的人 一般从进入鬼屋 就开始在游戏中了 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说道 很好 那我给你们分配房间 对了 疯人院里有许多规则 你们一定要遵守 不然 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可怕的东西 灵天花看着那个 穿着白大褂的人问道 什么规则 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给灵天花他们 每人发了一张卡片 卡片上写着许多字 规则一 一定不要质疑 其他病人说的话 规则二 护士只会在两点送药 规则三 一个病房里只有八个人 多出来的那个 可能不是人 千万不要和那个人搭话 规则四 晚上十点的时候 必须上床睡觉 哪怕睡不着 也要上床躺着 规则五 疯人院里只有五个病房 没有206号病房 千万不要进入206号病房 规则六 疯人院里只有一个保安 那个保安穿着红色袜子 如果遇到穿着绿色袜子的保安 赶紧跑 灵天花他们看完手中的规则后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人说道 你们刚好八个人 那就去205号病房吧 那个病房是空着的 刚好有八个床位 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说完后 拿出一把钥匙递给灵天花 灵天花接过钥匙后 迈不向二楼走去 清玄他们也跟在灵天花身后 三井小声抱怨着说道 这地方这么大 我们上哪去找魔神啊 灵天花轻笑一下说道 如果魔神在鬼屋里 那不用我们去找他 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们 规则上不是说了吗 只要触犯规则就会有危险 想把魔神找出来 只要按照规则上说的 反其道而行之 魔神肯定会出现 清玄他们听后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这时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 突然跑了过来 他看着灵天花 他们神经兮兮地说道 你们知道吗 我是秦始皇 我宝库里的资产被冻结了 需要300块钱解冻 等我的资产解冻以后 我可以给你300万 然后封你们为宰相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三井清玄听后 一脸不爽地看着清玄说道 队长 如果按照那个穿白大褂的人 给咱们的规则 那咱们还要搭300块钱啊 三井刚说完 一声清脆的响声 突然传进他们的耳朵 只见那个穿着病号服的人 捂着脸看着灵天花 只见灵天花给了那个病人 一个大嘴巴子 就你这B样的 还秦始皇 还你妈封我们为宰相 灵天花说完后 伸手又给那个 穿着病号服的人一个大嘴巴子 骂道 想要300块钱是不是 我给你300个嘴巴子 你要不要 灵天花说完后 对着那个穿着病号服的人 又连抽了好几个大嘴巴子 抽的那个穿病号服的人 捂着脸急忙后退 嘴里喊道 喂 规则上说过 不能质疑其他病人的话 我真是清始皇 啪 我真是 啪 我 啪 大哥 别打了 我刚才吹牛逼呢 我就一个普通的NPC 呜呜 你妈的 门口都贴告示牌了 不让打NPC 你妈啦 脸都给我打肿了 牙都他妈给我打活动了 呜呜 那个穿着病号服的工作人员 捂着脸哭着跑了 三井健壮 心中一阵暗爽 他在心中喊道 上次 他就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子 这次打了这家伙十来个 看来 他对我还蛮好的呢 灵天花 一直看着那个 穿着病号服的工作人员 直到那个工作人员 跑没赢以后 他才说道 看来这个人不是魔神 清玄和猎魔小队的人听后 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花子 你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啊 你也不能见谁抽谁啊 清玄看着灵天花说道 灵天花轻声说道 这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 魔神心高气傲 魔神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 被我抽大嘴巴子 清玄觉着 灵天花说得也对 不过他总觉得 灵天花好像在这过瘾呢 这时三井凑过来 一脸见兮兮地说道 花哥 要不下次让我来帮你打吧 灵天花听后 嘴角突然露出一丝坏笑 他看着三井说道 好啊 也让你过过瘾 随后 他们一行人来到二楼 清玄看着灵天花问道 我们真要按照游戏规则继续吗 灵天花轻声说道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感觉到了一股魂力 不过那股魂力 很快就消失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魔神肯定就在这里 这里的布置非常复杂 而且有很多NPC 想要找到魔神并不容易 现在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按照游戏规则进行 清玄听后点点头 他觉得灵天花说的也有些道理 这时他们来到二楼 二楼有好几个房间 房间上挂着门牌号 当他们走到205号房间的时候 停了下来 灵天花伸手把205号病房打开 房间里面有四张高低床 灵天花他们一行人 走进205号病房后 清玄问道 现在应该怎么办 灵天花拿出一根烟 叼在嘴上说道 还能怎么办 累一天了 休息会儿 灵天花说完后 走到一张病床边 毫不避讳地 躺在病床上抽着烟 清玄和猎魔小队的成员现状 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也坐在病床上 开始分析 这个魔神到底长什么样 有什么能力 突然一阵呼噜声传来 清玄他们闻声看去 只见灵天花竟然夹着烟睡着了 猎魔小队的成员无奈地说道 这家伙的心是真大 魔神就在这里 他还能呼呼大睡 三井突然打了个哈欠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感觉有点困呢 三井说完后 清玄也感觉一阵困意袭来 是真大